第四百九十章 我这个亲孙子 在他眼里还不如一根草 原家来得很快 一乡并饮的 一看就是用新装办过 没有少妇人的照见 原家并不敢贸然去拦居 而是在儿子住的 一安小住里边坐着喝茶 一安 你奶奶今天心情很好吗 这都大半年了 我来过几次她都不见我 今天倒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 竟然主动叫我来吃饭 少妍安不以为然道 妈 我早都跟你说了 让你别担心 奶奶就我这么一个孙子 将来这偌大的家业 迟早都是要交给我的 奶奶她能气一时 还能气一辈子不成 原家经得差点 没捂住儿子的嘴 左右看了看 见没外人 才没好气地轻吃到 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 在这边的时候 言行举止一定要谨慎 千万别让人抓住你的话柄 有什么好怕的 我难道说错了吗 我马上就十九岁了 就算我爸以后有了其他儿子 那也跟我差住二十岁的年龄 我还能输给一个乳秀 为钱的小孩不成 听儿子提到年龄 原家倒想起另一件事 一安 你跟千千相处得怎么样啊 提到季千千 邵一安顿时满脸的不耐烦 妈 我不喜欢季千千这样的 长得不整的 脾气还大得很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难搞 他生日的时候 我特地买了一块钻石手表送给他 结果他居然嫌我送的礼物太便宜 不是国际名牌 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扔进了垃圾桶 害得大家都在嘲笑我抠门 有这回事 你之前怎么告诉我 这种事 我哪好意思说 那后来呢 手表你捡回来了吗 妈 你开什么玩笑 他当众扔垃圾桶的东西 我还把它捡回来 你是嫌我被人笑话的不够吗 那你可以找个人悄悄帮你捡啊 好好的一块钻石手表 就这么扔了多可惜啊 他不要 我拿去做人情 送其他朋友也是好的 少爷安不以为意 也就二百多来的东西 没什么好可惜的听到这话 原家有些狐疑 你买的什么钻石手表这么便宜 上海牌的 不过那钻石比较小 不过看住还挺好看的 原家听后不由地埋怨起儿子 你明知道他是个好面子的人 既然要送就送个好点的 我也想买个卡地亚的钻表送他 可最便宜的也要一千多 万一他东西收了 拿后又不鸟我 那我岂不是亏大了 原家语色 对于像季千千这样的名门贵院 千把块的名表的确不算什么 对方也的确不会因为这么一块表 就对儿子刮目相看 哎 他要是少太太的话 像季千千这样的名媛贵女 自己就会像花蝴蝶似的扑上来 哪还用得住他担尽节律 为儿子谋划将来啊 袁女士 一安少爷 夫人请你们过去用晚饭听到传话声 原家当即整理了下仪容仪表 跟儿子一块去了兰居 奶奶 可算是开饭了 我都快饿死了 看到餐桌上摆盘精致 又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少爷安迫不及待就要拿筷子 原家眼疾手快地扯了把儿子 少爷安也很快反应过来 忙摆正坐姿 少夫人不在意地抬了抬下巴 吃吧 也没外人在 不用讲那些虚理 少爷安黑黑一笑 还是奶奶最疼我 嗯 还是奶奶这的酱肉丝好吃 甜酱的味道调得实在太好了 还有这一瓶豆腐也炖得够入味 软烂嫩滑 鲜得我舌头都要掉了 喜欢吃就多吃点多吃饭 少说话 原家听出了少夫人的前台词 委婉地提醒儿子道 行了 吃饭就安安静静地吃 别说那么多话 小心枪住了 欧见儿子安 为您提供大神七女王的八灵新婚夜田 七交保有空间最快更新 第490章 我这个亲孙子在他眼里还不如一根草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愤了 原家才面带歉意地向少夫人解释 夫人见谅 一安他在这边的时间少 难得能在宁愿里吃晚饭 他特别开心少夫人点点头 无妨 吃饭吧 是一顿晚饭在安静的气氛中结束 吃完饭 三人又转到去客厅喝茶 半杯茶下肚 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原家准备起身告辞 夫人 谢谢您的款待 我和一安先回去了 您早些休息 不忙少夫人不慌不忙地放下手里的茶杯 是一花扫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 夫人 这时 看住手里的账单 原家满脸的困惑和不解 少夫人笑笑 一安没跟你说吗 他下午在我这发了一通脾气 打了我的人 还摔坏了我一盆翡翠兰 这盆翡翠兰 是我好不容易才从朋友那儿求来的 花了三千 还有花扫的脸 虽然没受伤 但是精神慰问费还是要给的 就算一百吧 加起来一共三千一 你看什么时候把钱送过来 原家这才明白 原来今晚的这顿饭 是特意为他设的鸿门宴 奶奶 我知道错了 翡翠兰是我摔的 您别为难我妈听到少爷安的求情 少夫人朝他头去两分赞赏 你还算有点孝心 那这笔账就由你自己来承担吧 就从你的零花钱里扣好了 少爷安傻眼了 他一个月零花钱才两百 三千一要扣一年零三个月 加上他之前犯错 就被少林罚扣了半年的零花钱 加上这三千一 他岂不是差不多两年拿不到零花钱了 奶奶 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胡来 你去年也是这么跟我保证的 我也帮你给你爸求了情 结果呢 半年不到你又犯臭毛病 就因为你同学不肯听从你差事 你就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 要不是因为你心少 现在你人早就被关进大牢了 你爸只罚了你半年零花钱 已经是对你手下留情了 你不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 反而跑到我这儿来吵吵嚷嚷 一安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奶奶 花嫂 送客 是 一安少爷 原女士 请罢少爷安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原家强拉硬拽的给拖走了 走出蓝局没多远 少爷安终于养止不住内心的不甘和委屈 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不就是一盆破草 有什么大不了的 难道我这个亲孙子 在他眼里还不如一根草吗 听到儿子这么不管不顾的大声嚷嚷 原家心都紧了 一安 你住嘴 我不 我偏要说 眼见儿子犯魂听不尽劝 原家抬手一个耳光抽过去 啪的一声翠响 世界安静了 第491章 少妇人召见许丽学 少爷安捂住脸 敢知性地瞪住 妈 大 大 原家气急败坏地揪着衣领 压低声音呵斥 给清醒点 以后还想想进少家院的门了 少爷安像被点了痛穴 当即吱声了 但泛红的双眼 却透着深刻的愤怒 原家此也顾得安抚儿子的情绪 四周少朝边张望 只能先带儿子离开再说 等了少家院的门 原家转头想跟儿子说点什么 却料对方一把推开就跑了 一安 等等 原家这急地追 蓝居边 一鸣用将原家母子俩的争执 事无巨细地向少夫做了汇报 少夫听后 冷着脸许久多疑研发 蓝嫂挥挥手将用打发了 声劝慰 夫 您别气坏了身体 少夫冷哼一声 怎么能气 当初给千挑万选的 非自己找 结果外面游荡一圈 就带回们一对玩意儿 气质容貌 学识性格 家世谈吐 没一样拿得手的 怎么能气 怎么能气 花嫂赶紧帮府被顺气 哎哟 弟夫啊 您快消消气吧 一安少爷多么了 现在说些又什么用呢 倒如想想什么法子 能把一安少爷的性子 给调教好 提到更气 当初就该心软 让那性缘的留一安身边 看看把一安都灌成什么样子 花嫂叹气 您啊 像兜刀子嘴豆腐心 嘴看原女士 却又忍心母子骨肉分离 夫 然把一安少爷送军校吧 军校纪律言明 很能磨练心智 一安少爷就从到没吃什么苦头 才会养成了无法无的性子 少夫揉了揉额头 等阿玲回了 跟商量看看吧 顿了顿 少夫忽然想到什么 卫福呢 累一会了 后院那边候住呢 少夫点点头 起身往后院 后院华厅里 许丽学坐茶几旁的椅子 眼睛忍住四大量 卫福稳坐的对面 一枚一的喝住茶 蓝居除了庸树青的名贵蓝草之外 还最好的茶 蓝茶 都少夫生平最爱 听到脚步声的卫福率先起身 许丽学紧跟其后 几乎许丽学起身的瞬间 少夫也踏入了花厅的门 夫奔少夫点点头 充满睿智而又失锐利的目光 第一间落到许丽学身 许丽学微微欠身 您好 少夫 坐少夫虽然请了坐 但卫福却依旧恭敬地站住 卫福坐 许丽学自然也会坐 两舅们一左一右地站住 少夫最方落了坐 定定看向许丽学 听说 找明知 受职托给带句话的明知家 且最近一段间都会回 许丽学没想到好容易找到了 结果又加 一些惆怅 知侦探都职业素养 会对外透露委托的身份 也该知 是没少家查到的秘密 许丽学当然听得懂 少夫的威胁 忍住暗暗叹了口气 少夫想知什么 但问无妨 少夫很满意许丽学的失去 坐着说吧 谢少夫等许丽学做后 少夫直接问起委托的身份 许丽学也在隐瞒 当然 隐瞒也没用 正如少夫所说 少家想查的事 就一定能查到 云末 少夫眉头都拧得快打结了 得知云末一时八九的姑娘后 无法往歪处想 十一招被蛇咬 终身怕警鹰 儿子该会又外面 惹了什么风流债会吧 许丽学自然看得了少夫的忧心 赶忙解释 少夫别误会 云末已经结婚了 跟丈夫的感情非常好文言 少夫动声色地松了口气 为云末姐让给明知带什么话 告诉那 替转告明知 许丽学犹豫了 从身掏移信封 少明知先生轻奇 自到写得错 看住信封的字迹 少夫暗暗赞叹了一句 随即将信封递给花嫂 送阿玲的书房吧 等回自己看 见少夫没看信里内容的意思 许丽学又松了口气 虽然信没送到少明之手 但也没被其拆看 也算负云末所托了 事情讲清楚了 少夫也在为难许丽学 派将送了少家院 接到许丽学电话的那一刻 云末悬着的心 才终于落地 从文庆生那里 了解到许丽学 被少家扣押后 就做好了 亲自一趟京城的准备 并通赵雅芝 跟左小棠进行了联系 拜托对方帮自己 打听少家的具体情况 许哥 现怎么样 少家没为难 放心 没事 刚从少家离开 许丽学 简单把见少夫的情况 讲了一遍 抱歉 办事例 没把的信 交到少先生手里 许哥 别们说 连累了 没想到背景吗 总之 没事就好 尖早了 先回住处好好休息 跟文哥报信 免得担心 什么事随联络好 挂断电话 云末及喘气 就给文庆生拨了 得知许丽学安全的 从少家后 文庆生第一间 跑了许丽学住的旅店 看住风尘仆仆 满脸疲态的文庆生 许丽学心里十分易 文兄弟 给添麻烦了 实抱歉 文庆生摆摆手 说些 少家没把怎么样吧 没受伤 没事 少家队还算客气 除了把五花榜的 看管起之外 其方面倒没亏待 甚至吃得还挺错的 浑素环汤 那就好 那就好 文庆生新鱼记的一屁股摊沙发 许哥 知 一都被吓死了 生怕明就看到被横住台少家 阿呸 阿呸 说些吉利的 对了 阿华说少家找的 找着了吗 第492章结婚纪念日 许丽学点头 找住了文庆生一听 顿了兴趣 找的谁啊 具体清楚 只知少夫的儿子 嗨嗨嗨 文庆生被吓得惊了口气 哪少夫 许丽学摇头 魏福只告诉 少夫见 少家那么家族 哪里知 见的哪少夫 见问别的 文庆生便也没再往追问 少家分量的己房当家 都知 却从没听少明之名字 估计少家没什么存感 文庆生虽然说 但许丽学也能猜到 刺帕给文 正 吕三家惹了麻烦 吕家便正华的那铁哥 给少家送花草的那家公司 文庆生也隐瞒 把三家木面临的问题 跟许丽学讲了 家阿华家倒没什么 买点后里门赔礼欠 事也就了结了 少家名门望族 气度涵养那百住 会跟些门户的计较 就屡得忘惨了 了档子是 跟少家的生意肯定黄了 听到 许丽学又面露惭愧 都愿 真没脸见正兄弟吕兄弟 文庆生叹了叹气 也用读自责 事情虽因而起 但得子自己 也负一定的责任 跟阿华两就胡闹惯了 次也算吃到了教训 文庆生也没多呆 看许丽学没什么事 说了一会话就回了 许丽学思想的 还给云墨了电话 把刚才文庆生 跟说的话都讲了 许丽学看 云墨既然跟少家渊源 那吕家的生意 说定云墨能面挽回一二 许丽学讲完电话后 云墨独自坐堂屋里 发起了呆 一整精神都高度紧绷住 眼精神松懈了 就感到说得疲惫 同意思索 该怎么减轻次的事 带给文 正 吕三家的影响 墨墨 什么事了 看一碗都心神宁的 饭也没吃几口 黄之丘之河走了近 面带官忧的望住 于墨千计嘴角笑了笑 妈 没事 只想事情走了神 顿了顿 哟 妈 许哥已经找到 罢了 黄之丘争网 女儿让许丽学 经常找上明知的事 自然知情的 也做好了 再见对方的准备 当一到的后 的心情 还避免的变得复杂 罢 吃了吗 云墨摇头 应该没那么快 外地 写的信 已经被放到书房了 等回看的信 就会明白的 J 巴尔 黄之丘 轻点了点头 心里说轻松还失落 云墨握住的手 妈 断肩一定多加薪 一定单独外 认识的绝对搭理 放心吧 就加拿也 道 离高考没几了 万事都当心点 学习之余 也多注意休息 看 又瘦了一圈 手腕骨又细了 对于变兽时 云墨也很苦恼 临近高考 压力避免 帮好几同学都病倒了 还好 灵泉水养身 身体倒无余 但食欲却好 一一肉眼见的消瘦 妈 没事的 就最近胃口好 所以才受了点 黄之丘想到什么 神色变得古怪起 默默 月立嫁了吗 梅阿等回答完 云墨才意识到 黄之丘为什么问 赶忙解释 妈 怀梅道歼呢 月底了 黄之丘却依然感到忧心 默默啊 民医院做检查 当初怀的后也像样 没胃口 瘦了一圈 云墨哭笑的 只能把凌川盖被子 纯聊的关系讲了 黄之丘听后 表情很一言难尽 女儿女婿结婚都快一年了 孤男寡女的躺一张床 睡那么久 居然什么也没发生 默默 零身体 行啊 好巧巧的 凌川端住牛奶 正好到门口 听到丈母娘的话 当即将原地 的原因 怎么知 又没事云墨 好家伙 让怎么反驳 看女儿脸颊发红 黄之丘也好再多说什么 毕竟现机也对 是以后再说吧 反正还年轻 也急于 易云墨忍住心嘀咕 又急黄之丘 刚想说什么 余光忽然 瞥见了门外的女婿 脸免尴尬 凌 怎么近 听到黄之丘的招呼 云墨一时转头 一看男的神情就知 肯定听见了刚才的话 云墨忍住想笑 心情随即也变得轻快了起 果然所料 晚睡觉 凌川七七 爱爱地提起黄之丘 唐巫说的那番话 媳妇 跟把唐巫里说的话 都听到了云墨忍住笑 闭着眼故作轻描淡写的 听到就听到了呗 还能失咒 让忘了成 等了会没等到 男的回应 云墨睁开眼 转头 就看见男面朝侧躺住 漆黑的眸子 一顺顺地看住 神情透着哀怨委屈 帮跟妈解释了呀 还什么高兴的吗 那 什么后裔孩子 说也好笑 两结婚满打满算 也快一年了 竟然还第一次 谈起孩子的话题 凌川 笨 媳妇 听为了方便说话 云墨也把身子 侧向男躺住 知高考哪嘛 知 月七号 那这月五号什么日子吗 笨男的脸庞 目光都变得柔起 结婚的日子否认 云墨心里些高兴的 凌川 记住了 以后每年的七月五号 都好好庆祝 因为的结婚纪念日 好 那想想今年的结婚纪念日怎么 先睡了 媳妇 晚安 晚安 看住自家媳妇 甜尽秀美的睡颜 凌川后知后觉的反应 好像被套路了 比起还没引的孩子 还即将到的结婚纪念日 比较重 得好好想想怎么操办 第493章 业余恶徒 走出学校大门 看到街对面推着自行车的凌川 云墨转头 跟身边人挥手道别 随即快步走了过去 坐上自行车后座后 云墨双手扶在男人腰间 轻声道 走吧 恩已是晚上十点 街道两边的店铺都关了门 只有微弱的路灯 照着路上稀少的行人 云墨闭上眼睛 放空大脑 任微凉的晚风吹拂脸颊 享受难得的惬意和放松 没够多阔 自行车忽然停了下来 云墨睁开眼 有些疑惑地拍了拍男人宽阔的背 怎么不走了 凌川扭过头 黑眸中带着几分歉疚 车胎煤气了 云墨低头一看 果然 身下的车轮胎都扁得快变形了 大晚上的也找不到人补胎 只能走回去了 还好只有两条街了 云墨苦中作乐地想着 随手把早上卸下给他的香蕉 从背包里摸了出来 包好皮 云墨掰了半截香蕉 为凌川嘴边 媳妇 你吃吧 我不饿 则 张嘴 看男人乖乖张嘴 把香蕉吃下后 云墨才满意地问道 好吃吗 凌川忙不迭点头 愣 好吃 以后给你你就吃 味道你嘴边的都不吃 你是不是傻 我不傻 我只是怕你会饿住 云墨没再理会男人 自顾自咬着剩下的香蕉吃 江市的属西北 是温带气候 像香蕉这样的热带水果 在这边还挺稀贵的 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 金哥 上不上 两人身后五十米左右的小巷子口 几个混混模样的人 紧盯着云墨和凌川的背影 窃窃私语 领头的名叫金牙 是当地有名的地痞 金牙将手里只剩下过卢嘴的烟头 往地上一扔 再狠狠捏上一脚 随即偏头示意手下兄弟们 走 他们跟踪云墨已经有好几天了 但云墨早晚都有人接送 导致他们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 还是其中一个兄弟想出了主意 提前在云墨放学回家的路上 洒了不少细钉子 凌川的自行车轮胎被扎破 云墨只能步行回家 而这正是他们绝好的机会 女人的第六感 让云墨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转头 就看到几个混混模样的人 朝他和凌川跑来 凌川 凌川的反应也快 看到金牙几个气势汹汹而来 拎起自行车就砸过去 金牙几个被自行车逼得往后退 凌川则趁机拉着云墨往前跑 TMD 追 金牙恶狠狠地将自行车踢开 领着手下朝跑远的两人追上去 凌川带着云墨 速度被拖慢了不少 很快就被堵住了去路 剑跑不掉 凌川将云墨往身后一藏 用自己的身体将他整个挡网 你们想干什么 你少提这种废话 欠老子几百块的赌债 一直拖着不还 今天你要么还钱 要么就跟我们走一趟 虽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但街上还是有少量的行人 看金牙几个凶神恶煞的不好惹 又听到是债务纠纷 路人都选择了袖手旁观 凌川一脸冷肃地盯着几人 你们找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们 你说不认识就不认识了 TMD的 今天不给你点厉害瞧瞧 你就不知道老子的手段 兄弟们 揍他 媳妇 你往后躲开点 一边喊 凌川一边朝金牙几个冲了上去 力图把战场迁离自家媳妇 混混人数上虽然有优势 但整天好意务劳不是生产 无论是体格还是体力 都比凌川差远了 凌川人高马大 力气也大 一时半会的倒也没落下风 反而一拳头一个打得几个混混嗷嗷直叫唤 金哥 不行啊 咱们钱不过他 要不还是撤吧 一会公安该来了一名被打得鼻血横流的混混 跑到金牙面前求助 金牙气得一脚将对方踢回战场 妈的 都没吃饭吗 这么多人钱不过他一个 都给老子尸点进金牙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把阴狠的目光投向被凌川护在身后的云墨身上 钱不过男的 女的他总好对付吧 看住宁孝珠朝自己逼近的金牙 云墨表面露出惊慌害怕的神色 暗地里却悄悄准备好了电击枪 凌川虽然跟几个混混缠斗 但心思还是在关注住自家媳妇 察觉到金牙的意图后 他急得眼睛直冒火 媳妇 快 啊 凌川的跑字还没喊出来 就看到金牙像个沙包袋似的飞出十米开外 几个混混全都停下了动作 目瞪口呆地看住躺在地上 身体不停颤动 仿佛癫痫病发作般的金牙 这是遭受高压电击的后遗症 云墨空间里的电击枪有好几种 有普通160伏的 也有200伏能把人电飞的高压型 云墨这次用的就是200伏的那款 晚上光线不好 加上云墨动作又快 以至于没一个人看到他手里短暂出现 又迅速消失的电击枪 所有人都只看到 云墨一抬手就将金牙打飞了十米 几个混混全都精具地瞪住云墨 你 你使得什么妖法 云墨勾存挑衅 你们自己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几个混混面面相去 相互推壤一番后 其中一个被推向了云墨 说时迟那时快 只云墨伸手往那混混胸口一推 那混混就惨叫着倒飞了出去 刚好砸到金牙腿上 弄擦哪怕隔住这么远 都能听到骨头断裂的脆响 听着就疼 你们干什么的 正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声大吼 是负责这条街道巡逻的治安员 几个混混见状不好 当即搀扶起地上的两个同伙跑了 治安员很快赶了过来 了解到事情经过后 带着云墨和凌川去了附近的派出所立案 云墨和凌川既没损失钱财 也没受伤 派出所也没太当回事 只简单做了记录 就让两人回家等消息 等两人回到家已经十二点了 两人一进门 黄之秋和凌江都满脸交集地赢了赏 默默 小林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自行车坏了 走回来的时候 又不小心遇到几个罪汉 起了点冲突 听到这话 黄之秋盲观性地拉住云墨上下打量 默默 你没受伤吧 云墨笑眯眯地解释 放心吧 我和凌川都没事 反倒是那几个罪汉 被凌川打得鼻青脸肿 自己就跑了 川子 你手受伤了 云墨的话音刚落 凌江就惊呼起来 第494章 魏云瑶安排婚事 母女俩转头望 就看到凌川两只手的手背骨都破了皮 正往外渗血丝 黄之秋连忙厨房打热水 云墨则找家里的药箱 凌川手的伤很快被处理好 川子受伤 晚洗澡怕方便啊 等云墨用纱布将凌川的缠好后 凌江忽然冒一句 正直下外面跑一一身都臭汗 洗澡肯定没法睡的 黄之秋瞅了瞅女儿女婿俩 转头想开口让凌江帮忙 凌江却打了喝欠抬脚往外走 煎早了 先回屋睡了 亲家母也早点睡黄之秋 凌江撮合的意图明显 云墨既无奈又好笑 妈 也休息吧 黄之秋只得点头 总能让丈母娘帮女婿洗澡吧 房间里很快只剩云墨凌川俩 凌川期待又羞涩的目光 云墨从空间拿一副橡胶手套 从安市回后 就买了后博吃马铜的橡胶手套囤空间里 没想到会到派了用场 云墨将橡胶手套给凌川双手戴好 又用胶带把手套的封口缠紧 样就怕伤口打湿了 聪聪明 凌川看看手的手套 又看看自家媳妇 违心的点头 嗯 那洗澡吧 哦 看住男背影透的沮丧郁闷 云墨暗暗好笑 帮男洗澡 说得简单 万一洗到涂的后 把男勾起了火 还得灭火 才钱重傻事呢 一间简单露又破旧的租房内 金牙左腿打着石膏 半死活的躺为一的床 这几手兄弟则散落房间四周 这手臂打着夹板 这脸不满于伤 一垂头丧气 看住好凄惨 得到消息的云瑶 看住场景 脸色当即就沉了 到底怎么回事 云瑶一现 几混混就像见到了主心骨一般 七嘴八舌的将昨晚的是讲了 听到六居然前铃穿于末两 云瑶气得骂废物 王姐 知 那两口子一比一能打 看身的伤 都幸云的老公打的 那幸云的更凶的劈爆 一拳就把金哥打飞了 云瑶半信半疑 至于莫像以那么好欺负 若说云莫能一拳 把金牙样的壮汉打飞 相信的 肯定几混混故意夸其词 王姐 为了给金哥智商 索身的钱都掏了 现连饭钱都没 能管爱云瑶冷笑 一群废物 还好意思问钱 只就给了五百 那多了 什么事也没办成 没让退钱都错了 面对云瑶的怒火 混混叫苦爹 王姐 也想早点把事成办好 那娘一到晚身边都跟住 找到机会啊 云瑶脑 就能想办法把身边的引开吗 说到底 还蠢 济男 连女都搞定 街头地痞 本就什么良善之辈 眼见云瑶翻脸无情 挤对了对眼神 忽然面露凶向地 将云瑶团团围了起 云姐 只说好的 给办事 给一千块酬劳 金们留钱 骑衣混混凝笑住 一边用猥琐的眼神 打亮苗条的身材 那就留 陪几兄弟乐呵乐呵 等乐呵够了 再把身的首饰钱财给抢了 两条路 自己选拔最后 云瑶将身的三百多现金 外加手表首饰 全给了几混混 才得以脱身 回到家 云瑶官房门就一通乱打乱砸 用种方式发泄着心里的怒火 蒋鱼的卧室 就云瑶的斜对面 听到云瑶房里 乒乒乓乓的动静 非但觉得烦 反而很闲情意志地哼起了调 郭海 34岁 政府机关做科长 发期几年难产而死 西凉女儿 何贵生 28岁 牧学当老师 谈几次对象 指家里老娘强悍破妇 几对象都吓跑了 J 巴尔曹德权 42岁 做贸易生意的 面两人都死了 爱喝酒 脾气也好 茶馆里 媒婆将三选的资料 一一摆讲于面 蒋鱼随意地翻了翻 问 纸歇 没别的了 媒婆还以为 蒋鱼贤三的条件好 盲解释 云 也别怪说话难听 家闺女外头 名声难听住呢 稍微条件好一点的 一听到您闺女的名字 就直摇头 三还好容易才找的事实 蒋鱼贤三男的条件好 而觉得好了 暗的意思 直接把女儿嫁给黄昭 让女儿滚回穷山沟里 一辈子苦日子最好 西 丈夫云世贤会同意的 只能给女儿找能为家里 带利益的夫嫁 第一家信郭的呢 愿意五百块的彩礼 外加三斤 但一条件 您家闺女必须得给国家 生两儿子 第二家呢 家没结婚 也年轻 但嫌您家闺女名声好听 只愿意二百块彩礼 见蒋鱼脸 并未流露半分月 媒婆紧接住 又说起最后一 说实的 姓曹的配您闺女年纪了点 但钱啊 家说了 愿意两千块的彩礼 也您编给陪嫁 您闺女嫁就想轻浮的父 蒋鱼拖着巴 私存了片刻 最后选了第三 就吧 虽然年龄了点 但本事又实力 一定能让家瑶好日子的事实 蒋鱼早就圈子里听闻姓曹的为 钱真钱 却家暴的臭毛病 据说两人的死都跟拖了前戏 媒婆连生父 云的眼光那肯定好的 那边就给家回话了 急 事宜说了算 还得回家跟家里商量一 两只内给答复 行 那就等住云的好消息了 媒婆笑成了一朵花儿 云家曹家都头脸的家 门清事成了 得红包钱会少 第495章云瑶和原家翻脸 云家 发泄完怒火的云瑶逐渐冷静下来 开始绞尽脑汁的思索新的计策 从他栽赃云末偷金手镯开始 一直到现在 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 他几乎可以认定 云末身上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古怪和秘密 接到云瑶的电话时 原家正在为儿子邵一案的是头疼 邵夫人那笔三千块的账 他前两天已经送过去了 这笔钱对他而言 不算多但也不少 这些年被靠着邵家 他也积攒下了不少的人脉和资产 照理说是不需要区区三千块而忧心 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他仗助邵一案这个儿子得到了颇天富贵 却邵一案偏是个不成器的 整天惹是生非 他整天不是给儿子擦屁股善后 就是各方打电 导致这么多年的经营下来 他手上都没攒到什么钱 加上邵一案生活奢靡 挥金如金 邵家那边每个月给的一千生活费 都不够邵一案灵花用 钱都还是小事 让原家头疼的 是儿子现在叛逆不服管教 再这样下去 儿子什么猴年马月 才得以住进邵家大院啊 原家心情本就极差 听到云瑶那边又没把事情办好 当即就火大的将云瑶臭骂了一通 云小姐 当初你是怎么跟我姓氏淡淡保证的 我也真是昏了头 你跟云墨斗了这么久 多屡战屡败 我居然还信了你这个手下败将的鬼话 以为你真的有能力替我解决他 云小姐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合作正式结束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听着电话那端嘟嘟的盲音 云瑶气的抄起电话 就狠狠地往地上砸 电话机砸在地上 发出啪啦的巨响 把刚进门的蒋玉吓了一大跳 看出地上被摔得四分五裂的电话 再看看长辰的脸色 蒋玉难得地没有生气 只是轻撩淡写地让保姆 换上一台新的 云瑶跟蒋玉早已没有母女情可言 看到蒋玉回家 她转身就走 却被蒋玉伸手给拦了下来 正好你在家 我有事跟你说 在云瑶狐疑的目光中 蒋玉笑着将包里的资料递了过去 云瑶接过去一看 脸色顿时更阴沉了 云瑶越生气 蒋玉脸上的笑容就越灿烂 这三个都是我精挑细选的 不嫌弃你名声坏又没了清白之身 还愿意娶你的俊杰 你好好挑挑云瑶将手里的资料 发狠丝成碎片 重重朝蒋玉扔过去 我的事不需要你插手 蒋玉不在意地将头上和身上的碎纸片扶去 我也不想管你的事 但这是你爸的意思 以你现在的成绩 大学肯定是考不上了 不如趁着年轻给你找个好婆家 这样下半辈子也算有了依靠 我不管是你们谁的意思 但你们休想决定我的人生 就算我上不了大学 我也有的是手段生存 我的本事你是知道的 别把我惹急了 否则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你跟我料狠话没用 你知道你爸的性格 他决定的是 没人能改变得了蒋玉表面不动声色 但内心还是很忌惮 长女的阴狠毒辣 他已经失去了小女儿 唯一的儿子不能再出任何闪失 这也是他执意要把儿子云聪 送去国外念书的最主要原因 云瑶怎么也没想到 他前脚才刚帮公司 拿到了王石的投资款 转过头 云士贤居然就想把他卖了 简直是过河拆桥 欺人太甚 可他敢对蒋玉发脾气 却不敢去云士贤面前闹 因为云士贤手里 还捏着他毒杀云欢的证据和录音 小瑶 刚走出家门 就看到拦住自己去路的黄昭 云瑶心里的怒火 简直快冲到了天灵盖 参加高考必须回到户籍地 前段他就从省城 回到了江市这边的高中备考 黄昭也不知从哪收到的风声 隔三差五就来云家找他纠缠 小瑶 这都一个多月了 你跟你爸说了没有啊 他什么时候把我调到公司去当管事啊 表哥 人贵有自知之明 你自己有几分本事 心里就没点数吗 我爸公司里的员工 最低也是高中毕业 你连小学都没念完 合同上的字都认不全 你进了公司能干什么 听到这话黄昭顿时就急了 小瑶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答应了我的 只要我帮你把事情办好 你就让你爸调我到公司当管事 工钱还给翻一倍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云瑶冷笑 我就是出而反而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黄昭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家子 在打什么主意 也不撒抛尿照照自己 不自量力的废物 你最好滚原点 别再让我看到你 否则我分分钟让你卷铺盖滚回安市 黄昭没想到云瑶说翻脸就翻脸 一时间也气得不清 你 你好 小瑶 既然你无情就别怪我无意 我这就去找姑姑和云墨 把你打听原家的事统统都告诉他们 云瑶没心紧咒 他虽然跟原家已经闹翻了 却也不想云墨跟生父相认 现在的云墨就这么难对付了 要是身后再多了一个他惹不起的大靠山 那自己以后哪还有好日子过 黄昭 你站住 你还叫我干什么 你不是让我鬼远点吗 为了稳住黄昭 云瑶故作气恼地撒娇道 表哥 你是猪吗 不知道女人气头上说的都是反话吗 黄昭果然吃这一套 当即就关心起云瑶来 谁惹你生气了 云瑶把家里要强行将他嫁人的事讲了 他们嘴上说是为了我好 实际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 那三个对象 一个为了要儿子逼死了发妻 一个家里有个母业差的老娘 还有一个年纪比我爸还大 打死了两人老婆 这样的人家 我真嫁过去了 怎么可能有好日子过 一听到云家要把云瑶嫁人 黄昭也有些急了 他千里迢迢而来 可不就是奔着云家上门女婿来的 要是云瑶嫁了人 那他的算盘岂不是落了空 逍遥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 我自己都快烦死了 你还跑来烦我 表哥 我是气急了才说了那些不好听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第496章到底谁才是谁的手下败奖 此正好午饭点 云瑶把黄昭带了附近一家民地餐厅 两了一包间 又点了一桌好菜 边吃边谈 表哥 工作的事确实对齐 巴娜 什么事都看利益 一没文凭 二没本事 说什么也肯把安排进公司的听到话 黄昭心都凉了半截 瑶 那怎么办啊 总能一辈子工地钱吧 那能什么西啊 云瑶给黄昭倒了一杯啤酒 表哥 也别急 其实帮物色了另外一份好工作 一听话 黄昭顿转优为喜 什么好工作啊 样 认识一老板 北方那边开了好几枚窑 须找几靠的看住 相当于监工听到北方 黄昭顿没了兴趣 行行 远了 听说北方冷了 东零时几度呢 冻死了兜 云瑶白一眼 以为北方就怕冷吗 东屋里二十四都烧暖气的 住里面就跟春一样暖 知门的后才穿袄子 见黄昭还满脸的乐意 云瑶又 想就算了 多的求着都求到机会呢 黄昭半信半疑 那 那一月能拿到多少工钱啊 一月一百 包吃包住 到了年底老板还给发红包 最少也二百块 黄昭金的倒吸一口凉气 包吃包住 一月一百块 一年怎么也能攒千把块钱了 看黄昭的心动 云瑶眼底一闪而冷笑 表哥 好好考虑一把 尽快给答复 那边缺缺的紧 就找别了黄昭瑶咬牙 忽然一把攥住云瑶的手 瑶 知对的心思的 跟爸说说 招作门女婿吧 云瑶强忍住厌恶 故作为难地说 表哥 爸为力图 一没钱 二没本事的 肯定看 表哥 真心为了好 乐北方好好前两年 攒点钱以后自己做生意 等了钱当了老板 什么样的女媒 云瑶的一番劝道 黄昭最终答应北方失事 云瑶的动作很快 当晚就买好了车票 把黄昭送了火车 临走 黄昭本想给家里打电话 却被云瑶三言两语给阻止了 表哥 等到了地方 安顿好了再跟家里报信吧 也免得二舅担心 黄昭觉得云瑶说得对 便打消了打电话的念头 决心等北方混了名头 到一并把爸妈接打公正 幻想多美好 现实就多残酷 此的黄昭做梦都会想到 他的光明 而一条归路 北方的确很多梅瑶场 但更多的黑梅瑶场 摆脱了黄昭的纠缠 云瑶的心情 也并没好多少 当晚回到家 直接找到云士贤谈判 留家里 应该比价 所能带的利益更更多吧 听到云瑶的话 云士贤当即就笑了 瑶啊 真的很聪明 云瑶冷住脸没吭声 云士贤也在掩饰自己的意图 听到风声 省里准备东郊规划新工业园区 项目狠 单凭自己肯定吃的 但代表能分一杯羹 懂得意思吧 想让马儿跑 就得让马儿吃饱的礼 您肯定比更懂云士贤 皮笑肉笑的 事成之后 项目会派根共同负责 也就说 等项目拿到 已从老少有水 从书房后 看到客厅里的蒋鱼 云瑶勾着唇走 妈 真多谢了 迎着蒋鱼狐一的眼神 云瑶笑得格外灿烂 推一把 也会想到跟爸谈判 爸已经答应了 一项目交给负责说着 云瑶忽然面色阴狠地压低声音 跟那只会死读书的儿子比起 女儿用多了 本事能力更手段 江家会落入谁手 还一定呢 最好惹火 否则别怪将给母子容身之地 蒋鱼器的脸色发青 云瑶却心情愉悦地起身了楼 等官房门 云瑶脸的笑意顿消失得前前进进 云士闲边虽然了关 却无法对原家的那句手败将耿耿于怀 云瑶 等住瞧 看看到底谁猜谁的手败将 阿踢阿踢 连打两喷嚏 云瑶一边揉着鼻子 一边放手的笔 夜袭的事件已经凉了 两 表面若无其事 心里却一直保持着警惕戒备 以应对随能线的各种意外或者危险 学习的压力 加精神的高度紧绷 用一颗成年的灵魂 以及淋泉水补充身体状愤 估计都用敌手就倒了 样办法 更让心情欲造的 快半月的尖了 邵明知那边却一直没动静 的信仿佛石尘海 确定邵明知还没看到信 还看到了 但却想理会 或者还没考虑好 怎么面对黄之秋 这倒也罢了 如果后两者 那对此极为的利 犹豫就代表权衡利弊 二十年露水情缘的乡女 二十年朝夕相处的结发妻子 多数都会选后者吧 第二 云墨抽空找了趟许丽学 想从许丽学那里 多了解一些 关少明知的情况 许丽学除了知少明知 少父的儿子之外 其一概之 云墨只好又打给文庆生 管少明知还原家 文庆生都说没听两名字 让云墨百思得其解 少明知原家 一帝的京城 易京城生活了近二十年 两口子少家再没存感 再低调显 也至于连名字都没听吧 第497章毕业礼物 管少明知看到了信 还没看到 云墨心里都非常清醒 靠谁都如靠矣 为了自身黄之丘的安全 必须采取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首先通谢里南从省城 聘请了实名专业的保镖 二十四随身护卫 黄之丘的深安全 其次 让许丽学安排手 全方位监视云摇的动向 间一晃就到了7月5号 云墨所的高三年级学校的最后一 同样也云墨凌川的结婚纪念日 为了纪念日 凌川案准备了半月 云墨脚一门 凌川后脚就把寄放 隔壁罗爷家的鲜花气球 拿回了家 开始布置场地 黄之丘临江也跟住一块帮忙 学校里的云墨 并置家里面正为 凌川的结婚纪念日忙碌 此的郑辰静与同桌好友 即将分别的伤感 班会课结束后 班的同学都拿毕业纪念册 相互签名留念 与此同 班的少男女同学 都收到了自艺性的书信礼物 唯独云墨卸侠的桌兜 空空如眼 云墨已婚的身份 三早已尽皆知 何况半年 凌川风雨无阻的学校 接放学 夫妻感情恩爱 目共睹 思想感情相对保守的年代 就算男同学 对云墨抱好感 或者什么心思 也敢表露 至于谢霞 的优秀高冷 以及寻常难以企及的家世 同样造就了的高攀 云墨拖着腮 看周围女同学 脸红耳热的 拆看信件的羞涩模样 心里有的发振振感慨 后悔了 正感慨着 耳畔传谢霞言语的询问 云墨扭头 后悔什么 谢霞冲着云墨视线的方向 扬了扬眉 后悔结婚走 为一棵树 湿了一整片茂密的森林 眉啊 眉那一脸生的叹气 云墨轻笑 只感叹青春的美好而已 说完 云墨促霞地朝对方眨了眨眼 霞姐 献什么心情 谢霞似笑非笑地溺住 心情非常错 算实相 也免得多费唇舌拒绝 还真凭实力单身呢 说完 云墨从桌兜里摸一只包装精美的盒子 塞到谢霞手里 还好准备了 那 提送给的毕业礼物 谢霞些惊讶 惊讶又透着几分隐秘的欢喜 谢谢的礼物 很喜欢看谢霞直接把东西放进了背包里 云墨故意逗 都没拆开看就说喜欢 也敷衍了吧 管什么都喜欢因为送的 云墨鸣嘴一乐 好吧 那回家慢慢拆 想应该会喜欢的摁顿了顿 谢霞主动说 也给准备了毕业礼物 准备高考结束再给的云墨一的点点头 好的呀 等高考完再给好了两聊了一会 杨慧英拿着毕业纪念册 小兮兮的凑了 云墨 霞姐 帮签名 好云墨接纪念册 龙飞凤舞的写助辅语 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 趁谢霞写纪念册的后 云墨从桌兜里 拿另一份包装筒的盒子 递给杨慧英 慧英 送给的毕业礼物 杨慧英受宠若惊 谢谢 还没给准备毕业礼物 本想等高考完再买的 没关系 准备好了再给也一样 问一旁的谢霞收回目光 脸原本收到礼物的笑容 却淡了少 等杨慧英捧着礼物纪念册离开后 谢霞惊意地问起云墨 准备了很多份毕业礼物吗 没啊 就跟杨慧英 还方方 则 竟然还依 谢霞的脸色更淡了一些 但云墨却并未注意到 还自顾自地说住 很气的 方方 慧英 还霞姐 三都的同桌 所以只给三准备了毕业礼物 说完 云墨又凑到谢霞耳边 声解释 比起慧英 霞姐方方都最好的朋友 所以的礼物也挑得比慧英那份更用心 用心挑两份礼物 真辛苦了 怎么听着点酸呢 云墨眨了眨眼 醋霞 霞姐 吃醋了 谢霞轻喝一声 云墨笑着挽住胳膊 哎呀 虽然跟认识的间断 但心里的位置跟方方一样重的 如果两桶落水 一定会把桶就起的 谢谢 会游泳 行吧 自作多情了 见郁闷的撅嘴 谢霞忍住勾了唇 傻子 什么 谢霞的声音很低 班又很吵闹 以至于云墨并未听清 没什么 考完试打算做什么 赚钱 买房子 谢霞邪腻 房子了吗 云墨摇头 准备京城买 再说了 谁会嫌房子多啊 准备京城多买几套 就当成投资了 以后房价肯定会涨的 霞姐 钱也买吧 反正为二十年 三十年内 房价都只会涨回跌的 谢霞若所思 五拍完毕业合照 家各自回教室 收拾书本准备回家 书本多众 少都喊了家长接 云墨也例外 接的黄之秋 看到黄之秋 云墨既高兴有些奇怪 妈 凌川怎么没啊 送货了 云墨也没想多 只看着几落书本 歇范愁 旧书本子沉得很 一落骑马十斤 凌川的话 一只手就能拎两落 黄之秋 一次最多拎一落 算了 多跑两趟吧 正想着 谢霞忽然拎起座的 一落旧书 别发愣了 车子面 宋秋一回 云墨好奇地跑一看 发现教学楼 停着好几辆车 骑就谢家的 则 前就为所欲为啊 平歇车都进校门的 云墨愉快地把自己的东西 全部搬谢家轿车的后备箱 第498章 少林回国 车子很快停四合院门外的巷子里 谢姐 金谢谢了 改家里吃饭 以往 黄之秋一定会热情地邀请谢霞进家里做作 金道歇反常 谢霞笑着点了点头 帮云墨把后备箱的东西放到门口台阶就走了 墨墨 忘了带钥匙 开门 好云墨摸钥匙 打开锁头 推开门 盾被院里的布置 金的愣住 从进门口一直到院子里 沿路用红玫瑰摆一条一米宽的花茎 一直延伸到院子如 红玫瑰被剪了全部的枝叶根茎 只剩鲜艳欲滴的花关 看着就像从地面长得一样 院子里已经摆好铺着米白桌布的长桌 长桌鲜花 水果 蛋糕 四周飘着星形的气球 墨墨 快进吧 林多准备依了听到深厚的提醒声 云墨一世转头 就对黄之秋满笑意祝福的笑脸 金跟林家好好劫 店里 晚吃饭再回 黄之秋说完就门 云墨忙脸热地叮嘱 妈 心一点治疗保镖 云墨倒也担心黄之秋的安危 关好门 转身走到院子秧 随手从长桌的花瓶里抽一朵红玫瑰 放鼻尖轻轻嗅住 媳妇 觉得不知怎么样 望着南景章透住心意的脸庞 云墨用手里的花对方额头敲了 还错 谁的主意 谢霞增方邦一块响的 难怪金总觉得谢霞看的眼神些奇怪 云墨将玫瑰花折断 别耳间 随即朝住男伸手 礼物呢 林川从衣兜里摸一枚红宝石的戒指 戒指的戒圈纯金的 纤细而肃静 戒面镶嵌住一枚一克拉左右的新型红宝石 黄金搭配红宝石的款式点俗气 但放年代 样的一枚红宝戒指 却已足够耀眼夺目 让绝多数的女头羡慕的目光 云墨将戒指还给了林川 随即对方姐的目光 伸了自己的左手 帮戴好眼瞧着男把戒指网纸套 云墨连忙晃动了无名指 戴根 啊 哦 瞧着男手忙脚乱的样子 云墨忍住调侃 买戒指的后 售货员没告诉戴哪只手吗 说了 紧张了 记错了 什么好紧张的 又结婚帮把戒指戴好后 林川才敢开口说话 怕喜欢云墨举住左手左看右看 脸露满意的笑意 觉得挺好的 款式剪洁器 红宝的橙色也错 挑的 笨看喜欢 林川的眸也又流露温柔笑容 欣赏完手的戒指 云墨手心一番 手赫然也一枚男款的戒指 云墨买的戒指同样纯金的 活口的条形戒 戒面雕刻住简单的花纹 记上方又很日常 事实 云墨原本准备的一枚薄金男戒 后无意间看到难买红宝石戒指的发票 才又重新买了一枚黄金的 亲眼看着无名指被套冰冷的戒指 林川整惊喜交集 媳妇也给买了戒指 云墨帮调整了一戒圈 一边回 别的 当然也简单一句话 就像什么种子心里生了根 发了牙 长成谁也能撼动的餐具术 林川胸口长得很满 满的热意慢慢涌眼眶 又被强行压 男的手指指节长 戴条形的戒指一点也显笨重 反而很显气质 好了 可是自己在调节衣 刚刚好 谢谢媳妇 余墨将两都带着戒指的手 放到一块笔了笔 随即故作凶巴巴警告 把戒指弄丢了 会给不买的林川连忙 会弄丢 保证 那就好看低头打亮手的 红宝石戒指 林川忽然开口说 媳妇 担心 这戒指弄丢了 会给买新的 仅会给媳妇买新的 还买很多很多 让媳妇换着戴 媳妇的手指们好看 戴戒指就更好看了 听到男的话 云墨忍住而热地反驳 乌鸦嘴 能能说点吉利的 真弄丢了 那也被说得 林川眼神宠溺的望主 也反驳 交换了礼物 后面就吃饭缓解 菜品准备得很丰盛 细节和 糖醋排骨 盐烤虾 也煎牛排水果沙拉 都云墨爱吃的 吃饱喝足 林川又拿起的拍礼机相机 为自家媳妇拍了少丹照 以及两个合照 对于云墨而言 生的第一结婚周年日 还算得温馨而圆满 第二 7月6号 一早云墨就起了 因为金看考场 而千里之外的京城机场 国事茶业务粤鱼的少林 也终于乘坐国际航班 回到了京城 回少家院的车 少林问起儿子少爷安的近况 梁宽简单汇报后 随即又提了两句 为辅之打电话的那事 听到到少家找自己 少林并未放心 回到少家 稍作休憩后 少林便拎着 从国外带回的礼物了兰居 兰居边 院的食厅里 已经摆好了 极简单口的家常菜 少夫站食厅的栏杆 平栏欣赏食厅旁的一株 两米多高的菊瓣茉莉 庭院悠悠 暗香浮动 还妈会养花 一般重瓣茉莉 长到一米就算到顶了 妈养的猪 到年年见长 听到儿子熟悉的声音 少夫回头 算到差多点 饭菜都让摆好了 作罢 还家里的饭菜和口味 尝了口酱肉丝后 少林忍住发感慨 少夫往往里 加了一块蟹黄豆腐 和口味就多吃两口 每次门都受一圈回 既然外面好以后 就早点回家 少林笑着点头 妈说的少夫撑一眼 嘴到答应得快 到寄星 您的话哪敢寄星 诺 您知念叨的羊兰红茶 亲自原产地买的 兼允许 就留当地亲自采摘 晒钱 揉碾 发酵 亲手给您治两罐 是独一无二的红茶 已是孝心 少夫被儿子的话 逗得笑了 就凭 也别说什么 亲手之茶了 空多回 陪吃两顿饭都错了 两顿哪够 怎么也得好几顿 七 就会说 每次说的比畅的好听 一顿简单的午饭 母子俩的调侃声 愉快地结束 陪少夫品 从国外带回的红茶后 少林起身 回自己院子 少夫送 对了 回给递了一封书信净 给放书房了 空看看吧 好 知了晚约了众的客户谈试 少林原本打算 回自己院子午睡一会 调整插养精蓄锐 一应对晚的应酬 等躺床后 却怎么也睡着 脑子里面总忍住 想少夫说的那封信 福书 卫福应声到房门外 先生 您叫 把断肩夫放书房的信拿一 第499章连夜去江市 卫福很快将信送往 看住信封捐秀工整的 少明之先生 清起姬凯字 少林同少夫一样 心里莫赞了生好字 撕开封口 拿里面薄薄的信纸 见信请回 是伤 落款 您女儿 亲生的 落款的方 以电话号码 看清信内容 少林第一反应 食之以鼻 除了原家意外 莫多年从没亲近任何女 哪的女儿 莫搞恶作剧 莫就别用心 少林将信纸装回信封 随手扔到一边 躺到床开始午休 午三点 少林午睡起 渐渐还早 便换了一身便装了 书房准备处理 一段间积攒的文件 少林书房后 保姆进少林的房间做整理 捡到被扔的的信 将她交到了卫夫手里 卫夫人 姓武从书房拿的那封 一眼拿准主意 便书房请示少林 先生 信怎么处理 扔了吧 少林原本心里面想的 看到卫夫手里的信 话说口的却 给吧 倒看看 到底什么样的骗子 竟敢自称轻女儿 手指信纸卷秀 却又是风骨的字迹符 少林拿起书桌的电话 嘟 嘟 肩仿佛被一双魔术手拉长了 短短几秒的等待音 却显得格外漫长 甚至电话被接起的刹那 少林的心口莫名抖动了音 知幻觉还错觉 少林竟然觉得 电话那头的声音 透住令心计的熟悉 喂 请问哪位 等了两秒没听到回应 电话那头的黄之秋 再一次的发询问 少林倾壳一声回神 按照信的号码打的 姓少短短的一句 让黄之秋呆住 手里的话筒险些脱落 与记忆几乎没分别的声线 以及对方的自曝加门 都让确定 以及肯定对方的身份 黄之秋张口想说什么 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 堵住了似的 发声音 嘟嘟嘟 听着电话被挂断的盲音 少林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立即又重播了 零 电话铃声 弃而舍得响起 一遍又一遍 黄之秋坐旁边 却没接的意思 妈 怎么接电话 直到院里刺弄花草的 云墨踏进堂屋 黄之秋才如梦方醒般的回神 啊 默默 找得虽然觉得 黄之秋的神情些奇怪 但云墨也没多想 伸手将电话接了起 喂 哪位 少林一就听次接电话的 与刚才同 声音温软柔甜 带着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一边脑海回响 哪听声音 一边定神开口 好 姓少云墨愣了愣 亦是朝一旁的黄之秋啊 黄之秋正经微坐椅子 脸色镇定自若 但相互攥紧的手指 却暴露了内心的真实情绪 找写信的 听到电话那端的说话声 云墨直接回答 信写的云墨方方的承认 少林反倒歇之该从何问起 京城吧 见一面 没空 考试顿了顿 余墨又说 驻江市城南区国姓路28号 对信里的事感兴趣 已找以少林的身份地位 就连母亲少夫都没对如此客气 却生起气 反而忍住解释起自己僵尸的原因 断尖工作很忙 赞走开 哦 那就等忙完了再说吧 没别的是挂了少林 还没等想好说什么 电话就真的被挂断了 少林举住盲音段的话筒 发了好议会呆 才忍住哑然失笑 头 云墨挂了电话后 虽然黄之秋什么也没问 但欲言幼稚的眼神 却足以说明一切 说盲 没见 让黄之秋嘴唇射动了片刻才生 墨墨 已经长了 自己拿主意就好 娜娜 见见吗 见见的都没什么区别 区别 就算误会 那也得把误会说开了 妈 难想带着心结一直到老啊 想想吧 剑也献黄之秋虽然性格温柔 但本身并优柔寡断的 女儿的劝说 心里对见少民之事也少了一些抵触 另一头 少林心里虽然因为与 莫母女短暂的通话而掀起了连衣 但也并没十方寸 看最近一段间的行程表 让助理将僵尸的日期安排了月底 晚 谈完公事 与客户闲聊间 得知明高考的日子 少林原本沉静的心却怎么也安静了 没空 考试 脑海总反复回想起电话里女孩说的话 令忍住想 说的考试高考吗 作为新附属 少林的心烟 梁宽自然看眼里的 等送走客户后 梁宽关心的提议 也 看您点累了 如今晚就酒店边休息一晚吧 少林仿佛没听到班 眉眼沉静地看向车窗外 梁宽转头向司机吩咐 回愿少林显为之的习惯 那就从包括少氏齐的任意一家酒店流宿 因此 每次少林外地或者国外 梁宽都会提安排好私住宅 一路 看少林沉着脸一言发 梁宽心眠忐忑 爷 看您心绪佳 一关心心切忘了您的忌讳 您高兴骂都行 别气坏了自的身体 少林心里想着事情 根本没注意听梁宽说什么 梁宽 机场梁宽先吩咐了司机转机场 随即才转头询问少林 爷 您接机嘛 安排一 H省梁宽一脸掩饰住的惊讶 现吗 多么晚了 机场已经没航班了 没航班就安排包机 那简单的事还交吗 第五百章 妇女见面 少林虽然身份显赫 但行事作风却向沉稳低调 向包机中高调的刑 还首次 肯定特别十万火急的事 司机此 梁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以最快的速度 办好了包机的一应手续 然后 飞机顺利起飞 飞机 梁宽好奇又安地询问少林 躺H省什么急事 却只得到了少林的一句 过躁 梁宽自闭了 此的少林 内心也并如表面的平静 其实也说清 为什么飞后僵尸 明明手头很多重的是代办 重的误会剑 美妆美剑 都比那素未谋面的 自称女儿的骗子重得多 内心却仿佛一声音听的催促 那种迫切而又强烈的 想做一件事的骨欠旺 缓二十年 一生 名利财富全是 些是争相追逐的东西 欲而言却唾首得 也导致了性格寡淡 很难任何事能引起的兴趣 而现 心里却再次燃起了一种 名为好奇的火焰 飞机到达H省省城机场 已经后半夜了 因为行程突然 行住宿都没事先安排 最后少林城坐好友安排的轿车 离开的机场 也 您想哪休息 鉴于少林住酒店的习惯 全国各省城都置办私住宅 H省边因为很少 房子也没提收拾 住期肯定舒服 倒如相熟的朋友 那借住一晚 但欲 还得看少林的心情 将是看住漆黑的车窗外 少林并未因为熬夜赶路 而感到疲倦 反而内心涌动着 无法言语的兴奋激动 也 事情再紧也得顾着身体 您刚回国 差都还没倒 再彻底棉修的 恐怕身体会吃消多事 让舅 嫌累舅车 自己梁宽当即赶再劝 再劝就被赶车了 一早 院子里就飞一只喜鹊 落几月才中的早树之鸭 直直叉叉地叫 呀 喜鹊叫好兆头呢 地媚精肯定能考一好成绩 林将看住喜鹊乐呵呵地说 于墨虽然觉得自己的成绩好坏 会跟一只麻雀观 但喜鹊自古就被认作祥瑞 很难让心情变好 高考九点开始 于墨的考场员的六 距离四合院四公里左右 林川跟邓家借了摩托车 骑摩托车最多十分钟就能到 八点半门也得急 但为了避免路遇到突发状况 云墨还特意提早了半门 肩很充沛 林川一把车速放慢 以保证安全 旧摩托车使四合院所的像 准备右转进入主城街 只从哪冒几 抬着自制单架床的年男女 正正往林川的摩托车撞 哎哟 撞死了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 抬单架床的摔作一团 单架床砸了地 一身形勾楼瘦弱的老 从单架床滚到路肩 耳鼻冒险 失神 突如其的变故 发生短短的一瞬 就连云墨都被惊得些回神 妈 醒醒 妈 怎么了 撞死了妈 把话说清楚 谁也别想走 几分做两波 一波将老抬到摩托车头 另一波则将云墨临川 以及摩托车团团围住 看住两波分工明确 反映灵敏的驾驶 云墨忽然明白了什么 意识地朝住围观的群望 意外地 看到了云瑶那张得意又阴险的脸 云墨 刺死定了 意识到一场针对而精心设计的局后 云墨反而暗松了口气 局就破解之法 但如果真撞死了才难办 毕竟 没什么能够弥补一条命 但又得说 云瑶选的间接点让很被动 管老的死因什么 了交通事故 凌川都必须留交涉 离考时间直到五十分钟了 墨墨 先考场考试 离交给解决凌川将护身后 以防止那些拉扯到 云瑶特意挑后 精心设了样一局 怎么能让轻易地脱身离开 就算能走也会扔一走了之 对于而言 高考一样重 一定带着一起京城的 凌川 扶好摩托车 别让把车搞坏了 看住周围越举越多的围观群 云墨一边跟凌川声说着 一边思索着对策 车坏了就坏了吧 经得考试更重 听到难充满焦急懊恼的话气 云墨忍住吗 笨蛋 车坏了一会 还怎么送考场了 凌川没再说话 神情间充满沮丧懊悔 早知就该骑车的 哪怕背着媳妇走路 会估计都快到了 凌川越想越后悔 媳妇 先送考场 等进了考场再回 云墨恨的往南头狠狠敲衣 傻傻 重情况走了 那就肇事逃逸 判刑的 凌川脸露错愕惊慌 知 媳妇 错了 行了 好好待着 别想东想西的 万一今年没考成 明年再考也一样的 料多等一年 都急急什么说完 云墨也没再管南什么心情 指着地的老喊 哎呀 老的手动了 还没死 献送医院还得急 听到云墨的惊呼 围观群顿旗刷刷潮的 躺着的老看 唯独那几闹似的 听到云墨说老还活着 居然一点反应都没 甚至都没往老的方向看一眼 观察到细节 云墨已确定两件事 第一 老几的亲妈 燃几的态度 浑没冷漠 第二 老应该早就死了 所以几才会对的话 无动于衷 就云墨揣摩几根老的关系 远处的少林 梁宽也看 僵尸的主城街并宽敞 交通事故加围观的群 将条街给彻底的堵死了 车子开 少林只能车步行 结果一车就看到了 身陷困境 却依旧镇顶沉着 曾经一面支援的姑娘 第501章原来是她 竟然是她 梁宽也认出了云墨 不仅认出了云墨 还一眼就看出了 那几个人是纯心碰� 正常人 遇到这种事 第一时间都是关心自家老太太 住几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医治 而这几个人却只顾住演戏 嘴上为老太太的死哭天喊地 可却任由老太太像垃圾似的摆在地上 不管不顾 爷 您跟这位姑娘倒是挺有缘的 之前在安市才见过一回 来了这僵尸 居然又见到了 要不是这趟僵尸来得突然 不在少林原定的行程表中 梁宽都忍不住怀疑对方 是不是故意的了 毕竟她家老板的身份地位摆在那 主动凑上前套进呼 刷野员的可太多了 是挺有缘的少林眉眼含笑 目光柔和地注视着少女秀美的脸庞 其实在看到小姑娘的那一刹那 昨天电话里感受到的那股熟悉感 顿时就有了注入 原来是她 竟然是她 虽然觉得匪夷所思 但她心里却莫名对她有一种信任 相信她写的那封信 不是无地放逝 身为心腹 梁宽自然能看出自家老板 对小姑娘的喜欢和欣赏 爷 既然这么有缘 那咱们要不要帮她一把 她不需要 爷 当下的情况对这位姑娘 可是极大的不利 少林笑意淡了两分 你在质疑我看人的眼光 梁宽连忙摇头 我可不敢嘴上不敢 心里却不一定没这么想 说到这 少林倒是想起一件事来 梁宽 把之前再安示 她跟你说过的话 一字不差地再说一次 虽然心里纳闷 但梁宽还是将当日 与余莫的对话复述了一遍 安示 亲女儿 如果之前心里 只是有一些模糊的猜测 那么现在 少林心里的疑问和困惑 基本算是有了答案 所以 二十年前的那晚 她并没有因为多喝了两杯 而认错人 比起被欺骗的愤怒 少林心里更多的 缺失庆幸和喜悦 以及解脱 那件事发生之后 她一度自我怀疑和唾弃 甚至不愿意再入住 任何一家酒店 少林不知不觉 陷入了过往的回忆当中 而云莫和林川 却还在被碰瓷的几人纠缠不休 我妈被你们的车撞的 流了那么多血 肯定是活不成了 活不活得成 该由医生说了算 说着 云莫转头 招呼围观的人群 麻烦大家帮忙叫辆车来 我们送老太太去医院 看云莫执意要送老太太去医院 其中一个碰瓷的大妈 就第一座开始哭天抹地 妈 你死得好惨啊 你安心地去吧 我们哪怕是豁出命 也一定会让撞你的人血债血长的 云莫直接拆台 都说了人还没死呢 这回去医院说不定 还来得及 另一个碰瓷的指住云莫大骂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按的什么心思 是想趁我们去医院的路上 好跑路吧 我家就在旁边的巷子里 这里应该有接铃四方 都认识我们 就算是跑得了和尚 也跑不了庙的 放心吧 等去了医院 该我们负责的 我们一定负责到底 周围有人附和 这我可以作证 云小姐家 就住我们家斜对面 人两口子性格很好的 为人热心又大方 人家那房子只一万多块呢 总不能连房子都不要了吧 我记得没错的话 云小姐今天高考吧 人家住几区考试呢 也不是故意撞你们的 有什么话好好说呗 拉拉扯扯的 做什么云莫和林川 在周围的人员不错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 都在替两人说话 可碰瓷的人纯心找茬 哪会听这些好话 你们认识的 当然帮助说话 反正今天我把话撂着了 要么拿出五万块钱来 要么就给我老娘 长命于莫和林川 还没反应 周围人已经炸开了锅 五万块 你们想钱想疯了吧 我看你们是 纯心讹诈的吧 这老太太 一看身体就不大好 估计本来就不行了 赔个千儿八百的顶天了 我刚才就在这 看得清清楚楚楚 是你们抬着老太太 往人家车头上撞的 杀 原来是故意碰瓷的 难怪不肯去医院呢 呸 你们这种魅住良心 吃人血馒头的 也不怕将来遭报应 这年头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 也才两三百块 这几个碰瓷的张口就要五万 可不引起了周围人群的公愤 这帮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蠢货 混在人群中 看热闹的云摇 气得脸色发青 他的目的不是为钱 而是阻止云末参加考试 因此 事先他再三叮嘱了那几个人 咬死只要云末和凌川尝命 千万不能提钱 一来 提了钱 事故的性质就变了 很容易被人拿捏住画饼 二来 他担心云末真舍地花钱解决 那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 可没想到 这几个碰瓷不仅提了钱 还狮子大开口地要五万 大好的场面都被这几个人的 节外生枝弄得被动起来 好在 他还有别的准备 在他的事宜下 另外几个假装看热闹的演员派上了用场 话也不能这么说 小姑娘赶着去考试 人家也赶着送老太太去医院呢 大清早地出门 谁不住急忙慌的 你们这些因为彼此相熟 就帮着睁眼说瞎话的人 才是要遭报应的 就算这里双方都有责任 小姑娘的摩托车撞死老太太 这可是事实 抵赖不了的 谁抵赖了 人家说了的 该负责的会负责到底 人被撞了不赶紧送医院制 反倒是在这拉拉扯扯 我看他们这几个儿女的 怕是巴不得老太太出事 好甩掉包袱 趁机额一笔大财呢 没错 刚小姑娘都说了 老太太还得有救 我看他们没一个管老太太死活的 生出这么几个不孝不义的玩意儿 真是作孽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一时场翻了天 虽然场面并不如云瑶预期的发展 但看到距离九点 只剩下不到二十分钟时 她脸上还是露出了得意的笑 云莫 缺考一门 我看你还怎么上大学 几点了 听到少林问 梁宽连忙看了看手表 八点四十五了 爷弟五百零二章清爹 能不面善吗 听到这话 少林微微皱了皱眉 只有十五分钟了 也不知道敢不敢得及 爷 您是约了人吗 要不我先陪您过去 不是我 是她顺着自家老板关切的目光 看到被围在人群的那张秀眉脸庞 梁宽恍然反应过来 对哦 今天七月七号 是全国统一高考的日子 爷 再这么纠缠下去 小姑娘怕是要耽误高考了 少林没说话 但脸色却少见的泛着一丝冷意 爷 高考可是终身大事 要不我们 话还没说完 少林就已经抬脚朝着人群走去 梁宽连忙事意深厚的保镖跟上 五万 我替这位姑娘出了大家正吵的不可开交 凭空冒出这么一句话 所有人都像是被掐住了咽喉 现场一片激进 趁着场面安静下来 梁宽逝时接过话 你们谁跟我去银行提钱 所有人看少林和梁宽的眼神 就像在看两个精神病 看到少林的瞬间 云末是大感意外的 可当目光与对方接触上的那一刹那 他脑海中有什么念头呼之欲出 果然是他 难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觉得对方很面善 亲爹 能不面善吗 怎么不说话了 不是说 只要给五万今天这事就解决了吗 这钱我替他们出了 你们派个人跟我的助理去银行取钱吧 少林的话 如同冷水滴进了热油锅里 所有人都占了 五万 妈爷 怕是一辈子不吃不喝 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吧 这是打哪来的傻缺 穿得倒是整整齐齐的 也不像脑子有毛病的啊 就连碰瓷的那几个人也都傻眼了 不敢置信地瞪住少林和梁宽 五万 你们真的啃给五万 少林没理对方 只是以梁宽去交涉 他则转头 朝着对自己的出现 并不太惊讶的云墨温和一笑 这里交给我的人处理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送你去考场 媳妇 这位是 面对一个儒雅金贵又英俊的男人 对自家媳妇示好 林川怎么可能不生出紧张和敌意 他下意识地用自己高大的身躯 挡住对方看自家媳妇的目光 少林却对着林川皱眉 你喊他什么 媳妇 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 林川故意提高了音量 像是一只宣誓主权的雄性权类 少林儒雅俊逸的脸庞 均裂开了道道裂纹 眼神中有震惊 错愕 以及一丝韵怒 小姑娘才多大 居然就嫁人了 云墨没空去调节温絮俩的敌对 她现在脑子里也挺乱的 既要思考怎么解决当下的麻烦 又要面对可能是她生父的少林 还有即将开始的高考 公安来了 正在这时 不知谁喊了一声 云墨纷乱的思绪也终于清明了下来 少林也很快恢复了理智和冷静 绕过林川对云墨说道 我的车就停在外面 我先送你去考试 这里留给他们去处理 云墨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 五分钟 我能解决少林虽然不理解 也不赞同云墨的行为 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可能是被少林展示出来的超能力所震慑 面对公安的询问 几个碰瓷的人倒是没了之前的一份填膺 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领头模样的中年男人对公安说道 那两个小夫妻骑摩托车撞死了我们老娘 他们说愿意拿五万块出来补偿我们五万的数目 让公安也惊了一惊 放在现在的话 约等于一千万的冲击力 其中一名公安不可思议地询问云墨和林川 你们当真愿意拿出五万块来补偿他们 云墨看住几个碰瓷的人 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断然摇头 我不愿意 公安同志 你们来得正好 我要告他们敲诈勒索 听了云墨的话 几个碰瓷的顿时级的跳脚 你们刚才明明说了愿意拿五万块出来的 大家都听到的 你倒打一耙 是你们骑摩托车撞死了我们老娘 你要是不肯拿五万块出来就一命尝一命 云墨一脸莫名 我什么时候说过愿意拿五万块出来做补偿这种话 是他说的 领头的人指着少林 那你们找他去啊 找我干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几个碰瓷的人顿时齐刷刷地看向少林 我吹牛地说着 少林朝着两名公安淡然轻笑 公安同志 吹牛不犯法吧 公安倾咳了下 笨 不犯法几个碰瓷的人傻眼了 围观人群却沸腾了 好家伙 搞半天原来是在吹牛 还以为真遇到个人傻钱多的大傻X呢 你说什么 你吹牛的 似乎是无法接受到嘴的鸭子又飞走了的残酷现实 领头的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少林坦然点头 嗯 我吹牛的 公安同志说了 吹牛不犯法 谁关心你吹牛犯不犯法了 他关心的是那五万块钱好不好 他们原本就是被被雇佣来找云墨麻烦的 对方先付了一百块的定金 试成之后 每人还能再拿二百块 加起来就是三百块 一天挣的钱比得上他们一年的收入了 因此 他们格外卖力 是要把事情办好 可没想到 中途冒出一个少林 开口就要给他们五万块 那可是整整五万啊 不是五百 也不是五千 五个人评分 每个人都能拿一万 一万可以在老家修仪状两层的小洋楼 还能买一辆摩托车 哥谁不心动 他们都打定好主意假戏真做 紧紧抱住这块从天而降的大馅饼 结果现在告诉他们是假的 啪 钱没了 你们和起伙来戏耍我们 今天这事没完 碰瓷的几个人也是恼羞成怒了 眼神凶狠地瞪住云墨和少林三人 云墨会怕 他淡然和手道 没错 今天这事的确不会这么轻松 就结束得了 说着 他借着背包的掩饰 摸用医用橡胶手套和口套戴上 随即走到老太太面前 蹲下来 掀起老太太的衣袖和裤腿 你想干什么 碰瓷的几个人想冲过来 把云墨推开 被凌川和少林的保镖及时挡住 简单看过老太太的手臂和脚踝后 云墨起身 用在场所有人都能听见的音量说道 老太太早就死了 而且死亡时间超过12个小时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场面再度陷入混乱 第503章将计就计 云摇被抓 比起围观群众的惊讶声和议论声 几个碰瓷的人就显得激动多了 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一般大声叫嚷 你当你是大夫啊 张口就来 别以为你这么说就能够逃脱罪责 我们老娘就是被你们撞死的 你们两个杀人犯 公安同志 你们可都为我们做主啊 不能让他们两个凶手逍遥法外 留住几个碰瓷的人上蹿下跳 云墨不慌不忙地脱下手套 转头又把脸凑到凌川面前 帮我把口罩摘了 摁凌川抬起双手 动作温柔地捏住口罩的挂带 将口罩从云墨脸上摘了下来 云墨用口罩将手套裹好 用挂带绑了死结 小心地交给凌川 你拿的袋子装好 你会拿去扔了 好看住两人轻易低语的模样 少林垂在身侧的手忍不住握了我 整理好了自己 云墨朝人群中的云瑶勾了下唇 看看 你找的人不行啊 面对云墨无声的挑衅 云瑶的脸阴郁地仿佛结了冰 云墨没理会云瑶恨不得杀人的眼神 转身看向几个碰瓷的人 你们不用这么大声 省点力气 等到了公安局有的是机会说话 说着 云墨又对公安解释理由 我刚才看过了 老太太身上已经出现了石斑 而且石斑已经呈扩散状态 这代表老太太死亡 已经超过12个小时以上 关于这点 你们可以向刑侦人员或者法医 进行确认云墨又看向那几个碰瓷的人 你们读书少 可能不知道 有一种职业叫法医 专业的法医不仅可以鉴定出死者的死亡时间 还能找出死亡的真正原因 我跟你们相撞不超过一个小时 怎么导致老太太死亡超过12个小时 碰瓷的人没料到云墨 只是看了一眼 就判断出了老太太的死亡时间 一时间不免惊慌失措 你 你少在这胡扯 我妈就是被你们撞死的 你休想抵赖 见对方死鸭子嘴硬 云墨也懒得多费唇舌 最多两分钟 他必须要走 否则再晚就可能进不了考场了 公安同志 像他们这种 用一具死尸对我们进行敲诈勒索 且数额特别巨大的 会怎么量刑 不等公安说话 梁宽就抢先开口扑法 根据我国最新刑法规定 敲诈勒索数额巨大的 将会判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若钱一听到要坐牢 碰瓷的几个人脸色刷得全白了 云墨指着几人 声色俱利 公安同志 他们几个人行事老练 配合默契 应该是惯犯了 请把他们抓起来严厉审讯 说不定还能牵出更多的案子来 看出几人仓皇失色的反应 公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们几个跟我们去所里 好好交代清楚你们前过的事 见情况不对 有两个人忽然转身想跑 结果被少林和云墨的保镖 狠狠撂翻在地上 公安趁机掏出手铐 将要逃跑的两人考上 其他几个人 手脚发软地看住这一幕 吓得瑟瑟发抖 公安同志 我们错了 饶过我们吧 我们以后不敢了 是啊 我们都是进城打工的乡下人 什么都不懂 我们不是故意要犯法的 云墨趁机对住几人大声说道 我跟你们素不相识 无冤无仇 你们不找别人 偏偏找上我 是不是受人指使 几人面面相去 一时都没有作声 倒不是他们讲一起 而是云墨事先说了 如果事情败露 只要他们不共出背后之人 每个人照样能拿到 剩下的两百块酬劳 此时的人群中 云墨神色慌乱地 想要逃离这危险之地 可身体却被左右两侧的保镖死死牵制住 云墨朝奋力挣扎的云墨看过去 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你说了 云墨终于意识到 他再次造了云墨的道 徐力学的人 24小时监视着云墨的动向 云墨又怎么会不知道云墨的算计 云墨想过避开 等高考结束再跟云墨慢慢算账 可最终还是决定兵行险招 趁这次机会 一举将云墨送进大牢 就连老太太的尸体 也是云墨也是实现找法医看过 得到了确切的死亡时间和死因 要不是时间紧迫 云墨真想多欣赏一会云墨的狼狈之想 你们不肯说出主谋 那么所有的罪责 就只能由你们自己承担 保守估计 每人至少要多判二到三年 你们不会以为 你们损失的只有这两三年的收入吧 一旦留了暗底 不仅会影响你们将来的工作和生活 还会影响子女的前途 却你们好好想清楚 区区一点小钱 是不是值得你们葬送自己的一生 断送子女的前程 云墨的一番话直击要害 几个人再也绷不住了 是他 是他指使的我们 对 就是他 他给我们每人三百块钱 这老太太的尸体也是他找来的 随着大家的指认 保镖配合地将云墨压出人群 云墨当然不会承认 一边挣扎 一边大声否认 放开我 我不认识他们 是他 是他联合他们故意栽赃陷害我 则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云墨凑到云墨面前 用只有两个人听见的音量说道 别再徒劳挣扎了 没用的 你跟他们见面交易的照片 谈话的录音 我都已经交到公安局了 你逃脱不了的 仿若晴天霹雳当头砸下 云墨停止了挣扎 一脸牙子欲裂地瞪住云墨 你故意设计我 云墨微微一笑 这话不对 我只是凑巧窒息了你的算计 将计就计而已 怎么样 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痛吗 云墨还想说什么 手腕上忽然传来沁骨良意 低头一看 赫然是一副赠量的手铐 不 不对 不该是这样的 他一定是在做梦 无数唾弃和鄙夷的目光 仿佛交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将他牢牢困住 宣杂的谩骂声和公安的言斥 就在耳边 可他却什么也听不清 恍惚间 他好像回到了前世 他失手错杀丈夫 被公安带走的那天 第504章亲自送他进考场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想杀他的 是他先打我 我要是不还手 他肯定会把我打死的 我是被逼的 他在说什么 疯了吧 谁打他了 哎呀 说不定就是个疯子 不然能潜出这种事 竟然偷到别人的尸体 来敲诈勒索 简直没人性 老太太的家人要是知道 怕不得起疯了 呸 年纪轻轻的 心思不用在正途上 居然使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也不知是父母是怎么当的 我跟你说窝 这姑娘我认识 你们还记得 之前成男友户有钱 人家抱错了女儿那是吧 就是她 她就是那个 被丢在乡下 养了18年的云家亲生的女儿 好像是叫云瑶 原来是她 这心肠也太黑了 不用怀疑 揭露云瑶身份的人 自然是云墨事先安排的 这些都是以前云瑶惯用的伎俩 她只不过是抄作业照搬而已 只可惜 云墨没办法亲眼欣赏 云瑶被公安带走的画面 她得赶着去考试 临船留下来 协助公安处理后续的事情 云墨则坐上了少林的车 赶往考场 别担心 时间还来得及 你一定能顺利地参加考试的车上 见她微抿着嘴角不说话 少林语气温和地安慰到 云墨并不担心 虽然距离9点只剩下5分钟了 但高考试可以允许有15分钟的迟到 只要她在9点15分之前 赶到考场就来得及 她只是有些不大习惯 跟父亲这个角色的人相处 上辈子她虽然出身顶级豪门 从小富贵无忧 但家族却有一个致命的遗传基因病 在她还不满三岁的时候 父亲就因为这种遗传病去世了 而她也不幸地遗传到了这个病 从小体弱多病 甚至被断定活不过10岁 为了保她健康平安 家里花了很大的代价 为她寻到一枚护身的古玉佩 后来 她无意间激活了古玉佩中的灵权空间 靠着灵权 她无病无灾 平安健康地活到了24岁 却最终没能躲过车祸 来到了这里 虽然时间不多 但也足够她她该问的事情问清楚 您是少明之 是 那为什么你的助理告诉我 你的名字是两个字 因为她蠢连打了三个喷嚏的梁宽 一边揉鼻子 一边暗自嘀咕 是谁在想她了 不等于莫再往下追问 少林就主动交代起自己的身世 我本名叫少林 明知是老太爷在世时为我取的字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字就很少用了 外人都只知道我少林的本名 云墨并没有太意外 其实她早该想到的 方便跟我说说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嘛 听到少林的询问 云墨开口道 我叫云墨 白云的云 茉莉花的墨 我妈是黄之秋 您应该认识的少林盲不迭点头 云墨继续说道 她19年前生下我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我被抱错到了云家 在云家生活了18年 去年才和她相认 刚才那个 就是跟我抱错的云家真千金 因为抱错这事 她对我一直敌意很深 多番针对和算计 不过这次应该是她最后一次蹦打了 记明了立场的同时 又趁机告了状 这股聪慧机智的劲 让少林很是喜欢 她的女儿就该这样 不卑不亢 落落大方 云墨摸出一根棉签 在口腔里面刮了刮 随即又扯了两根头发 跟棉签一块用纸巾包起来 塞到少林手上 说多无意 你先去做亲子鉴定吧 等结果出来了 我们再谈云墨的话刚说完 车子也停了下来 到考场门口了 拉开车门的瞬间 云墨又想到什么 转头对少林严肃说道 还有 麻烦管好你太太 少林错了 足足有三秒才反应过来 我妹太太 云墨皱了皱眉 刚想说什么 却被车门外的谢霞给打断了 墨墨 下车 霞姐 你怎么还在这 云墨惊讶地看了看手表 已经九点八分了 谢霞拉着她 快步往考场大门走去 笔和准考证都带了吗 嗯 都带了 霞姐 你不会是特意在等我吧 见谢霞沉默 云墨忍不住道 霞姐 你不该等我的 万一我没来呢 听到这话 谢霞这才转头看她 你路上遇到什么事了 云墨虽然爱请假 但平时上学一向准时准点 从不迟到早退 没道理今天高考反而迟到了 是遇到一点麻烦 不过已经解决了文言 谢霞也没再追问 对于两人的迟到 考场老师倒是没多说什么 检查过两人的准考证 和随身物品就放行了 两人虽然在同一考场 但考试却是不同的方向 霞姐 加油呀 看住笑意盈盈 冲着自己挥手的云墨 谢霞忍不住上前一步 轻轻将人抱住 突出其来的亲密 让云墨有些呆肉目击 谢霞很快就松开了她 并微笑地揉了揉她的头 默默 好好考试 嗯 你也是亲眼看到云墨走进考试后 谢霞转身朝住考场外走去 同学 你怎么又出来了 虽然云墨顺利进了考场 但少林并不放心 因此守在考场外并没有离开 等看到从里面出来的谢霞 她忍不住下车询问 谢霞不动声色地打量住少林 请问您是 我是云墨的父亲 经过两次短暂的相处 她已经按下决定 不管小姑娘是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都会把小姑娘当成女儿一样去照顾 当不成生父 她就做义父 得知少林的身份 饶食一项冷淡的谢霞 都忍不住面露诧异 叔叔您好 我姓谢 是默默的好友兼同桌 默默她已经进考试参加高考了 听到云墨已经进了考试 少林暗松了口气 那谢同学你呢 你不参加高考吗 我是特意来送默默进考场的 抱歉 叔叔 不能跟您多聊了 我11点的国际航班 现在必须走了 少林恍然 需要我让司机送你去机场吗 谢谢您的好意 我家人已经安排好了车 叔叔 再见 再见 祝你一路顺风目送谢霞坐车离开后 少林也很快回到车上 吩咐司机开车离开 第505章默默 你很讨厌我吗 派出所里 少林坐在所长办公室沙发的主位上 几个僵尸有分量的领导人 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侧 少先生 您请放心 案件我们已经交给了 事理办案能力最强的同志 保证三天之内 将案子调查的水落 拾出案子的事 有劳万局费心了应该的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侦办违法犯罪活动 这些都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将是能有万局这样有责任 有担当 的领导人 是百姓之福 少先生过奖了 像少先生这样有才有志 大慈善大家 才更值得我们敬仰和佩服 双方正你来我往的商业寒暄住 外面忽然有人进来凑到派出所的所长耳边 小声说着什么 还不等少林表态 万局就主动开了口 有什么话不能大大方方的说 你是防住我呢 还是防住谁呢 所长吓了一跳 连忙解释道 是云家 他们找了律师过来 想要保释云摇 听到是云家的人来了 万局下意识 朝少林那边看了一眼 像碰瓷这样的小案子 不管是少林还是他这个局长 都犯不上亲自出面 可少林不仅亲自出面了 话里话外都透着 为云家养女撑腰的架势 将是谁又不知道 云家和养女早就翻脸决裂了 他要是给了云家面子 岂不是跟少林作对 他怕是不想混了 才会钱这种傻事 保释什么 案件都还没调查清楚 人要是被放出去出了问题 谁负责 去告诉云家的人 这件案子特殊 在案情明朗前不予保释 明白 我这就去对于万局的醒目 少林表示很满意 天气这么热 为了侦破案件 而奋斗一线公安同志们 最辛苦的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 忠诚履职 无私奉献 才有了国民的安稳生活 为了表示我的敬意 我个人出资 为整个江市公安人员的 办公区域 以及宿舍楼免费安装 两台吊扇 如果是房间面积大的 两台不够就四台 具体的你们 与我助理协商就好 我就不打扰大家的工作了 几个领导人 没想到少林如此大手笑 当即纷纷起身感谢 少先生 太谢谢您了 不瞒您说 局里经费一直紧张 好多同志 白天累死累活 晚上却热得睡不住觉 我这当领导 很是惭愧啊 我替江市全体公安同志们 谢谢少先生的慷慨捐赠 估摸着考试快结束了 少林起身告辞 几个领导人一路把他送到车上才停步 爷 我们现在去哪 去江市六中 梁宽感到奇怪 正想问去学校做什么 忽然就想到今天是高考 江市的几个中学都是考场之一 爷 您该不会是特意去接云姑娘的吧 少林淡扫助理一眼 有问题 梁宽表示不能理解 爷 虽说您与云小姐有缘 但您帮的也太多了 您行踪一向低调 这次却为了云小姐的事大张旗鼓 还捐了好几千台吊扇 不知道的 还以为您跟云小姐有什么占轻代故呢 这个年代一台吊扇的价格在60到80之间 去平均值70 5000台就要35万 35万对于自家老板虽然不算什么 但也实在不必为一个只有两面之缘的小姑娘 做到这个地步 梁宽 我在 爷 从这个月开始 你的奖金扣一半 梁宽立马转过头 因为动作太快 还差点闪了脖子 爷 我哪做错了 你好好想想之后的一路上 梁宽都没有再说过话 而是绞尽脑汁的反省 自己到底是哪件事没做好 少林一下车 就看到了等在考场门口的林川 林川同样也看到了他 翁旭俩隔着不短的距离 摇摇对望了片刻 林川在从梁宽口中 得知少林的姓氏后 基本就猜到了少林的身份 少先生 您是来等默默的吗 默默 第一次听到女儿的小名 少林忍不住在唇齿间 细细品味了一番 嗯 好名字 少林打亮林川的目光 透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和挑衅 你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 目前在做什么工作 林川将自己的个人情况 如实介绍了一番 听完 少林心里只觉得赌得慌 他倒不是嫌弃林川的出身 而是对单纯云墨嫁人这是不满 可偏偏这件事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他当初谨慎一点 不那么草率地姓了原家 如果女儿在他身边长大 受他精心呵护和养育 一切都将不一样 他当初怎么就 鬼迷心窍地姓了原家呢 你和默默 你们结婚有多久了 刚好一年 这个答案让少林心里又是一个 可这已经是发生的事实 他就算把林川痛给一顿 也改变不了什么 不过 女儿虽然一年早婚 但精气神不错 看起来过得还算幸福 也只能这样想 才能让少林心里稍微感到一丝慰藉 看在林川对女儿还可以的份上 少林决定对对方宽容一点 接下来 少林又问了林川不少问题 借以了解女儿更多的情况 11点20分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 考场陆续有考生出来 林川和少林也逐渐停止了闲聊 双双眼也不眨地看住每一位走出考场的考生 默默 看到并肩朝自己快步走来的翁絮两人 云墨微微移了 离考试结束还有几分钟 你提前交卷了 题都答完了嘛 林川是知道自家喜福实力的 知道云墨提前交卷肯定是有把握 但少林不知道啊 看云墨提前出了考场 噼里啪啦就是一顿问 也不知道是不是血脉使然 虽然觉得少林有点啰嗦 但云墨内心却并不觉得厌烦 嗯 都答了 听到他的回答 少林脸上不由露出笑意 那就好 云墨定了定神 您怎么还在这 少林脸上的笑意微微僵住 默默 你很讨厌我吗 一个40岁出头的中年男人 居然做出委屈巴巴的表情 而他竟然觉得不违和 要命了 我下车前给你的东西 我以为你会先去省城做鉴定 听了他的解释 少林瞬间转备为喜 没有任何事由你的考试重要 我很担心你会被早上的事影响发挥 而且 那个东西我已经扔了第506章 他说你是我女儿 那你就一定是 为什么 得知少林将做亲子鉴定的材料扔了 云墨无法不感到诧异 正在这时 我的考试正式结束 大量的考生洪水式的涌出考场 少林和林川都不约而同的张毕 将云墨团团互助 墨墨 我们车在说 好不好 这里的确不是说话的地方 云墨点点头 跟住少林朝不远处的轿车走去 把云墨护送出浪潮般的人群后 林川停住了脚 墨墨 你跟少先生坐车吧 我骑摩托车跟在你们后面 那你小心点 嗯 看两人依依不舍的 少林忍住心酸 转头问梁宽 你会骑摩托车吗 会的 爷 那你骑摩托车 跟在我们后面 梁宽 就这样 林川跟住云墨 一块坐在少林的轿车里 而西装阁里的梁宽 则骑着半星不救的五阳一二五 跟在轿车后头 吃尾气 车 少林告诉云墨 他扔掉鉴定材料的缘由 墨墨 我相信你妈的为人和品行 她说你是我女儿 那你就一定是 不需要做鉴定 这个解释听着还算顺耳 也让云墨对少林这个扎爹 印象有所改观 墨墨 很抱歉 我到现在才知道你的存在 我很愧对你和你母亲这些话 你还是亲口跟我妈说吧 他人就在僵尸 听到黄之秋在僵尸 少林忍不住愣了愣神 墨墨 你妈 她这些年过得还好吗 云墨似笑非笑 您觉得呢 她 没嫁人吗 未婚先孕 又带着一个脱油瓶 怎么嫁 少林的那无言 神色有吃惊 也有意外 我以为 我听袁家说 她说的都是屁话 她都敢冒名顶替我妈 跟着你跑去京城 还有什么谎是不能撒的 听到少林提及袁家 云墨心里就没来由的一阵火 少林神色狼狈又惭愧 没错 是我的问题 我以为自己在不清醒的情况下 做了糊涂事 又听她说 你妈回乡嫁了人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我当初选择面对 而不是逃避 今天的一切都将是另外一种场景 这些话你还是留着跟我妈说吧 跟我说没用 好 我会跟你妈好好谈的 说话间 轿车停在了四合院的门口 这就是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吗 看住眼前的四合院 少林既好奇 又危感安慰 房子虽然有点旧 但环境看住还行 这侧面代表女儿生活的不算太差 嗯 从云家出来后 我就搬到了这里住 先进去吧 我妈估计已经煮好午饭了 剑少林面炉七代 云墨毫不留情的泼冷水道 不过应该没煮你的份 没事 我饭量不大 听着对方一副略带讨好的语气 生怕进不了门的模样 云墨心里安安好笑 多你一张嘴倒是没什么 但你的助理他们呢 正好 梁宽骑着摩托车 满头大汗的停在几人面前 事实证明 穿西装是真的不适合骑摩托车 只见梁宽灰头土脸的 西装皱了 扎在裤腰里的衬衫下摆 也掉了出来 用发蜡竖得一丝不苟的发型 此时就像张牙舞爪的倒茶 云墨当即就没忍住地笑出了声 不用照镜子 梁宽也清楚自己的形象有多狼狈 他停好摩托车后 目光忧远地瞅住自家老板 爷 您消气了吧 梁宽以为 少林让他骑摩托车 是因为他做错了事而惩罚他 少林指了指云墨 你问他云墨收住笑意 有些纳闷地看住两人 梁宽同样是一脸困惑和茫然 这跟云小姐有什么关系 云墨忽然反应过来 少林应该是在未早 他在车质问梁宽当初误导他一事 而特意折腾梁宽来为他出气 其实吧 这事也怪不到梁宽 看在梁宽那一头倒茶般的发型 云墨大放一笑 梁助理 我原谅你了梁宽两头雾水 不过没人给他解释 林川打开了院门 云墨抬脚往门里走 少林下意识跟 梁宽见了 也跟在少林身后准备一块进去 可刚走了两步就被少林挡住了 你别进来了 爷 为什么 里面没你的饭 中午你们自己找个地方解决吧 说完 就毫不留情将院门给关了 梁宽看住近在咫尺的门板 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保镖不忍直视的前提醒 梁助理 您要不要先找个地方洗漱一下 梁宽看住保镖 我现在的样子 很丑吗 有一点点 说实话 丑爆了 跟非洲难民似的 不怪少先生不带您进去做客 实在太丢人了 院内 少林关四合院的院门 一转身 顿时被吓了一跳 五六只镖匪体壮的大白鹅 将它团团围住 嘎嘎直叫 不远处的两只黑白大狗 则养着狗头 不停地嗷呜嗷呜 少双被鹅鸣狗叫的热闹场景 惊得好半天 回不过神 大白二白 别闹 嘎嘎 大白二白领住呆呆 和果果几个乖乖退到一边 歪着头目不转睛地打量少林 似乎在好奇 你是谁啊 少林却被大白鹅们的训练有素 再次惊讶到 默默 他们都是你养的 愣云墨指住大白二白介绍 个头最大的那只叫大白 他旁边的是二白 他们俩是其他几只白鹅的爹妈 都是我养的宠物 随着云墨的话音落下 大白二白附和般地叫了两声 少林 他们听得懂你的话 云墨还没来得及开口 大白二白倒是率先嘎嘎叫唤了起来 瞧不起谁呢 你是干嘛的 少林还以为大白二白在跟他打招呼 朝他们笑着挥手 你们好大白二白对尸一眼 这人还行 挺有礼貌的 要是没空手门就更好了 嗷呜嗷呜 不远处被拴在狗舌前的大乖二乖 不甘心肺叫起来 等于墨和少林都转头看过来后 两只哈士奇疯狂原地旋转跳跃 就像吃了血脉一样停不下来 还有我们呢 快介绍我们 他们是大乖二乖 左边带蓝色项圈是大乖 右边带粉色项圈的是二乖 少林笑着点头 他们挺活泼的第507章好久不见 两只哈士奇满意地停止了转圈 两条大尾巴快摇成了两股龙卷风 鸡腿 牛肉 火腿肠 都是我们爱吃的 可惜 少林根本听不懂狗语 还以为两只狗是在欢迎他 默默 你养的这些小家伙 都挺热情地在云莫警告的眼神下 两只哈士奇安静下来 大乖歪住狗头 用黑白分明的眼珠子盯着少林瞧 二乖趴在的 头大拉在两只前爪 大乖 的 又白激动了一回 这人是个蠢的 二乖 哎 好想吃鸡腿 谁给我鸡腿吃 我管他叫爸爸 少林并不知道蠢汉们的心思 而是将注意力转到了院子里的其他人身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粉雕玉珠的小女孩 少林先是一愣 随即吃惊地指住凌春花 默默 她是 我侄女 凌春花原来是侄女啊 少林拍了拍胸口 对女儿似笑非笑的眼神 一时有些善善 于莫宠溺地揉了揉凌春花脑袋 您想什么呢 我今年还不到二十岁 生不出这么大的女儿也是 不过也不能怪他 女儿一年早婚仪式带给她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以至于看到女儿家里有小娃娃 第一反应是这会不会是她的小外孙 少林的情绪稳定下来 一转眼 对了一张熟悉的温婉脸庞 语人依旧是记忆中熟悉的美眼 只是少了少女时期的青涩稚嫩 多了成熟知性的风云 岁月不败美人 韶华不负流年 少林脑忽然就觉得 这句话很适合眼前人 她前两步 伸出手 知秋 好久不见了黄知秋好一会 才伸出手与对方握住 很快又松开 客气一笑 二十年了 没想到还能见面时啊 少林忍不住感叹 目光忍不住细细打亮她的脸 都二十年了 你却没什么变化 黄知秋勾了勾耳边的碎法 你说笑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 怎么可能没有变化说完 不等少林开口就又说道 进屋里坐吧 少林点点头 目光又落到凌江深 有了先前林春花的乌龙 少林这次没敢再乱家揣测 这位是 这是我大哥林江 春花就是她的女儿 听到林川的介绍 少林恍然 随即主动伸手 跟林江握手寒暄 这个举动在于莫以及林家人看来 一点也不出奇 可若是被京城那些层社会名流 和企业家们看到了 怕是眼珠子都要惊掉 京城少家 真正的名门望族 而身为少家的家主 少林无论走都哪 都是被争相巴结 讨好凤银的那位 多少人因为跟少林说一句话 而振奋窃喜 要是能跟少林握手 那都够吹三年了 林家大哥 你好 我姓少 是默默的父亲 林江从头到尾 都不知道云莫找生父一事 更不知道少林的存在 此刻看住从天而降 自称是云莫父亲的少林 整个人都是猛的 你好 你好 欢迎你来家里做客 说完又意识到不对 急忙改口 是欢迎你回家 这里是弟妹的家 也是你的家 请屋里坐 我给你们泡茶去 少林握住林江的手 都是自家人 不用客套 吃饭吧 我饿了听到云莫的话 林江也连忙道 对对对 吃饭吃饭 我去端菜 穿子 你也来帮把手 弟妹 亲家母 你们领少先生 不 领亲家公进屋里 坐亲家公几个字 让少林心情一荡 目光不由自主 朝黄之秋望过去 但却只看到 黄之秋的一个背影 背影也好看 真奇怪 都二十年了 女儿都这么大了 身形居然还和刚认识 那会一样鲜瘦 是天生的 还是这些年吃了太多苦头 所以才会这么瘦弱 心里揣着小心思 也不妨碍少林 打亮眼前的宅院 四合院的内部环境布置 倒是比想象的漂亮雅致 不大的庭院内 有小池塘 有蒸汽豆艳的花卉 也有枝叶茂密的果木 处处透着生活的气息和温馨 正屋的饭桌 已经摆好了两道凉菜 以及一盆绿豆汤 天热 喝碗绿豆汤吧 等少林落座后 黄之秋成了半碗绿豆汤 放到他面前 多谢黄之秋没说什么 转头又给女儿咬了一碗 默默 早烤得怎么样 鱼默低头喝了一口绿豆汤 汤是温热的 放了陈皮提味 又加入了莲子 百合和冰糖一起熬煮 既生经止渴又开胃 鱼默连喝了两大口 才放下碗 挺好的 提都打完了 作文发挥的也不错 应该能一百四十 嗨嗨嗨 黄之秋还没来得及高兴 倒是一旁的少林 被枪得直咳嗽 见母女俩都看自己 少林忙摆手 我 咳 没事 嗨嗨 黄之秋无声叹气 我去给你倒杯水进来 等黄之秋起身出去后 少林迫不及待地 拉住云末询问 默默 嗨嗨 你刚才说你嗨嗨 语文能拿到一百四十分 是真的吗 看少林咳得厉害 云末下意识抬手 想替他拍一拍背 手抬到一半又收了回去 转而端起绿豆汤喝起来 差不多吧 少林并未注意到云末的小动作 看他的眼神中既有自豪 又有点小忧怨 默默 你没告诉我你成绩这么优异 嗨嗨 你也没问 还很难受吗 好多了 嗨嗨其实他早已经不咳了 但他发现他一咳 就能得到女儿关心的目光 是我的错 是我对你了解的太少了 嗨嗨 默默 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和机会 让我多了解你 嗨嗨 云末一向吃软不吃硬 要是少林也像云士贤 是那种强硬霸道的性格 他分分钟将人踹开八百米远 可偏偏 少林在他面前很能放低身段 极尽讨好 百般迁就 可以说是把他拿捏得很死 即便知道对方是故意的 他也毫无办法 恩看住少林眉开眼笑的温润模样 云莫忍不住好奇 您平时也这样的吗 默默 我是个性格随和的人 我很好说话的 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提 我一定会倾尽所能去帮你达成 我暂时没什么需求他想要的 他都能靠自己的能力绊倒 可看见少林脸显而易见的失望和失落神情时 他又不免心里易软 以后有需要 我会开口的少林脸的失落顿时一扫而空 脸也重新有了光彩 一言为定第508章妇女口味一样 正说住 林春花捧着一杯水规规矩矩地放到少林面前 我老爷 喝水听到林春花的称呼 少林的笑容有一次僵硬 这些年 他一直截然独身 时间过得快 他也不觉得自己老了 可突然之间 他多了一个女儿 还有了女婿 还有这么个已经长到他大腿出的职外孙女 他好像忽然之间就老了 你叫春花是吧 谢谢你 不客气 现在的林春花相比起去年变化很大 五官常态的不少 眉眼灵动 面如玉盘 笑起来就像一朵花儿似的 漂亮又惹人怜爱 少林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 你几岁了 七岁了 无 学了吗 九月份就一年级林江端住蔡进来 看到少林和女儿在聊天 脸顿时露着笑 小孩子家家的什么都不懂 庆家公可别见怪 少林笑道 不会 春花很懂事 也很有礼貌 宁可别夸他 一会他尾巴翘天去了 林江的话刚说完 就得到了女儿的一个瞪眼 你才有尾巴呢 林江宠溺地往他脑后标拍了下 当着博老爷的面 别没规没举的 去厨房端菜 知道了 你别老摸我的头 让庆家公见笑了 女儿家嘛 还是活泼一点可爱 看着林春花气鼓鼓的背影 少林脸忍不住流露出羡慕 他家默默像这么大的时候 肯定比现在更可爱吧 哎 可惜他这辈子是没机会见到了 今天是云末高考的重要日子 饭菜做的比平时要丰盛一些 三荤三素 外加一道丝瓜煎蛋汤 其实原本荤菜是两道的 因为少林的到来 林川又加炒了一道农家炒腊肉 其他菜少林都吃得少 只浅尝了一口 却唯独偏爱番茄炒蛋和糖醋排骨 就连林江都忍不住问道 庆家公 您喜欢吃甜口的菜啊 少林咽下嘴里的食物 又放下筷子才回道 是 我从小口味就偏甜 哎呀 那你这口味倒是跟弟妹一样 弟妹也爱吃甜的 你们不愧是妇女啊 听到云末也爱甜口 少林有些惊喜 末末 你也喜欢吃甜口的菜 笨云末看了眼少林 又看了看黄之秋 他刚还以为 少林是吃出了番茄炒蛋和糖醋排骨 是黄之秋的手艺 才可进的家住吃 搞半天是因为口味的原因 他不清楚原主的口味是什么 反正他辈子的口味就偏甜 到了这里也还是照旧 云末下午还要考试 吃过饭就回屋休息去了 林江收拾碗筷和厨房 黄之秋和林川则在堂屋里 陪着少林喝茶 林川不是没眼力见的人 看出少林跟黄之秋有话要说 很快就借口忙工作 起身去了库房那边 糖屋和云末的卧室一墙之隔 担心会影响女儿休息 黄之秋将少林带去了女儿的书房 这是默默的书房 见少林好奇的四处打量 黄之秋开口解释道 去那边茶几作吧 好比起一般女生书房的温馨可爱 云末的书房看起来更像是一间办公室 正中是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 书桌后是一整面墙的博古架 架子摆放的书籍不多 反而更多的是各种文件 资料以及几件装饰摆件 以书桌为中心 左边摆放着茶几和椅子 看起来像是会客区 右边则摆放着画架和绘画工具 颜料之类 少林走到画架前 驻足欣赏起画架未完成的一幅素描图 知秋这是默默画的 默默平时喜欢画画 这是他前几天画的设计草稿 还没画完少林有些惊诧 默默在学设计 也不是我们开了的竹编厂 默默没事的时候 就会画一些设计草图出来 现在厂里接的礼盒订单 都是默默一手设计的 听黄知秋这么一说 少林这才发现 画纸的素描图是一只竹编的礼盒 观看完书房 少林跟住黄知秋来到茶几旁落座 望着对方闲尽秀丽的侧脸 少林心中不免无限感慨和唏嘘 知秋 你应该早点带着默默来找我呢 你知道我的为人 我不知道黄知秋打断他 那双与云末相似的信念 平静无波地望住他 我从乡下回去招待所 所有人都告诉我 你带原家走了 我以为我遇人不输 我恨过你 也怨过你 但随着默默的出生 我就顾不愿和恨了 每天只想着怎么把他养大 给他多找一口吃的 让他穿得暖和一点 直到 看住黄知秋忽然毫无预兆地流下泪水 少林有些慌乱地摸出手帕递过去 黄知秋没接他的手帕 只是反手用手背将脸的泪轻轻抹了 当我知道辛苦抚养了18年的女儿 原来不是我亲生的 她甚至没留只字半句就跑回了亲生家庭 我感觉我的天都他了 那段时间 我既恨我自己 也恨你 更恨老天爷对我不恭 让我经受了这么多的坎坷和苦难 可后来 默默回来了 看到他的第一眼 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他一点也不怪我弄丢了他 又懂事又孝顺又体贴 比离家出走的养女好一千倍一万倍 我特别感激老天 谢谢他把默默送回我的身边 从那个时候 我就决定放下心结 也决定原谅你和过去 因为默默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 比起你带给我的痛和恨多的多 人不会什么都有 也不会什么都没有 我有默默一个女儿就够了 所以 明知 我不恨你 也不怪你处在少林这个位置和身份 见惯了尔虞我诈 同样也看透了人性 可他知道 黄之秋说的这番话是发自肺腑 没有一丝掺甲 少林无法不动容 向来温润却不失透彻的眼眸 沁润出水光 知秋 你还跟以前一样 特别善良 内心却坚韧固执 其实来之前我设想过 如果你当初不那么固执要强 如果你一开始就答应我和我回京城 我们之间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但就在刚才 我发现我的想法大错特错 你就是你 当初也正是你的这些特质 才吸引了我的目光 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虽然那不是我的本意 但我会尽我所能弥补你 同时 我也很感谢你生下默默 把他抚养长大 我也是当父亲的人 知道教养好子女有多难 你很了不起一句 我也是当父亲的人 令黄之秋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不等他开口询问 少林就主动交代起来 之秋 我跟原家不是你想的那样 第509章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谢小姐 本次我们的航班供应的餐时 有面包 奶酪蛋糕 白菜水饺 蟹黄炒饭 音品有咖啡 牛奶 橙汁和绿茶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呢 给我一杯水就可以了 好的 您请慢用 等空城服务员离开后 谢霞端住水喝了两口 随即靠着椅背 看向闲窗外的蓝天白云出神 过了一会 他放下水杯 从随身的背包里 拿出一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 是前两天于莫送他的毕业礼物 他一直没舍得拆 手指在浅金色丝带拉长的花朵上磨缩片刻 谢霞开始漫条丝里的拆包装纸 包装纸拆开 里面是一只成人巴掌大小的黑色表盒 和盖上映住烫金的Lonies标志 浪秦 一款国际著名手表品牌 手表的款式很典雅 九筒型的表盘 周围镶嵌住一圈细细的碎钻 配上深棕色的真皮表带 与他冷淡高贵的气质很大 谢霞将手腕上原来的手表摘下来 换上这只新的 嘴角忍不住微微扬起 呀 这只手表真好看 是男朋友送的吧 坐在谢霞旁边的一位中年女士 打趣地说道 谢霞冲对方很浅地笑了下 谢谢夸奖 你看起来像是学生 是出国读书的嘛 嗯 就你一个人呀 怎么没跟你男朋友一起呢 我跟你说哦 这一国恋可是很难维持的 十对嘛 有十对最后都要分手的 中年女士叙叙叨叨地说住 谢霞有一句没一句地映住 眼眸时而看向闲窗外 时而垂落在手腕上 神情平静而柔和 审讯室内 负责审讯云瑶的审讯人员 严肃而犀利 云瑶 你别抱有侥幸心理 以为什么都不说 你做过的事我们就查不到 你花钱收买的那几个人 都已经招了 只认识受你主使 你现在交代还来得及 你是受过教育的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 不需要我们再赘述了吧 对于审讯人员的警告 云瑶只回忆冷笑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那些事跟我无关 我是被冤枉的 你不要冥王不灵 你以为我们没有证据 会乱给你扣罪名吗 既然你们有证据 那就直接给我判刑好了 还问我干什么 你 年轻一点的审讯员 被云瑶气得一肚子火 另一名年长的 倒是气定神贤的 面对云瑶的嘴硬和顽固 显然是见怪不怪了 她不慌不忙地合上笔录本 脸上带着淡淡奉笑 不愿说呢 我们也不勉强 不过你可以再好好想想 两个小时后我们再进来 不住急 我们有的是耐心和时间 等到审讯时的大门 被匡郎关上 云瑶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变得阴逸 眼神中也流露出 惊慌和不安 她不怕那几个人的指认 却不得不对云莫所说的 那些照片和录音心生忌惮 那几个人的口供不足为虑 只要她咬死不认 公安也拿她没办法 到时再花钱走点门路 她很快就能出去了 可万一 云莫手上真的有 她和那几个人交易的 照片和录音 那她这次怕是真的要完蛋了 不 不会的 云莫肯定是在炸她 说不定对方现在 正躲在哪里看她笑话 等着她自投罗网 她不能慌 一定要稳住 连老天都是站在她这边的 给了她重来一世的机会 她怎么可能会输 蒋玉一踏进聚会的茶餐厅 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所有人看向她的眼神 有亚裔 有同情 有讥讽 也有幸灾乐祸 她内心并没有太大波澜 毕竟早已经习惯 为您提供 大神七女王的 八龄新婚夜田 七胶包有空间 最快更新 第509章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了 她只是有些纳闷 是又发生了什么 她不知道的事吗 蒋玉并没有纳闷太久 一个跟她交情不错的 傅太太 将她拉到了一边说话 还以为你今天 没心思来了呢 唉 亲手养大的都不省心 更何况 是在外头长大的 男管教也是正常 蒋玉一听就明白了 小姚她又干什么好事了 听到她这么问 傅太太一脸的惊诧 你还不知道啊 我刚从美容院 做完全身保养 做完就过来了 傅太太立刻将 云瑶的所作所为 一五一时讲给她听 我听人说 你家小姚是当街 被公安戴上手铐 给铐走的 恐怕晚上的报纸 就会登出来了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 跟你老公商量下法子 能把人捞出来最好 就算是捞不出来 也得想办法压下消息 你家公司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要是因为这是影响了项目 就糟糕了 傅太太家的公司 跟云家公司 有不少合作 自然是不希望 云家出什么状况 连累她家受到牵连 蒋玉虽不在意云瑶的死活 但事关公司 她也不得不严正以待 她以家有集市为托词 拎着包包 匆匆离开了茶餐厅 等她一走 聚会上的太太夫人们 立刻焦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家里出了这么 见不得人的丑事 她还有心思穿戴打扮呢 心思也够大的 不然能怎么的 破罐子破摔呗 听我家庸人说 母女俩个关系僵得很 见面就跟仇人士的云太太 也是作孽 小女儿死了 大女儿又不争气 反倒是被她赶出门的 养女最有出息 估计肠子都毁清了吧 所以说啊 这甭管血缘不血缘的 还是自己一手养大的 才是好的 谁说不是呢 离开餐厅的蒋鱼 并没有回家 而是打算直接去 云士贤的公司 不过走到半路上时 她的车 被许丽学的摩托车 拦了下来 可能是出于 对于许丽学能力的认可 这大半年来 蒋鱼未分优侦探社 介绍了好几个 父太太客户 而作为回报 许丽学时不时 也会无偿地 送一些蒋鱼想知道的消息 一来而去的 两人倒是有了点交情 对于许丽学拦车的行为 蒋鱼倒也不生气 只是觉得奇怪 许侦探 你有事 受人之托 给您送封信来 我本来是要去茶餐厅找您的 路上遇到点麻烦 到的时候你刚走 我只能追上来 蒋鱼住籍去公司找丈夫 见信封上 什么也没写 也没有多问 直接将信揣进提包 就要走 云太太 对方还有一句话转告 希望您在收到信之后 能第一时间 看看信的内容 我知道了 等车子重新行驶后 蒋鱼一脸疑惑的 这才将提包里的信 拿出来看 第五百一十章 心机老父亲 你怎么来了 云士贤正为云瑶的是心烦 看到蒋鱼来办公室找自己 语气并不怎么好 蒋鱼也不计较 自顾自找了个位置坐下 我听周太太说 小瑶又惹事了 被公安抓了 这是你有什么打算 听到周太太三字 云士贤情绪冷静了一点 她跟周家有不少合作 绝不能因为大女儿的事 影响到两家的合作 我找过律师去派出所了 但那边拒绝了保释 说是案件正在调查中 不予保释 我正在想办法 看能不能走别的门路 她这次又干了什么好事 竟然连保释都行不通了 不提还好 一提及大女儿前的好事 云士贤的脸色又难看下来 具体我还没有打听清楚 只知道是以敲诈勒索的罪名 被抓进去的文言 讲于当即气的冷笑 栽赃 陷害 偷窃 下毒 现在又敲诈勒索 请问还有什么事 是她潜不出来的 她这是打算将刑法书上面的罪行 挨个犯个遍吗 云士贤沉着脸没作声 因为无话可说 这些罪行大女儿敌 的确确都干了 你还想包庇她到什么时候 跟她这么歹毒的人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你都不害怕吗 不怕她哪天一个不顺心 也把你给下毒害了吗 怎么不怕 自从知道是大女儿下毒 害死小女儿后 她在家都吃得很少 甚至不敢碰大女儿碰过的汤饭和茶饮 小姚的确有本事 能给公司带来利益 可像她这种没有底线 没有人性的恶魔 早晚有一天 会反噬到我们自己头上 这一点 云士贤并不是没想过 只不过眼下公司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要是再能拿到省城 东郊新工业园区的项目 那她和公司就能彻底翻身 再将是站稳脚跟 见丈夫依旧犹豫不决的 下不定决心 蒋鱼只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 士贤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就是为了省城东郊的项目吗 你是不是忘了省城是谁的地盘 云莫跟曾家关系那么好 要是他能帮忙 请姚家出面为你背书 别说是分杯羹 就是把整个项目送到你手上 也不是男士 对啊 他怎么忘了养女和姚家 云士贤有些激动地看住妻子 阿渝 你提醒的对 是我一夜账目了 听到丈夫的称呼 蒋鱼就知道对方听尽了自己的话 心里不由松了口气 从公司出来后 蒋鱼从提包里拿出那封信 用力地将其丝的粉碎 就像手似仇人一样的畅快 他用来说服丈夫的理由 并不是他自己想的 而是有人通过这封信告诉他的 信上虽然没有署名 但他大概能猜到是谁 这个世上最憎恨云瑶的 除了他也就只有养女了 但他不在乎被养女利用 他只想解决掉大女儿这个祸害 替小女儿报仇 更是替唯一的儿子消除威胁和隐患 云士贤唯利是图 云瑶正是利用云士贤的这点 才得以自保 而云末也恰恰利用这一点 以省城东郊的项目为耳 引云士贤倒戈相向 向云瑶发出致命一击 敲诈勒索未遂 最多判两三年就会放出来 可谋杀罪就不一样了 再加上云瑶过去犯下的雷雷罪行 恕罪并罚下来 就算不是死刑 至少也要把牢底做穿 书房里 虽然在今天之前 黄之秋就已经从女儿口中 得知他和少林之间 可能存在一些误会 可当亲耳听到 原家冒名顶替了他 他心里还是说不出的 复杂和气氛 至秋 我们错过整整二十年啊 画到深处 少林也不由失了眼眶 这不仅是他的二十年 同样也是他的二十年 更是他和女儿的二十年 为您提供 大神七女王的 八龄新婚夜田 七胶包有空间 最快更新 第510章 星级老父亲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原本他可能会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他可以亲眼看到女儿出生 从压压学语到蹒跚学步 亲自陪伴女儿慢慢长大 或许他本还会有更多的儿女 原家毁掉的不仅是两个人的感情 还有他们三个人的人生 话说开了 黄之秋的心结也算是彻底解开了 至少证明了他从前没有信错人 爱错人 只不过是天意弄人 才会导致他们错过彼此 不过 在他心底深处 人还存有最后一个疑问 既然你把原家带回了京城 又为什么没有娶他 我跟他之间只是一个错误 错一次就够了 难道还要错一声吗 少林多聪明睿智的人啊 又怎会猜不到黄之秋的想法 之秋 如果是你跟我回了京城 不管有没有发生那件事 我都会娶你 和你组建家庭 可原家不一样 我不喜欢他 甚至都记不住他的名字 在我以为我跟他发生关系后 我明确地告诉了他 我不会娶他 但可以给他一笔钱 保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但他执意要跟我回京城 不惜以死相逼 当时我爷爷病危 家里催得急 我只能先带着他回京 回京没多久 爷爷就去世了 等料理完爷爷的后事 我也想过 要不要去安市找你 可原家找到我 说他怀孕了 我母亲坚决反对 原家生下一安 原家再次以死相逼 等我调节好 他们两个的矛盾时 原家告诉我说 你嫁人了 心 我信以为真 本著不打扰你生活的念头 近二十年来 我一直对安市避而远之 直到今年年初 因为认识的长者去世 我才再次去安市 可我万万没想到 时隔二十年 去到那个 让我心伤的地方 会遇到默默 而他竟然是我的亲女儿 我一时都分不清楚 老天爷是在眷顾我 还是惩罚我的有眼无珠 正在这时 门外传来 嘟嘟的敲门声 黄之秋 匆忙抹了抹脸上 胃前的泪痕 起身准备去开门 少林抬手 按住他肩膀 我去把黄之秋 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重新坐回椅子上 顺便整理了夏怡蓉 少林打开门 看到站在门外的女儿 眉眼顿时带起了笑容 默默 快进来 云末朝书房里的 黄之秋瞄了眼 不用啊 我准备出门去考试了 过来跟你们说一声 少林这才想起 女儿今天高考呢 默默 我送你去 不用 你们继续谈是吧 有凌川骑摩托车送我 我们已经谈完了 天这么热 万一晒 把你晒中暑了 影响了考试发挥 怎么办 还是坐我的车吧 默默 你长到这么大 我都没有经过 做父亲的责任 你就当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先小之一礼 再动之一情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于默哪还有拒绝的余地 凌川本来也想跟住 一块送媳妇的 被少林 以差不多的招数 给劝退了 第511章 默默值得最好的 少林如愿得到了 单独送女儿 去考场的机会 心情美得不行 默默 你想好了要报考哪所学校吗 于默张口想说京城大学的 可对上对方期待的眼神时 忽然又改了主意 还没想好 打算等分数出来了 再选学校 那你是想留在本省 还是去外地念书 都可以啊 看学校吧 哪里的学校好 就念哪里的听到这话 少林的眼神一下就亮了 默默 你知道我们国内最好的大学 是哪一所吗 知道的 京大嘛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京大念书 云莫故作苦恼的微微皱眉 想当然是想 可不是我想就能去的 京大的门槛很高的 我不一定能考得上 这个你不用担心 交给我来解决 那我们就说好了 你大学就去念京大 好不好 云莫勉强地清点了下头 也行吧 少林高兴地就像偷吃到糖果的孩子 偏偏又要竭力忍住 怕在女儿面前露了线 忍着表情都扭曲了 殊不知 他以为的小红帽女儿早已看穿一切 亲眼看着女儿走进考场后 少林心满意足地回到车上 吩咐司机开车回四合院 回去的一路上 看出少林的好心情 爷 您就这么喜欢云小姐啊 不仅亲自送她到学校 还帮她安排最好的学校 您对大少爷都没这么好呢 剩下的话 司机并不敢说出口 他值得 默默值得最好的等到了四合院 少林一进院子就看到助理梁宽蹲在院子里 手里拿着小鱼小虾之类的喂几只大白鹅 他收起脸上的笑意走过去 谁让你进来的 梁宽还没来得及回答 黄值秋端住茶水从厨房走了出来 是我请他进来的 梁先生说他是你的助理 没错 黄大姐 我在少先生身边做事已经快二十年了 梁宽的话音刚落 就被少林瞪了一眼 喊谁大姐 他看起来比你老吗 你平时都不照镜子的吗 自己一把年纪了 还好意思喊别人大姐 梁宽人都被骂猛了 爷 不喊大姐那我喊什么 总不能喊小姐吧 话刚说完就又被少林瞪了一眼 你对他尊重点梁宽虽然不明所以 但还是转头朝黄之秋恭敬的改口 喊了声黄女士 在此之前 少林给黄之秋的印象都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少林发火的样子 沉稳内敛 不怒自威 让他有些陌生 称呼不重要 都请坐吧 我煮了点菊花茶 清热降火的 梁宽看过自家老板的脸色才敢落座街茶 谢谢黄女士不客气 不是什么好茶 就是自家山上摘的也黄菊 也生的才好啊 天然营养还健康黄之秋笑笑 转头看了看门外站住的两名保镖 问少林道 他们也是你的下属吗 请他们也进来喝碗茶水吧 天这么热 别中暑了少林朝阅门外看了眼 转头指使梁宽 你去给他们送点茶水结束好的 也等梁宽端住茶出去了 少林才向黄之秋解释道 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 你不用再以黄之秋点点头 坐到了他对面 下午比早上热多了 出去跑了一圈 虽然是坐车 但还是出了一身的汗 少林喝了两口菊花茶 舒缓了下暑气 这才发现 林川林江兄弟没在家 他们去铺子上了 春花在午睡 少林先是跟黄之秋 了解了有关林川这个女婿的嗝 为您提供 大神七女王的 八龄新婚夜田 七胶包有空间 最快更新 第511章 默默值得最好的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人情况 随即说起于默考大学的事 默默跟我说 他想念金大 你是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 他已经大了 可以为他的人生做主 不管是念书还是其他的 我都尊重他的意愿 黄之秋的开明注时 让少林长松了口气 他故意说是 云默自己想去金大念书 就是担心黄之秋 会反对他想带女儿 去京城的意图 他没有要跟黄之秋 抢女儿的意思 但内心又非常渴望 能和女儿离得近一点 血缘真的很奇妙 女儿的上半张脸是笑似黄之秋的 特别是一双眼睛 又大又圆 眼珠清澈透亮 黄眼一看 还以为是年轻时的黄之秋 在安氏初次见面时 他也误以为对女儿的好感 是长相的缘故 现在知道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后 简直恨不得把女儿捧在手心上 把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 全都给女儿 所以 哪怕用不光明的手段 他也要把女儿留在身边 哪怕只短短几年也好 然而 少林不知道的是 于墨的目标本来就是精大 他的所有心机都是多余的 之后 两人又谈起黄家和竹编场的情况 天热 出汗多 茶也喝得快 一壶茶很快见了底 眼见女儿下午的考试都快结束了 少林一点也没有要告辞的意思 黄之秋只好主动开口 你之后有什么安排吗 之秋 我打算在江市多留几天 陪默默高考结束再回去黄之秋点点头 那你现在住在哪呢 少林等的就是这句话 我这次来得匆忙 看到默默的信我连夜就赶过来了 连行李都没顾得上待 更别说住的地方了 之秋 方便的话 能不能收留我两天 就两天 等默默高考结束 我就走了 不会太打搅你们的 这话被刚好进来的梁宽听到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家老板 堂堂少家家住 国内身家最富有的商界巨额 还需要求人收留 一定是他进来的方式不对 要不就是他老板被人夺舍了 黄之秋倒是对少林的请求 没有太意外 毕竟处于他的消费理念 能省则省 家里又不是住不下 那他们 他们自己会找住的地方 他们外出都是有津贴补助的文言 黄之秋也不再多说什么 起身带少林去看房间 天热 加上人生地不熟的 黄之秋平时也不爱出门 没事就在家里收拾着收拾呢 把四合院几个剩下的房间 都收拾得前前进进的 云末索性又订几套家具 把几个房间布置成了客房 以后黄家人过来都能住 客房虽然家具百件是齐全的 但床需要现铺 也 您要是被绑架了 就眨眨眼 趁着黄之秋在房间里铺床的间隙 梁宽凑到少林身边说悄悄话 然后梁宽成功得到了来自老板的死亡凝视 你是不是很闲 不是梁宽求生欲极强的摇摇头 并双手递上大哥大 夫人的电话第512章 少夫人的疑心 听到是亲妈打过来的 少林接过大哥大 转身准备走到院子里面去接听 正趴在狗屋前无聊的土舌头的大乖 发现了少林手里的大哥大 顿时好奇的瞪大狗眼 这是什么玩意儿 没见过夜 汪汪汪 敖屋 过来点 我看看 正在睡觉的二乖被吵醒 也跟着汪汪叫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狗叫声又把在小池塘里 滑水打短的大白鹅们给惊醒了 纷纷睁开眼睛嘎嘎叫起来 吵什么吵 烦死了 汪汪 汪汪 我就吵 我乐意 你过来咬我啊 嘎嘎 嘎嘎 死狗 你等住 看我不拙死你 一时间 鹅鸣狗叫吵翻了天 把电话那端的少夫人 吓了一大跳 阿玲 你在哪 怎么有狗叫声 还有鸭子 你下乡了 少林看了眼掐架的哈士奇和大白鹅 哭笑不得的一时都不知该怎么解释 别人家的女儿养宠物 都是养贵宾犬 薄梅犬 或者加菲猫 不饿猫一类的 温顺又可爱的 偏他的女儿与众不同 养大鹅 还有又蠢又傻的哈士奇 听到大鹅和狗子们闹得厉害 黄之秋不放心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怎么了 没事 我去外面接个电话 黄之秋注意到少林手里的大哥大 但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也没避讳地应了一声 然后又去招呼大鹅和哈士奇 安静点 别闹了 再闹晚上都别想吃东西 大乖二乖 生性贪吃 一听到晚饭没东西吃 立刻就消停了 大白二白倒是没那么奴性 依旧仰着脖子 扑着翅膀 对两只哈士奇发出鄙视的叫声 吃货 耸包 来战啊 黄之秋没好气地给大白二白脑袋上各一个响蹦 你们两个消停点这段时间云墨忙住高考的事 家里都是黄之秋在照顾 黄之秋生在农村 照顾家畜之类的很有一套 除了云墨这个主子外 大白二白平时最听黄之秋的话了 在黄之秋的喝令下 两只家伙乖乖乖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去戏耍 对面的少林看黄之秋调教大鹅看得入神 一时都忘了手里还有电话 直到黄之秋转过身 朝他头来疑惑的眼神 他才恍然回过神 看出少林匆匆走向大门外的背影 黄之秋也没多想 转身回到客房里面继续铺床 喂 妈听到儿子的声音 少妇人压下心头的烦乱 缓声道 梁宽说 你去H省吗 昨天吃饭怎么没听你提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Q.S 少妇人的语调虽然温和 但问的问题题却是连珠带炮 带点责备的意味 妈 我过来H省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非来不可 是临时起义 昨晚才决定的 走之前也没来得及跟你说 少妇人没有追问她要办什么事 而是问起刚才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怎么那么吵 少妇迟疑了片刻 决定女儿的事还是等回到京城后 当面亲口跟对方讲 在一个朋友家 她家里养了一群大鹅和两只大狗 是有点吵少妇人笑了下 你朋友还挺有意思的 家里还养了大鹅说到女儿 少妇也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是很有趣 还很可爱 妈 等你见到了一定会喜欢的 少妇人眉心一跳 可还没等她想好怎么探听更多的信息 就听到儿子说 妈 我这边还有事 先挂了 等空了我们再聊 好 出门在外注意安全 我知道的挂断电话后 为您提供大神七女王的 80新婚夜田 七胶包有空间 最快更新第512章 少妇人的疑心 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少林转身迎上 拎着篮子 准备要出门的黄之秋 之秋 你要出去 嗯 去买点菜 黄之秋 看向站在一边的梁宽和保镖 晚饭也让他们一块在家里吃吧 也就是多几双筷子的事 少林还没来得及拒绝 梁宽就拉着保镖 忙不迭地感谢 谢谢黄女士 那我们就打扰了 没什么打扰的 总归都是要煮饭 我出去买菜了 你们自便少林看了看手表 女儿的考试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去接女儿 还是跟住女儿她妈去买菜 少林很快做出了选择 女儿高考一辈子 只有这一回 陪黄之秋买菜以后 还有的是机会 少林示意梁宽跟住黄之秋 你去帮忙拎菜篮子 梁宽去看住她 那您呢 爷 她再傻也看出了自家爷 跟这位黄女士 有点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 我去接默默 她考试快结束了 梁宽一脸我懂得恍然 还笑嘻嘻竖起大拇指 爷 您这招挺高明的 少林用看傻子的眼神看她 你在说什么玩意 想征服一个女人的心 先征服她的女儿 爷 我受教了 你知道个屁 爷 不用不好意思 您担住这么多年 早该找个女人了 夫人知道了 肯定也会赞成的 少林抬脚就踹了过去 滚 好嘞 梁宽麻烈地追着黄之秋去了 少林转身 两名保镖立马各自抬头望天 一副我们什么也没看到 什么也没听到的 此地无垠三百两 京城 少夫人看住被儿子挂断的电话 争冲好伴想 才将话筒放回到座机上 夫人 怎么了 是爷说了什么吗 少夫人不慌不忙地坐到沙发上 面上却是五位杂陈 阿玲她好像 有女人了花嫂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那是好事啊 爷都这把年纪了 早该成家了少夫人叹气 她有这心思我当然赞成 可我就怕 万一又弄个姓缘那样地回来 我怕是头发都要全愁白了 夫人 儿孙自有儿孙福 您不必操太多心的 爷可不是糊涂人 她心里分寸住呢 不然也不会到现在 也不让那人进门不是 但愿吧 算了 我也懒得管了 反正她也不会听我的 虽然早有预感 但走出校门 看到等候在车旁的少林 云墨还是停顿了下 墨墨 考完了 走 上车先回家 不得不提 少林还挺细心的 还特地拿了一把伞 给她撑着遮阳 第513章 云士贤主动上门谈交易 天太热 云墨不想跟人拥挤 所以特地提早了十分钟交卷 考场门口人不多 云墨边走边张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小林来过了 不过我让她先回家了 摩托车没有彻底 坐上面多晒啊 把你的脸晒坏了怎么办 云墨的确是在找林川 听到少林的话 忍不住反问对方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京城呢 少林的脸上瞬间流露出哀怨和委屈 默默 是不是我管得太宽 让你烦了 云墨又哪会看不出对方是在演戏 脸上似笑非笑的 您之前不是说工作挺忙的吗 那是之前 对于外人而言 我是挺忙的 没空搭理他们 可你不一样 你是我女儿 跟你比起来 再重要的工作都是次要的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也难怪像黄之丘 那么清醒睿智的女人 都栽到了他手里 云墨默默覆菲注 随着少林走到车边 保镖提前打开的车门 少林却没有第一时间上车 而是撑着伞让云墨先上了车 随后他才绕到另一侧上车 远处 坐在尼桑车里的云士贤 看到这一幕 神色变幻不定 梁宽不在 一名保镖代替梁宽 乘坐在副驾驶位上 少林的贴身保镖 那都是专业中的精英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云士贤的钉梢 少先生 有一辆黑色尼桑从学校出来 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高考数学还是挺耗费脑力的 云墨上车后 就放空大脑地靠住一杯休息 听到保镖的话 他下意识转头往车后望去 少林回头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绕路把人甩掉司机连忙硬式 转头对上女儿若有所思的目光 少林忍不住跟他解释 除在我这个位置 难免总有不识趣的往跟前凑 你不用理会 这话倒是让云墨很感兴趣 您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位置 少林想了想 这么说吧 从我网上数十代 世世代代都是非福极贵 到目前为止 整个家族积攒的财富 足够你十辈子都花不完 云墨清吸一口气 上辈子他出生名门 家里的财富同样也是 历经几代人的积攒 可也不敢说 三辈子都花不完这么张狂的话 可少林却敢说出 十辈子都花不完这话 想来是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 云墨忽然就对少家好奇起来 少林自然也看得出他的好奇心 却只是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 墨墨 等你以后去了京城 我再慢慢告诉你家里的是 你现在先专心高考 好云墨清点了点头 难怪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 看住女儿漂亮观顺的脸庞 少林感觉就像喝了蜂蜜水一样 心里又香又甜又满足 到了四合院 少林刚下车就看到徐徐停在巷子口的泥桑车 脸色顿时冷凝下来 他正要交代保镖去解决 云墨却率先开了口 您先进去吧 我去说几句话就回来 他是来找我的文言 司机和保镖都一脸恍然 难怪明明已经甩掉了 现在又跟了上来 原来是认识的 墨墨 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麻烦 一定要告诉我一边叮嘱住 少林一边将手里的伞撑开 递给他 云墨接过伞 谢谢 我会的等云墨撑着伞 朝尼桑车走去后 少林先是吩咐保镖看住 随即又找来梁宽 让他去调查 尼桑车主的身份信息 尼桑车上 云士贤目光审视地打量云墨 你什么时候又结舌 这么一位有来头的人物 云士贤虽不清楚少林的身份 但从少林的座驾 却可以窥见一半 进口兵力 为您提供大神七女王的 八龄新婚夜田 七胶包有空间 最快更新 第513章 云士贤主动上门谈交易 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省城带三个八的车牌 可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能拥有的 云墨才没心思跟云士贤 解释自己跟少林的关系 有事就直说吧 我刚考完试 挺累的QS 考得怎么样 有把握上京大吗 云墨似笑非笑地 逆了对方一眼 这跟云总有关系吗 云士贤一点也不生气 在利益面前 他向来是能屈能伸的 既然你不想跟云家 再有牵扯 为什么不把姓改了 云墨当然想过改姓 但心里始终是对云墨 这个名字有情结在 他本来就是一世之魂 占用了别人的躯窍和身份 再把名字改了 那他是不是就彻底 成为了另外一个人了 我妈给我取的名字叫黄瑶 但是他已经被云瑶用过了 我隔印 不想再用 一时也没想到其他适合的名字 仅此而已 无关其他听完他的解释 云士贤皮笑弱不笑地笑了下 可你灌注云姓 别人就会认定 你始终是云家的女儿 则 真烦 天是不是该凉了 云总特地过来 就是为了和我探讨姓氏的 云士贤看住他 你最近跟曾家大小姐的关系怎么样 还可以 但如果你是想让我帮你办什么事 那就免了 我跟曾方的友情是纯粹的 不掺杂任何的利益 云士贤不知可否 任何关系都是可以利用的 你不愿意利用 只不过是价码不够高而已 如果 我手头有你需要的东西 我相信你会改变主意的 云总 不是每个人都向你以利益为重 小莫 你不用急着反驳 不如先听听我的条件 云莫皱了皱眉 倒是没再说什么 云士贤拿出录音笔 车上很快响起云摇承认毒杀云欢的录音 甚至还详细讲述了下毒的手法和过程 等录音放完 云士贤笑着将手里的录音笔递向云墨 这只是其一 我手上还有法医为小欢做的死亡鉴定报告 以及小欢的遗体云莫脸上一闪而过惊讶 他猜到云士贤手上肯定捏有云摇毒杀云欢的证据 却没想到云士贤竟然连云欢的遗体都还保留着 果然老奸俱滑 怎么样 这笔交易你愿不愿意做 云莫盯着录音笔看了片刻 随即又抬眼看向云士贤 我跟曾芳的确是交情不浅 可曾家不一定肯听我的云士贤笑着将录音笔放到他手里 你这么聪明能钱 我相信你能办到的从尼桑车上下来后 云莫一手撑着伞 一手捏着录音笔 漂亮的信念里满是脚下 云士贤这个人不仅专横 还自私又自大 他要是不表现出被拿捏的姿态 以云士贤的贪得无厌 肯定会趁机索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 第514章谢霞颂的毕业礼物 今天的四合院特别热闹 凌川在鲨鱼 梁宽和保镖忙着给鸡波毛 黄之丘和少林坐在石桌旁摘菜聊天 凌川花则拿着梳子挨个给大白鹅和狗子们梳毛 默默回来了 快过来做出些晦气 一看到他 少林立刻放下手里的豆角 起身朝他招手 等他走过去坐好 少林又笑呵呵地给他倒了杯茶 搞得好像少林是主人 云莫才是客人 云莫捧着茶慢慢地喝 黄之丘和少林则你一句我一句地 关心他考试的情况 等云莫说完 少林又安慰他道 默默 你安心考试就行 学校那边我会安排妥当的 黄之丘以为少林说的安排是食宿之类的 便没有作声 云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拿出云视线给他的录音笔 当着少林和黄之丘的面播放起来 听完录音 见黄之丘脸色不好 少林也没多说什么 只问云莫有什么打算 法治社会 作恶的人自当接受法律的审判 黄之丘吐出一口气 默默说得对 云莫他是个成年人了 理应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听黄之丘这么说 少林不由暗松了口气 他自然是无条件占女儿这边的 可又担心黄之丘顾念跟云莫的情分 下不了狠心 倒是母女俩因为这事产生嫌隙 时间一晃而过 转眼就到高考的最后一天 云莫还是照常提前十分钟交卷 可今天来接他的却不止少林一个 黄之丘 林家兄弟俩 林春花 甚至还有梁宽 几人声势浩大的在考场外战成一排 好在这会考场门口人不多 不然云莫真想无脸顿走 少林 默默 恭喜你顺利完成高考 我已经订好了饭店 今晚为你庆祝 林川 媳妇 你辛苦了黄之丘 默默 祝贺你高中毕业 林江 弟妹 我嘴笨不会说话 祝你金榜提名 高中状元 林春花 沈娘 祝你以梦为马 前程似锦 未来一路繁华云莫高兴 忍不住抱住对方 亲了一大口 谢谢春花 亲完 发现林川和少林 都眼巴巴看住自己 云莫脸颊微热地倾壳 先回家吧 一会人多不好走 对对 先回家 回家好好歇歇 这段时间 把弟妹都累瘦了 得好好补回来才行 原本少林早就在江市最好的饭店 订了一桌豪华晚宴 为云莫庆祝高考结束 但得知云莫晚上要参加班级的毕业聚会后 少林大手一挥 直接赞助云莫的班级 将聚会改到了他订的饭店 因为是临时改场地 不少人都来得晚 先到的班上同学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块吃瓜聊天 泽泽 没想到有生之年能尽宝利来吃具火饭 人均消费三位数起 咱们今晚这么几十号人 怕不得好几万 怕什么 反正有大款赞助 放心大胆地敞开肚皮吃就行了 是谁这么阔绰啊 不会是霞姐吧 班上的富二代白富美 就属谢霞最有这个资本 你做梦呢 霞姐人都出国了 还管你吃吃喝喝 云莫走进包厢 正好听到这话 当即拉着那人询问 霞姐出国了 什么时候的事 对方有些意外地望着她 云莫 你还不知道啊 霞姐她没参加高考 七号中午坐飞机去了外国七号 那天谢霞明明跟她一起进了考场 默默 你终于来了 不等于莫往下细想 杨慧英就兴冲冲地拉住她去了另一边 送给你的 默默 毕业快乐 谢谢云莫接过礼 为您提供大神七女王的80新婚夜田七交包有空间最快更新 第514章谢霞颂的毕业礼物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悟 心里却有些高兴不起来 这个年代的飞机票不像后代那么方便快捷 想走当天就能买票走人 这个年代坐飞机 最少也要提前一个星期到半个月订票 再加上出国需要的各种手续和签订 至少一个月前就开始安排好了 可谢霞为什么不跟提前她说呢 明明不参加高考 谢霞为什么还要跟她一起 没日没夜地刷题 背书 讨论每一个考点 默默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挑选的毕业礼物啊 没有 我喜欢 那你从收到我的礼物到现在 一直心不在焉的 我还以为你嫌弃我送的礼物太便宜了 于莫好笑地捏捏对方脸蛋 想法那么多 就不怕变秃头小宝贝吗 这话算是戳到了杨慧英的心窝子上 备战高考 每个人的精神压力都很大 由此引发的身体技能失调也是多种多样 像于莫的症状就是急速变瘦 而杨慧英就比较悲催了 他掉发 一把一把地掉 秃头两个字简直是他的死穴 杨慧英紧抱着脑袋 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阻止地心拧力对头发的摧残 呸呸呸 于莫 你可别咒我 我要是真变秃头了 我一定赖你 于莫被他的傻气逗乐 行了 不逗你了 放心吧 你头发还多得很 变不成秃头的 你就哄我吧 没哄你 我知道一个生头发的偏方 等吃完饭我写给你 你拿回家照住用 保证不出三个月 你掉的那些头发就会全部长回来的真的假的 骗我你就是小狗 那你要不要我的偏方 要 杨慧英想到什么 兴奋地将脸凑近到云莫眼前 云莫 你看我的脸 是不是好些了 杨慧英是严重的敏感肌 导致他的脸常年都有红血丝 云莫送杨慧英的礼物 是用灵泉水和阳甘菊精油调配的一瓶化妆水 我用了你送我的化妆水 每天晚上用细纱布做师傅 才几天时间 脸上的红血丝就少了一半 云莫仔细看了看他的脸 眼里露出几分满意 等红血丝基本消掉后 你可以把师傅间隔拉长到两至三天 这瓶水够你用三个月左右 到时用完了 你再找我杨慧英忙到 那多不好意思啊 你告诉我在哪买吧 我用完了自己去买 一般人买不到 难道是什么内部限购产品吗 差不多吧 目前还没有上市 好吧 那我只能多麻烦你了 云莫笑笑 你的脸 用上两三瓶你的皮肤就会得到改善 以后只要用温和不刺激的护肤品 就不会再泛红血丝了 杨慧英激动的一把抱住他 云莫 就简直是我的大救星 呜呜 好不舍得跟你分开啊 要是我也能考上京大就好了 以你的分数 去京大是难了点 不过你可以考虑 报京城的其他大学 嗯 等分数出来了 我一定好好挑个离你近的学校 两人又聊了几句 杨慧英被同桌拉去拍合照 云莫见这边一时半会不会开席 便打算先去隔壁陪家里人吃点 莫莫姐刚走出包厢 就看到等在走廊上的谢景怀 小怀 你也在这边吃饭吗 我是来找你的 说着 谢景怀将手里的纸提袋递给他 我姐给你的毕业礼物 第515章 景怀舅舅 毕业春花侄女 云莫接过纸袋 心情莫名开心了不少 小怀 你姐还给我留什么话吗 谢景怀摇头 不过他好像留了一封信 在袋子里面 云莫低头朝纸袋中看了看 果然看到有一只米白色的行风 莫莫姐 那我就先回去了 景怀云莫叫住对方 你还没吃晚饭吧 来都来了 跟我们一起吃了饭再回家吧不 好吧 谢景怀刚想拒绝 斜对面的包厢门忽然被打开 一道熟悉娇小的身影 从里面走了出来 沈娘临春花站在包厢门口 眼睛微微瞪大 显然对谢景怀的出现感到意外 云莫听到喊声转过头 春花临春花收回看谢景怀的目光 脆声声道 菜上齐了 伯老爷让我喊你过来吃饭 好 我就来应完 云莫转身拍了拍谢景怀的肩膀 笑咪咪道 走吧 菜都上齐了 上桌就能吃了 今天晚上菜是不错 你有口福了 谢谢莫莫姐 那我去给家里打电话说一声 要我陪你一块去吗 谢景怀伸手指向凌春花 莫莫姐 可以让春鸭跟我一起去吗 春鸭 谢景怀微微一笑 嗯 是我给春花取的小名 春天的春 丫头的丫 莫莫姐 好听吗 云莫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但又说不上来哪不对 他转头朝凌春花看了眼 没看出凌春花脸上 有不满或者生气的迹象 索性也不管了 春花 你可以陪景怀去打电话吗 林春花看了谢景怀好一会才轻轻点头 好见林春花答应了 云莫又转头叮嘱谢景怀 小怀 你可别欺负春花 你姐不在 我可还在的 放心吧 莫莫姐 我是春花的舅舅 怎么会欺负她呢 云莫好笑地拍拍她的头 行吧 你们早去早回 等你们回来开饭 嗯 走吧 春鸭谢景怀朝林春花招了下手 随即转身不疾不徐地往后走去 谢景怀上身是纯色白T 下面是深蓝色牛仔裤 脚上是蓝白色的板鞋 肩薄腰直 个子瘦高 小小年纪已有了清冷金贵的气质 林春花不情不愿地追在她身后 你是属蜗牛的吗 走得那么慢 走了一段路后 谢景怀转身对林春花催促道 腿短就卖快点 莫莫姐还等着我们回去吃饭 林春花只好加快脚步追上去 等她快赶上的时候 谢景怀忽然故意卖大步子 为了追上她 林春花只能小跑起来 等快到楼梯时 谢景怀才又放慢了速度 她偏头看了眼跑得气喘吁吁的林春花 精致的脸上勾起一抹恶劣的笑 我以后就叫你春鸭了 我叫春花 不叫春鸭 林春花的语气透着抗议和气氛 但并不强烈 谢景怀似笑非笑地轻吃 没听过长辈赐不得辞吗 我是你舅舅 我给你取的小名 你不能拒绝林春花气得鼓起脸颊 就这么决定了 春鸭 春鸭 林春花假装没听到 低着头一声不吭 可谢景怀却不打算放过她 抬手扣住她的脑袋 喊你不知道应声 你耳朵聋了 哎呀 你松手 谢景怀的手指长 刚刚好扣住林春花的头顶 林春花挣了半天也没挣脱 气得脸都红了 以后我喊你 你就得答应 听到没 见林春花瞪她 谢景怀不仅不生气 反而笑得越发开怀 你瞪我也没用 是你自己拉着我要喊我舅舅的 我替你解决了麻烦 你要是敢过河拆桥就死定了林春花气门的反驳 我没有过河拆桥没有最好谢景怀松开了她 抬脚继续往楼梯下走 他们没再欺负你了吧 未应完林春花忍不住偷看了她一眼 决定继续在四合院住后 林江就给女儿在城南这边重新找了一家幼儿园 城南有钱人多 大小姐们在家里骄横惯了 到了幼儿园也就成了小霸王 而林春花这种长得漂亮 假是普通 性格又软的 无疑是他们欺负的最佳对象 某一天 在林春花再次被几个童幼儿班的女同学拦着欺负的时候 谢景怀忽然路过 林春花也不知是哪生出的勇气 一边推开欺负她的女同学 一边大喊舅舅地躲到了谢景怀身后 那些女同学一看到谢景怀 吓得一个个鞠躬道歉 还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欺负她 当时的她 天真的以为这件事会到此为止 然而大错特错 谢景怀认真地询问了每一个女同学 都是怎么欺负她的 然后 谢景怀让那些女同学 把对她做过的事 对自己的同伴全部做了一遍 撕衣服 扯头发 以及打耳光 那一天 那几个女同学 每个人都是肿着脸 哭唧唧离开的 也是那天她才知道 原来谢景怀的恶劣 不仅仅是对她 对其他人更甚 自那以后 幼儿园里再也没人敢欺负她 因为都知道她是谢景怀的侄女 谢景怀是谁 城南有名的恶魔王子 外表俊美帅气 私底下却像小恶魔一样 以捉弄人为乐 谢景怀家是显赫 智商超群 门门功课都是满分 是家长和老师心目中 别人家的优秀孩子 就算有人找到家长和老师告状 老师和家长都会因为 谢景怀的这些优点 而对谢景怀格外宽容 反倒是告状的人 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责难 久而久之 整个城南的孩子们 都怕了谢景怀 林春花对谢景怀 帮她击退欺凌者这事 是心存感激的 但同时又很讨厌 谢景怀骨子里的恶劣 知道我为什么 给你取名春鸭吗 因为你看起来蠢蠢的 蠢蠢的丑小鸭 简称蠢鸭 哈哈 她就知道 这人就不安好心 之后的一路 谢景怀一直春鸭长 春鸭短地喊她 林春花也从一开始地气恼 到后来逐渐变得麻木任命 春鸭 你学校找好了吗 不关你是 我是你舅舅 长辈关心晚辈理所应当 啊 该不会是因为你太蠢 没有学校肯接收你吧 你才蠢 我已经找到学校了 哪个学校这么不开眼 居然把你这只笨鸭子 给招收进去了 第五百一十六章 少林和谢里南是故交 见林春花不理自己 两边塞骨得圆圆的 谢景怀手痒地伸出手指去戳了戳 一 还挺软的 手指间细嫩软绵的触感 让谢景怀有些愣神 就连被林春花拍痛了手背都没在意 你在欺负我 我告诉沈娘了 看住林春花粉脸红塞的气氛模样 谢景怀头一次感觉 她好像也没那么丑 谁让你不说话的 以后对待我这个长辈 要有起码的尊重和礼貌 记住了吗 林春花郁闷不已 可又说不出反驳 沈娘让她喊谢景怀舅舅 她也喊了 反悔也没用啊 之后的一路 谢景怀倒也没再欺负她 两人相安无事地回到包厢 林大哥 林二哥 邱仪 默默姐在大人们面前的谢景怀 优雅礼貌 简直像是换了个人 林春花既惊异又郁闷 只能化悲愤为食欲 埋头苦吃 少林在得知谢景怀的身份后 眼神中多了几分惊讶和欣赏 难怪我看你有点面熟 原来你是你李南的小公子 其实你的小时候我见过你 不过那会你还小 估计不记得我了 谢景怀也有些好奇少林的身份 少叔叔 您认识我爸爸吗 我和你爸是大学校友 关系还不错 虽然我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 不过我们两家公司一直有合作 云末也没料到少林跟谢里南 居然还有这份交情 一时也被感惊奇 其实认真想想也不奇怪 少林和谢里南年纪相仿 又都是豪门圈子里的少爷 会有交集太正常不过 云末没有哄谢景怀 今晚的菜式是真的相当豪奢 一品红烧大豹赤 芝士菊龙虾 清蒸东兴斑松 松茸上汤鲜笋 木瓜炖雪蛤 佛跳墙等等 用四个字来形容 豪气冲天 隔壁班级聚会的餐 虽然没这么豪华 但也不差 积压于虾泻度深 应有尽有 星级饭店的大厨 手艺自然是不差的 每道菜都做得极尽鲜美可口 两边的人都吃得很尽兴 唯有云末 吃是吃饱了 就是吃得太累 为了顾及到每个人 他只能两边跑 这边吃五分钟 立刻就要起身去隔壁吃 然后过几分钟再回来这边 一顿饭 他来回跑了有四五趟 比高考达卷还累 谢景怀回到家 已经快十点了 虽然他事先打过电话回家 但毕竟是十来岁的孩子 谢里南和罗雪兰 总归是不放心的 一直等在客厅里 看到儿子回家 夫妻俩都不约而同松了口气 小怀 过来坐 谢景怀换了鞋走进客厅 被罗雪兰亲热的拉住 坐到身边 怎么跑去跟你默默姐 一块吃饭了 姐让我给默默送东西 说完 谢景怀主动说起了少林 少叔叔 谢里南听完 很是不可思议 小怀 你说少林是云墨的亲爸 你不是在逗我吧 罗雪兰撑了他一眼 你打个电话 问问不就清楚了 被妻子一提醒 谢里南立刻拿起电话 往云墨家打去 四合院这边 云墨也是刚到家 晚饭吃得太饱 大家正坐在堂屋里 休息喝水 电话是凌川接的 爸 找您的听到凌川的称呼 云墨和少林都是一愣 好少林起身笑住 拍了拍凌川的肩膀 随即才过去接电话 等凌川坐到身边 云墨忍不住转头 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媳妇 你倒是喊得顺口 那我下次喊少叔叔 云墨轻哼了哼 随便你 你想怎么喊 怎么喊被凌川黑魔温柔 脸上透着讨好 媳妇说了算 媳妇你让我怎么喊 我就怎么喊 云墨还想说什么 一抬眼就看到黄之秋 凌江和凌春花 都在看住他和凌川 脸上不由的一热 看出他的窘迫 黄之秋忍不住出声 时间也不早了 墨墨 你先洗澡吧 洗完早点睡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问少林接完电话回来 看到女儿不在 不免问了一句 得知女儿去洗澡了 便对其他人说道 我要出去见个朋友 可能要晚点回来 大家先睡不用等我 黄之秋接话道 那把门给你留住 你回来后 记得把门销插上 好少林去见的人 是正是谢里南 亲眼看到少林 站在自己面前 谢里南才终于相信了 这么玄幻的事 老少啊 我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你居然会是默默的爸爸 怎么会是你呢 为什么不能是我 谢里南因为不明地看住他 你要是知道你家云墨以前遭遇了多少坎坷 就会明白 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听到这话 少林脸上的笑意淡了不少 但他没有往下追问 他今天来见谢里南是为了叙旧 女儿的过往和遭遇 他会亲自派人调查清楚 而不是借好友之口 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 谢里南总是不经意地把话题 往云墨身上引 老少 你是不知道 你家云墨做美食 那简直是一绝 不管是家常小菜还是顶级料理 或者是各类甜品小吃 全都不在话下 对了 今年荣华推出了一款甜点叫雪花酥 上市不到两个月就风靡全国 目前已经有不少海外食品公司 在洽谈雪花酥的代理 你吃过吗 少市主要的经营业务在农业科技 生化 制造 电子机械以及金融几个方面 跟谢家的食品行业完全不沾边 因此 对于谢里南略带炫耀的语气 少林只是不在意地喝了口茶 我今年一半的时间都在海外 没太关注这些谢里南笑了 那真可惜了 这款雪花酥 就是你家云墨研发的 少林喝茶的动作顿主 我以前还感叹你家云墨是天生的商财 我们荣华对食品配方和工艺 一项都使得花大价钱买断收购 偏你家云墨它不肯卖方子 而是提出要签利润分成协议 说实话 我也没料到雪花酥的销量会如此火爆 每个月都是成倍数递增 不到半年 你家云墨就凭这款雪花酥 拿到了近五十万的提成 小小年纪 很是了得少林慢慢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开始认真听谢里南的话 今年端午节 荣华不是推出了一万盒竹编端午礼盒吗 那礼盒就是你家云墨设计的作品 纯手工编织是你家云墨开的竹编厂生产的 当时钱不够 还问我借了一万呢 那款端午礼盒 我记得我特意托人给你送了一盒的 你吃了吗 少林 逢年过节 他收到的各种节礼跟雪花式的 除了身边亲近的人 其他的都是交给助理去处理 哪会再一盒粽子 第517章 少谢博弈 两败俱伤 老少 你应该没吃过你家云墨做的烤乳猪吧 那叫一个金黄油亮 皮脆肉香 搭配着香菜 生菜叶 蘸椒盐粉和酸甜酱吃 味道简直绝了 还有一道秘制海鲜饭 蟹膏蟹黄拌着米饭一块吃 哎呀 不能说了 再说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少林咬着牙帮 心里就跟打翻了百年酸菜坛子似的酸 他何止是没吃过女儿做的菜 他甚至都不知道女儿会下厨 而且厨艺还这么好 这不快中秋节了吗 我跟你家云墨又签了两万中秋礼盒的订单 礼盒一共有五款 分别叫家和万事兴 花好月圆 良辰美景 满月 何家欢 这些都是你家云墨设计礼盒的主题 我捡了线程 直接用来给礼盒命名 也省了我不少功夫 等快到了中秋了 五种礼盒每一种我都给你送一盒去 你也好欣赏欣赏你家云墨的创意 呵呵看住谢里南笑成一朵花儿式的脸 少林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里南啊 听你这么一说 今年荣华的效益应该比往年好了不少 谢里南道 还行吧 脱雪花素的福 月有小掌 既然效益这么好 那今年我们两家的合作得重新谈谈了 谢里南有些激动 好啊 那我抽时间去烫京城 咱们坐下来慢慢谈 也不用改天了 就今天吧 今年少林跟荣华的所有采购订单 价格一律比往年下调百分之五 回去我就让助理拟好合同 你派负责人过来签字就成 谢里南有些傻眼 他还以为少林要跟他谈的是明年的订单呢 不是 老少 今年的订单价格都已经订好了 合同都签了 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今年少林笑意不行 你们荣华却赚得盆满钵满的 我嫉妒啊 几十年的老同学交情 你就让个不 少赚一点 让我心里平衡一下吧 不然我不保证明年还想继续跟你们荣华合作 威胁 赤裸裸的敲诈 谢里南伤海沉浮几十年 思想还是足够灵活圆滑的 行了 老少 你家大业大的 会缺那百八十万的小钱 这样吧 我保证以后每年跟你家云墨的竹编场合作 不低于五万数的订单量 这样总行了 少林想了想 单价比市面价高出百分之五 行 你改天抽空跟默默签个合作协议 期限就二十年吧 谢里南咬咬牙 那我们明年的合作 少林喝了口茶 才不慌不忙地开口 下调百分之二吧 谢里南微睁大眼睛 怎么还下调呢 我说老少 你不会不知道面粉 植物油和糖的行情一直在往上走吧 别说是降价 就是明年维持原价 荣华都要亏本 咱们几十年的交情 你就忍心我赔得底朝天啊 荣华家大业大的 亏着点钱怕什么 多开发像雪花苏这样的爆品 不就赚回来了 谢里南算是听明白了 少林是在替女儿找补呢 老少 雪花苏的分成协议肯定是不能改了 不然董事局那边我没办法交代啊 不过 后续其他产品的合作 分成一律都提高百分之五 你觉得怎么样 少林四笑非笑地溺住他 你看我像是缺你那点的 谢里南噎了下 那百分之八 里南 你的诚意就值着点价 亏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谢里南有些急了 老少 我们跟你家云末谈好的原本是百分之十 后来签协议的时候 我还特意额外多给了百分之五了 加上百分之八 那就是百分之二十三了 不能再加了 再加董事局那边 也不会通过的少林饶有兴致的摩缩下巴 少氏虽然没有设计过食品行业 但默默喜欢 我拿点钱出来给他办个食品公司 也不是不行 你觉得呢 谢里南 两人你来我往的一番讨价还价 最后把云末跟荣华以后的产品合作 力兰分成定在了百分之四十 茶是没法再喝下去了 再喝下去 那就不是叙旧而是结仇了 时间不早了 老少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改天我请你吃饭 下次你来京城 我们再聚两人笑着握手道别 一转身 各自嘟拉垮下一张老脸 老少这只奸诈的老狐狸 特黑心了 敢让我不痛快 你还想痛快 做梦 林川洗完澡回到房间 发现自家媳妇并没有睡觉 而是坐在梳妆镜前照住什么 林川 好看嘛 听到林川进来 云末转过身 露出胸口一朵桂圆大小的玫瑰花形的钻石吊坠 尽管屋里的灯光并不明亮 却没有让钻石的璀璨耀眼打半点折扣 好看 林川真心实意地夸奖道 是爸送你的礼物吗 不是 是霞姐送的云末抬手将项链解下来 拖在手心里细细打亮 玫瑰花吊坠的工艺相当精致 每朵花瓣的边缘都镶嵌住细沙般的碎钻 花心的正中央则镶嵌住一颗一克拉左右的圆钻 圆钻的品级很高 颜色 进度 切工都堪称顶尖 媳妇 这项链是不是很贵 以林川的阅历和眼界 对钻石这种珠宝还并没有概念 纯粹是被她所呈现出来的珠华华贵所震撼到 还好吧 不过我送霞姐的礼物也不差 就稍微比这个差一点点吧 林川似懂非懂的点头 媳妇 你喜欢这样的首饰 以后我赚了钱也给你买云末将手里的项链递给了对方 这个叫钻石 也叫金刚玉 是世界上最坚硬的宝石 有句话叫钻石横九远 一颗永流传 意思就是指它坚硬无比 保存时间长远 可以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 谢里南到家已经十二点了 妻子罗雪兰已经躺下睡了 可她还是不管不顾的钻进罗雪兰被窝里 老婆 我被姓少的欺负了 求安慰 睡得好好的被弄醒 罗雪兰能有好脸才怪 滚老婆 老少这个奸商 我不就是炫耀了几句她家云末的厨艺 她居然下狠手宰我 她要我每年都要跟竹编厂千五万订单量 还要我们把何芸莫的莉兰分成提高到百分之四十 不然明年就不跟我们合作了 第518章花钱也是一门学问 被谢里南这么一闹 罗雪兰的睡意也醒了 她倒是没太在意跟竹编厂的订单和百分之四十的莉兰分成 这两项在荣华的整体业务占比中 连百分之一占比都不到 哪怕是赔本也伤不到荣华的筋骨 莫莫真是少林的女儿 罗雪兰是那种看住瘦 身上有肉的身材 身上的软肉靠着特别舒服 谢里南把头靠在妻子肚子上 享受地闭着眼睛 应该试得把罗雪兰把枕头垫高 起身靠在床头上 我一直就觉得 莫莫不像是普通农村出生的女孩儿 但我也万万没想到 她的身世背景这么有来头 说着 罗雪兰忽然戏谑地哼了一声 我原来觉得 少林是个清心寡欲 修身养性的国人 没想到私底下玩得还挺花 谢里南睁开眼 扬起脸看妻子 这话怎么说 她那个私生子跟默默差不多年纪吧 这说明什么 说明她曾经同时跟两个女人有来往 对啊 她差点忘了少林还有个儿子 在表面上看起来证人君子的男人 私底下也是爱贪心的 就没一个好东西 这话谢里南可不敢苟同 老婆 我跟她不一样 我结婚后 可是一直对你一心一意的 绝对没有在外面乱来 罗雪兰邪腻住丈夫 哦 那意思就是结婚前是有其他情况的 谢里南善善 老婆 那我那的年纪 会对异性有好感也正常啊 对吧 是挺正常 不过我心情不爽 你今晚去书房睡吧 老婆 快点 看到你就心烦 别逼我踹你下去 谢里南灰溜溜地抱住枕头 出了卧室 刚出卧室就跟走廊上的儿子 撞了个正面 父子俩面面相去 你干什么去了 您又惹妈生气了 父子俩几乎同时出声 谢里南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你妈可能更年期了 脾气不大好 我一个大男人肯定得让着她不是 谢景怀挑眉 妈才四十岁就更年期了 谢里南被儿子问得语色 索性脑子转得很快 小淮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 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睡眠不足会长不高的 明白吗 一般而言 孩子的身高跟父母基因有关 小淮 男孩子嘴巴不能那么毒 否则以后是会找不到老婆的 女生又蠢又笨 我才不稀罕 谢景怀吃完就回自己房间了 留谢里南在走廊上风中凌乱地怀疑人生 他是做了什么孽 女儿不喜欢男孩子 儿子不喜欢女孩子 天哪 歇家是不是要绝后了吧 谢里南被自己的想法吓到 转身一头又扎进了卧室 老婆 老婆 大事不好 我跟你说 啊 疼 轻点轻点 我错了老婆 少林跟谢里南分开后 并没有立即回四合院 而是满城的买雪花酥 雪花酥走的是中高端路线 只有百货商店和高档甜品铺菜有的卖 而这个点 百货商店和甜品铺都关门了 不过这难不到拥有超能力的少林 半个小时后 少林终于吃到了被谢里南吹上天的雪花酥 闻着雪花酥独有浓郁奶香和甜香 再看着少林细细品味满脸享受的模样 梁宽好奇地抓心挠肺的 少林虽然偏好甜食 但口味却很挑剔 寻常的甜品甜点他都看不上 爷 我能尝一块吗 出乎他意料 少林不仅给他尝了 还大方地招呼司机保镖们一起吃 等梁宽吃完了 少林才假装不经意地询问 觉得味道怎么样 梁宽诚实地点头 好吃 松脆酥软 香甜不腻 荣华做甜食是真的有一套 等回到京城了 我也买点回家 给家里的孩子们尝尝司机和保镖们 也跟住附和 一人一句便住法的夸雪花酥好吃 少林满意地又拿了一块咖啡口味的雪花酥 边吃边吩咐梁宽 你找人跟荣华公司对接一下 把这款雪花酥加到公司免费供应的小点心明目中 包括子公司和海外分布好的 也看少林吃得津津有味 梁宽也伸手摸了一块咖啡味的吃 嗯 是真香啊 爷 谢先生要是知道您这么照顾他家生意 肯定会对您心存感激地少林瞄了助理一眼 谁说我是为了照顾他谢里男的了 我又不是他爹 凭什么要照顾他梁宽不明白 自家也好端端的怎么忽然发起了火来 爷 您不是为了照顾谢先生的生意 那干嘛要跟荣华订购这么多雪花酥啊 如果是因为雪花酥合口味 自己买点回家慢慢吃就行了 没必要这般大手笔 邵氏的总公司加所有子公司海外分布 职员数量接近六位数 一年光是增加雪花酥典性供应这一项的开支 就要好几百万 少林举起手里的雪花酥 语气不无自豪 这雪花酥是默默研发的 每卖出一块雪花酥 默默都能分到15%的力篮 所以您这么大费周章 只是为了讨好黄女士的女儿 先生 您花这么多钱买雪花酥 能到大小姐手里的钱也不多啊 您还不如直接把这钱给大小姐呢 听到司机称呼云墨为大小姐 梁宽心里惊了一下 虽然自家爷对那个黄女士与众不同 可邵家的大小姐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配得上的 可让梁宽惊掉下巴的是 少林非但没对司机称呼云墨为大小姐而不愿 反而一脸的欢喜 梁宽忽然意识到 她其中是不是有她不知道的事 虽然心里千头万绪 但梁宽嘴上却向司机解释着少林的用意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这花钱也是一门学问 不会花钱的人花了等于白花 会花钱的人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都能延续成倍甚至百倍千倍的价值 也买了云小姐发明的雪花酥 是间接将云小姐推高更大更广阔的舞台 让云小姐可以更好地展示她的能力和价值 从而获得世人的认可 对于云小姐这种聪明能钱又有本事的人 直接给钱那是下下策 反而适得其反 让云小姐遭受世人的诟病和看低 认为她只是一朵攀龙富丰的图丝花 第519章 你是不是想通我喊你爸爸 听了梁宽的一番解释 司机和保镖们恍然大悟 原来自家先生高瞻远瞩 运筹帷幄 每一步都是在为大小姐将来回归邵家而铺路 因为邵家从来不是靠血缘就能够踏入的 否则 邵一安也不至于到现在还住在外头 爷 有件事我很好奇 回去的路上 梁宽实在忍不住问出心里的疑惑 少林靠着车椅被闭母沉思 看也没看她一眼 憋着 不行 爷 不问清楚我晚上会睡不住觉的 你实话说了吧 云小姐是不是你亲女儿 少林睁开眼 用看傻子的眼神逆叹 你说呢 身为心腹助理 梁宽太清楚自家爷的眼神和表情所代表的含义 他震惊到嘴巴能塞下鸡蛋 不会吧 不会吧 我猜对了 梁助理 你怎么会问这种傻问题 大小姐本来就是爷的女儿啊 梁宽不可思议的扭头看向前方的司机 你知道 当然知道啊 不然我怎么敢喊大小姐为大小姐啊 梁宽又看向副驾驶位上的保镖 你这么平静 难道你也知道 保镖没应声 却点了下头 梁宽直指他们 又指着自己 语气里满是委屈和控诉 合住你们全都知道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却都不告诉我 爷 您都告诉他们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难道我不配吗 少林眉眼看得闭上眼睛 是你自己没问 怪得了谁 默默要不是我女儿 我天天赖在这干什么 饭吃多了 把脑子也吃坏了吗 爷 我也没吃很多 一顿就两碗 主要还是黄女士的手艺太好了 每道菜都烧得好吃 吃了一碗就还想吃第二碗 少林懒的跟助理废话 我让你办的事 办的怎么样啊 说到正事 梁宽也恢复了一本正经 已经查到了 那天来找云 不 找大小姐的人叫云士贤 是江市宏达地产的老板 同时也是大小姐的养父 据了解 大小姐跟这位父亲的关系 并不和睦 少林脸色有些冷下来 她对默默不好 梁宽忙把手里的资料 双手递到少林面前 爷 您还是自己看吧 前18年 大小姐在云家过得还不错 可后来云家真正的大小姐回来之后 大小姐在云家遭受了不少委屈 梁宽能成为少林的心腹 办事能力无庸置疑 短短两天时间 就将云末19年来的生平经历 调查得七七八八 筷子头后的资料 少林看得非常仔细和认真 足足用了近两个钟头 为人父亲 少林对女儿本就亏欠良多 现在又了解到 女儿被云家如此糟减 心里的愤怒可想而知 爷 像云家这样的小门小户 都不需要您亲自动手 随便打个招呼 找个由头就解决掉了 想到女儿在面对云士贤和云瑶妇女时 镇定自若的模样 少林冷静下来 云家那边先不用管 默默不一定需要我帮忙 换做普通人 肯定会觉得不能理解 亲女儿吃了这么大的苦头 少林身为父亲 应该替女儿狠狠报复和打击云家 可偏偏 少林选择按兵不动 而梁宽却很明白 自家爷这么做 其实是出于对云末这个女儿 无条件的信任和纵容 云末的确有几分能力和本事 但毕竟还年轻 难免有出差错的时候 到时还不是需要少林这个当爹的来善后 对于少林而言 轻而易举就能解决掉云家 简单又利索 也不会有任何麻烦 可少林却宁愿麻烦 也要放手让云末这个女儿去闯 比起一味护在羽翼之下 锻炼和培养子女生存的能力和本事 才是更高层次的父爱 高考结束 少林也该回去京城了 吃过早饭 少林向大家辞行 我这次来得突然 公司和家里都来不及做安排 必须要回去处理了 默默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京城住两天 暂时不了 我还有事要做意想之中的答案 少林也不失望 那好 你先在江市处理你自己的事 我先回京城帮你把学校的事打电安排好 到时再来江市接你 听到少林要亲自来江市接自己 云墨有些意外 您不用特地跑一趟 我们自己去就行了我们 少林先看了眼林川 随即又看了看黄之秋 不确定女儿说的是和女婿 还是和亲妈 还是三个人一起 云墨给他解了货 我不想跟林川分居两地 所以准备带他一起去京城发展 带女婿一块来京城好了 到时女儿安心念书 他则扶持女婿在京城站稳脚跟 以后小两口就在京城扎根不走了 少林越想越美 忍不住高兴地拍了拍林川的肩膀 小林 你只要照顾好默默就行 别的都不用操心 我会替你安排好的 谢谢爸原本大家是要一块送少林去机场的 却被少林以不想劳师动众为由给婉拒了 最后 由云墨一个人去送少林 而这也正中少林下怀 他就是想单独跟女儿相处 哪怕只是短短的半个小时 车上 少林把自己的手提电话给了云墨 莫墨 这个是无线手提电话 你拿住 遇到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手提电话是去年年底才进入国内的 目前全国估计都不超过一百步 虽然他笨重得如砖头一样 信号也不好 但跟座机比起来还是方便多了 云墨不客气地将东西收下了 谢谢您 跟爸爸不用客气 这还是少林第一次在云墨面前以爸爸自称 与其中透着几分小心翼翼和讨好 云墨将砖头般的大哥大揣进背包里 抬起漂亮透彻的性谋 你是不是想听我喊你爸爸 云墨的直白让少林一愣 墨墨 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习惯 没关系 我不住着急地嘴上说着不急 眼神里的期待和渴望都快满意出来了 虽然我是很不习惯 但也是早晚的事 拜 少林欣喜若狂 高兴得就像个四十岁的孩子 墨墨 你能不能再喊一声 我刚刚都没做好准备 我都没听清楚 少林越说越小声 似乎是怕惹他不乐意 云墨无奈叹气 那您现在做好准备了吗 恩 少林忙点头 爸 哎 少林冲他开心地笑住 眼眶却一点点变红了 第五百二十章 吃饭遇到苏明安 飞机上 看住少林低头整理心情的模样 梁宽欲言又止 爷 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少林没理他 而是拿出自己这两天 给女儿拍的各种生活照片 一张张仔细地看住 边看脸上边露出笑容 他的女儿就是漂亮 三百六十五度无死角 怎么拍都好看 怎么看都看不够 梁宽不吐不快 不怕死地继续说道 爷 您刚才挺没出息的 就听大小姐喊了一声 爸 就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当初大少爷出生 也没见您这么激动啊 少林这两天都沉浸在 和女儿相认的喜悦和幸福中 根本顾及不上 原家和少爷安母子 偏梁宽哪壶不开提哪壶 非得把他看女儿照片的 好心情破坏殆尽 梁宽 我在 爷 你该感谢飞机半路上 不能开窗 这话怎么说 少林抬眼 眼神没什么温度地扫向他 因为我会忍不住 把你踹下去梁宽 耳边终于安静了 少林继续欣赏女儿的照片 一边看一边默默在心里做安排 这张全身照适合放书房 这张合照适合放办公室 这张大头照裁剪一下 放前家 这张笑得最开心 放大了挂卧室墙上 每天看到女儿笑都能有好心情 送完少林后 于墨就去了经常和曾方约见的 新美乐西餐厅 一进去 曾方就像花蝴蝶似的扑上来 抱住他 默默 啊 我想死你了 备战高考的缘故 两人差不多有一个月没见面了 于墨同样开心地回报住对方 两人抱了好一会才分开 各自落座 默默 你高考考得怎么样 还可以 你呢 曾方嘿嘿一笑 心情显然相当不错 我考得也不错 感觉能上600分听到这个孤分 于墨既惊讶 同时也为对方感到高兴 不错啊 你三模式575分 一个多月提高了25分 哎 你都不知道我这一个月是过的什么日子 早上6点起床开始背单词 去学校的路上也要背鼓湿 下午放学回家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吃完就开始跟家教老师补习数理话 晚上12点睡觉 整整一个月 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背书和刷题 别的一概不碰 累得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想着你跟我说的 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再苦再累就这么一个月 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不过 辛苦也没有白费 高考的时候我感觉特别轻松 每考完一科我就跟家教老师对了答案 最后孤分我应该能上600 的确是辛苦了 看你人都瘦了一圈 曾方摸了摸脸 脸上流露出兴奋 真的吗 我真瘦了 芸墨好笑地捏捏对方的脸 比珍珠还真 你自己没上衬吗 我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用 哪有心情称体重啊 不行 我得找个秤称一下 曾方说做就做 当即起身就要去找秤 芸墨哭笑不得地拉住她 先吃饭吧 吃完我陪你去 不行 吃完饭体重就长了 最后 曾方让西餐厅的服务员带她去后厨 借用称食材的机械秤 芸墨坐在位置上先点餐 新美乐西餐厅在江市人气很高 菜品丰富 装修时尚现代 她经常和谢霞曾方约在这边吃饭 芸墨先给曾方点了一份曾方最喜欢的牛排套餐 又给自己点了份一面套餐 正准备再点些甜品 头顶忽然出现照下一道阴影 你一个人跑来着吃饭 看住居高临下站在她桌边的男人 芸墨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 对方是苏明安 大半年没见 她早忘了这号人物了 最主要的是苏明安比去年黑了好几度 发型也从偏分变成了板寸头 就连身材也强壮了不少 唯有眼神透露出来 屁腻巨傲还是那么讨厌 你老公呢 他怎么没陪你 看住自顾自坐到曾方位置上的苏明安 芸墨忽然想起了曾经一款溜溜眉的广告词 您没事吧 没事吧 苏明安从上到下把她打量一番 与戴讥讽地吐槽道 芸墨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的是爱慕虚荣 春带彩的紫罗兰玉手镯 钻石项链 还有红宝石的戒指 这哪一件是你那个穷鬼老公买得起的 你该不会备注你老公去找别的男人了吧 苏明安 有病就去吃药 别出来隔应人苏明安冷笑 你都做得出来还怕别人说 芸墨 要不是从小我看着你长大的 我才懒得管你 你趁早认清现实吧 你现在已经不是千金大小姐了 既然嫁了人就恪守复道 安安愤愤地过日子 少做那些攀龙复凤的春秋大梦 别到最后鸡飞蛋打两头空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今天我请 你好好吃一顿 看你现在瘦不拉击的 你老公也太没用了吧 饭都不给你吃饱吗 芸墨气急返笑 是啊 那就多谢苏大少爷慷慨了 听到他承认 苏明安瞪大眼睛 他真不给你吃饱饭 芸墨懒得跟对方多费口舌 直接对服务员说道 刚才点的那些都不要 麻烦你把店里所有的招牌菜品 都上两份 一会结账的时候 找这位苏明安苏大少爷 见苏明安没有意义 服务员连忙应声离去 芸墨 你一个人点那么多菜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点两份 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 你纯心宰我 芸墨眨眨眼 苏大少爷误会了 我只是想叫我老公一起来吃 说出来也不怕你见笑 他平时都舍不得来这么昂贵的餐厅吃饭的 听到芸墨居然要把便宜老公带来一起吃 苏明安一张脸直接黑成了锅顶 不过他现在本来也长得黑 所以根本也看不出来 芸墨才不管对方什么心情 反手从包里摸出大哥大 往家里拨了的电话 林川出门做买卖了 电话是黄志秋接的 但不妨碍芸墨演戏 老公啊 你现在来新美乐西餐厅 中午有人请我们吃大餐 我点了好多好多你喜欢吃的 嗯 我等你啊 快点来 白白说完 芸墨就把电话挂了 留接电话的黄志秋一头雾水 苏明安震惊地指住他手里的大哥大 你 你哪来的这个 当然是别人送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老公哪买得起这个 你别看这个玩意又丑又沉的 但是打电话挺方便的 苏明安是被气走的 第521章 余墨就是个草包 苏明安刚走 曾芳就兴冲冲地跑回来了 墨墨 我跟你说 我真的瘦了 整整五进 芳芳 为了庆祝你瘦了 咱们今天吃大餐 说到吃 曾芳简直是加倍的快乐 好啊 你点餐了吗 我要吃安格斯牛排 煎大虾 还有海鲜浓汤 放心吧 我全部都点了 这会餐厅的时刻不多 鱼末点的菜很快上来 法式松露鹅肝 挪威三文鱼 鱼子酱海鲜盘盘 生煎冰倒袋子 香草菊蜗牛 黑松油松龙汤 田虾沙拉 等等 随着一道道菜品被端上桌 曾芳的嘴巴也越张越大 墨墨 你怎么点了这么多 还一是两份 我们哪吃得完啊 没事 吃不完的打包回去当晚饭 曾芳一边大快朵一 一边说道 西餐打包回家应该不好吃了吧 那就我带回家喂大乖二乖好了 他们不挑食的 什么都吃 这么贵的西餐 打包回家喂狗 曾芳狠狠咽下嘴里的牛排 默默 是不是谁惹你不高兴了 没有啊 鱼墨笑眯眯道 有人尚赶住请客 我们总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 所以就多点了几道 吃吧 反正不用你掏钱 曾芳又拿了一块鱼子酱三文鱼块塞进嘴里 一边嚼一边问道 谁啊 出手这么阔绰 云墨朝二楼的抬了抬下巴 楼上二号雅座 曾芳抬头看去 果然看到二号雅座坐着好几个年轻男人 曾芳看了好半天才回过头 是哪一个啊 我认识吗 云墨好笑 你没认出来吗 板寸头 苏明安听到云墨的话 曾芳赶紧又抬头 盯着靠栏杆位置的板寸男看了好一会 我的天 你不说我还真没认出来 他这是去挖霉了吗 这么黑 跟包公一样云墨耸肩 不知道 反正他说了他请客 吃吧 管他呢 好嘞 那我就不客气了 默默 我跟你说 你快尝尝这鱼子酱海鲜盘盘 简直太鲜甜了 这贵的东西果然有贵的道理 看住云墨眉开眼笑的娇美模样 楼上雅座的苏明安嘴里发出轻吃声 心头那股无名火却莫名散了不少 大概可能是因为云墨没有带便宜老公来吃饭吧 明安 你怎么老是往楼下瞅 楼下是有美女还是怎的 西餐厅的布局是类似剧院风格 一楼是大厅 二楼是雅座 雅座是那种真皮沙发的长椅 观景位置极佳 外侧是玻璃窗 可以看街景 内侧是走廊和栏杆 透过栏杆可以看到楼下大厅的一些座位 我来瞅瞅 哟 还真是有两位大美女呢 听到打趣声 其他人也纷纷看着脑袋往大厅看 则 这不是云墨吗 另外那个是曾芳 大半年不见 身材倒是更好了 苏明安抬手将探头探脑的几个人推回座位上 有什么好看的 没见过女人是不是 都吃饭 大家都是男人 又哪会看不出苏明安的那点因你心思 我说明安 你该不会还对云墨念念不忘吧 他可都嫁人一年了 说不定肚子里都揣着崽子了 苏明安一脚踹过去 打断了那人的话 瞎胡说什么 我眼光有那么差吗 看得上他这样的 看上云墨是眼光差 几个同伴面面相去 明安 我跟你说 现在的云墨可跟以前不一样啊 是啊 我听我堂妹说 云墨在三中一直名列前茅 一模二模三模考试在全市排前五 只要发挥稳定 上京大事妥妥地以云墨的长相 再加上京大的名号 才女无疑了 也就出身差了点云欢死后 苏明安就被家里送进了部队里面 最近才休假回来 所以并不知道云墨身上的变化 在苏明安的印象中 云墨还是那个空有美貌 无才无德的草包 对于同伴的话 他是一个字都不信 你是要天仰逗我了 就云墨那样 还全市前五 全市倒数第五 还差不多 真的 明安 不幸你问问他们 其他人纷纷出声印证 是真的 我姨妈就是三中高三二班的班主任 老听她说起一般的几个尖子声 云墨就是其中一个 苏明安骨子里就是偏执自我的人 他认定云墨是草包 任凭同伴们怎么说 他都觉得是在和起火骗他 他冷笑地腻着所有人 编 继续编 我要是信一个字 我名字倒过来写 见他这样 其他人也懒得再多费唇舌 毕竟云墨的成绩好坏 跟他们又没关系 吃了没几口 苏明安借口上厕所的机会 又跑去了云墨桌前刷存在赶 不是说跟你老公一块吃吗 怎么 他忙着搬砖 没空来陪你啊 苏明安嘴里说的搬砖 是意在奚落 在云墨嫁人前 他就了解到 林川就是在工地上 潜活的打工仔 云墨是现代人 对搬砖这个说法 倒是不排斥 是啊 他忙着搬砖养我呢 不像苏大少爷有钱有闲 苏明安看了眼桌上 被吃得七七八八的菜品 冷吃到 长得瘦不拉击的 还挺能吃的 也难怪他养不起你 吃这么多 你是数猪的吗 对面的曾方有感觉被冒犯到 这一周的菜品 有四分之三都是被他吃掉的 云墨懒得跟苏明安废话 直接问曾方 你吃饱了吗 曾方看了苏明安一眼 非常勉强地放下筷子 愣 吃饱了云墨台首招来服务员 结账 顺便拿几个餐盒 我们要打包等服务员拿着点菜单 去收银台后 云墨这才笑眯眯地看向苏明安 苏大少爷 谢谢你的款贷 我们就先走了 您慢慢吃苏明安动了动嘴巴 似乎想说什么 最后却又什么都没说地 转身走了 等走到没人的拐角处 苏明安忽然捂住 咚咚狂跳的胸口 云墨这个死女人 无缘无故地对他笑 肯定是想勾引他 他是不会上当的 M的 都怪他笑起来太好看了 第522章 而大不由娘 女大不重流 苏明安回到饭桌上 看大家都奇怪地看自己 顿时没好气到 我脸上有东西 一名同伴几枚弄眼道 明安 你怎么一脸春心荡漾的 不会刚才干什么坏事去了吧 滚 你以为老子是你啊 苏明安嘴上骂骂咧咧 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现在的状态是不太对 心跳还是很快 情绪也莫名亢奋 就像喝了酒泵滴一样 恨不得窜上天 他端起加了冰的柠檬红茶 刚要喝 服务员拿着账单走了过来 怎么就结账了 饭还没吃完呢 吃你们的 跟你们没关系 不等服务员解释 苏明安就接过了账单 一看 眼珠子差点惊掉出来 二千 他们吃的是金子吗 苏绍 账单上都有菜品名目和价格的 苏明安一看 再次发起了火 不是点的两份吗 这上面怎么写的三份 你倒我是傻子呢 服务员盲解释 他们临走前把每样菜品 又全部外带了一份 它是猪吗 十几道菜还没吃饱 还要外带 服务员小心翼翼道 我听那位穿杏色衬衫的女士说 她老公还没吃饭 她是打包回家给她老公吃的 苏明安险些一口老血吐出来 可请客的话是她自己放出去的 她也没脸赖账 一摸钱包 M的 她又不是土大款 身上怎么可能带这么多钱 最后一桌子的人 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 都没凑够两千 苏明安没脸问家里要 只能打电话找朋友借 搞得很是狼狈 云墨和曾芳离开戏餐厅后 直接就打车去了林川的铺子上 两人到的时候 林川刚准备吃午饭 看到云墨和曾芳来 林川连忙放下饭碗 媳妇 你们吃午饭了吗 吃过了曾芳 看住小饭桌上的清水面条和酱菜 忍不住道 林大哥 你中午就吃这个啊 这也太没营养了 林川不好意思地笑笑 店上事情多 煮面条简单点 也不用怎么收拾 云墨把手里拎住的两袋打包盒 放小饭桌上 别吃面了 今天中午给你改善伙食 吃大餐 对对对 林大哥 我们特意给你带了好吃的来 曾芳手里也拎着打包盒 不过小饭桌已经放不下了 他只能先放地上 云墨将打包盒一一打开 很快小饭桌就放不下了 最后是找了两个装货的大纸箱 倒扣在地上来充当饭桌 林川被一大桌的豪华西餐 惊得半天回不过神 媳妇 这也太多了 我吃不完 能吃多少吃多少 吃不完地拿回家 为大乖二乖说着 云墨端起鱼子 将海鲜盘盘塞到他手上 行了 别愣住了 快吃吧 先吃这个 说着 他又拿起餐厅赠送的刀叉 三两下把牛排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然后又去切鹅肝和三文鱼之类的菜品 方便林川直接用筷子夹着吃 媳妇 你们今天怎么点这么多菜啊 一回家 少林就直奔少夫人那儿去 少夫人刚吃了午饭 正准备午睡 看到儿子不免有些惊喜 阿玲 什么时候回京的 吃过饭了吗 中午正是天最热的时候 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回来 少林是又累又可还饿 妈 有水吗 给我倒一杯 少夫人一边吩咐保姆去倒水 一边拿出手帕心疼得给儿子擦汗 怎么急冲冲的 水都顾不上喝 衣服也没换吧 出什么事了 非得这么住击地过来 气都不歇一口噎 您的水 少林接过花扫手里的温水 一口气直接喝完 看那少夫人又是一阵心疼 喝了水 少林从兜里拿出云末的照片 妈 你看看这个少夫人接过照片一看 眉心当即不住痕迹地皱了下 这 这也太年轻了 年轻也有年轻的好 年轻人身体好 将来好生养 行吧 少夫人隐晦地和花扫交换了的眼神 随即才问儿子 这就是你电话里说的那位朋友 长得倒是不错 也难怪你喜欢 妈 默默她特别优秀 性格也好 等你见了她 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她的 我的意见不要紧 重要的是你的心意 你打算什么时候带她回来 八月份吧 她刚刚高考结束 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 居然是个高中生 少夫人捂住胸口 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花扫眼急手快地帮她拍背顺气 看少夫人这样 少林也紧张地关心道 妈 您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少夫人深呼吸吐出一口气 努力压下心里的情绪 没事 可能是天太热了 有点闷 既然你决定把人带回家 那幸远的你打算怎么安置 提到原家 少林的脸色冷下来 原家我会亲自料理的 妈 你不用操心 少夫人静怡不定地望住儿子 最终只说了一句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日头如火 晒得地面都透着热气儿 可少夫人的院子 却因为满园的花草绿植 倒是比别处优良妾义许多 特别是那株两米多高的 老庄茉莉花树 树形优美 枝叶茂绿 无数菊状般的洁白花朵 如繁星般坠满整个树冠 满园淡雅 花香青皮 妈 我想向您讨要个物件儿 少夫人还是第一次看到儿子 露出愁愁的神情 心里不由感到兴起 你说吧 我这儿有的还能不给你 少林伸手一指 正正指向那株老庄茉莉 妈 您把这株菊般茉莉给我吧 少夫人威乐 你不是一向不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吗 以前我说搬几株兰草到你院里 你还不要呢 默默喜欢这些 我打算把我隔壁的院子 收拾出来给她住 再把这株老庄茉莉移栽过去 倒是满院子的茉莉花香 她肯定会喜欢的 还真是儿大不油娘 女大不中流啊 这人还没进门呢 都开始打她院子的主意了 不给 为什么 少夫人眼疯都懒得给儿子一个 树挪死人挪活 我这株老庄茉莉养了十几年了 换了地儿未必还能开得这么好 你想给她种花 外头哪寻不到 怎的还非得从我这儿挖走 外头是有 但没有妈您这这儿的好啊 妈 真的没有办法吗 没有少林有些遗憾的起身 那好吧 您午休吧 我先回去吃饭了 下午还得安排人 给默默收拾院子 走到院子里后 少林特意走到 老庄茉莉花树前 绕住转了一圈 才三不一回头地离开 花嫂 下午叫两个花将过来 把那株老庄茉莉给我挖了 花嫂看得暗笑 夫人您还跟以前一样 刀子嘴豆腐心 少夫人冷哼 与其被人惦记着 还不如挖了 眼不见心不烦 第523章手工老兵粉 正午的日头毒辣 给凌川送完午饭 芸莉也没记住离开 而是让凌川去买了 三碗冰粉回来结束 这个年代的冰粉 无论是卖相 还是口味口感都很一般 甚至红糖水 都不是纯粹的红糖 而是用三分的红糖 对着七分糖精 吃在嘴里 都是一股浓浓的科技味 芸莉在吃的方面 一向挑剔 勉强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凌川喝完自己的冰粉后 稀以为然地端起芸莉 只喝了两口的冰粉 准备一起解决掉 芸莉拦住她 别喝了 都是冰 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曾芳毕竟是长在这个年代的 并没有见识过后世的顶级风味 捧着冰碗喝得津津有味 夏天喝冰粉 真是神仙般的享受啊 我恨不得一天喝三碗 芸莉拖着腮 瞅住好友 语气不自觉地透着几分嫌弃 就这样的冰粉你都能喝三碗 那要是我给你做那种正宗老冰粉 你岂不是要从早喝到晚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曾芳两眼都快要冒出心心来了 莫莫 你还会做冰粉 快 我们现在就回家试试 芸莫有点无语 你不是正在吃吗 曾芳低头看了眼已经见底的冰粉碗 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桶 这垃圾玩意儿怎么能跟你的手艺比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喝这碗冰粉是神仙般的享受 天太热了 芸莫懒洋洋地不想折腾 可偏偏临川也跟着凑热闹 媳妇 我也想吃你做的冰粉 行吧 实力不允许它摆烂啊 要做出一碗好吃的冰粉 原材料一定要够丰富够高级 而要论食品原材料的丰富 荣华的研发部肯定是首屈一指 芸莫先用大哥大跟罗雪岚 进行了电话联系 随即才拉着曾芳打车去融化公司 车上 曾芳拿着砖头式的大哥大 翻来覆去的研究 莫莫 你这个手提电话 它都不用插电话线的吗 嗯 它采用的是无线移动通信技术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 电报机的升级版 曾芳恍然 脸上的兴奋和好奇 怎么也掩盖不住 这应该很贵吧 莫莫 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是我爸送的 你爸 曾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眼珠子瞪得就像两颗桂圆 你说的不会是云士贤吧 他吃错药了 芸莫吃笑 怎么可能是他 他还不配拥有这样的好东西 是我亲爹 前几天刚认的 出租车上 芸莫也不太方便说太多 只简单把他和少林相认的事讲了讲 曾芳听得满心惊奇 同时又很郁闷 芸莫 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了 你找到亲爹这么大的事 居然都不早点告诉我 早知道他今天走 我也跟着一块去送送吧 也好让他知道 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嘛 芸莫忍俊不惊 我不说是不想影响你高考 放心吧 以后还有的是见面机会 那等下次见面 你一定要向他介绍 我是你最最最最要好的朋友 行 曾芳低头把玩了回手里的大哥大 忽然又想到什么事的抬起头 啊 莫莫 你爸长什么样子 帅不帅 你有他照片吗 照片还真有 这段时间 少林拉着他拍了不少合影 全部都洗了两份 也给他留了一份 在我书房 回去给你看 那我们现在回去 你不吃冰粉了 啊 曾芳艰难地挣扎了两秒 那先去吃冰粉 吃完再回你家看照片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当然都是全都要 罗雪兰出去见客户了 并不在 为您提供大神七女王的 80新婚夜田 七胶包有空间 最快更新 第523章 手工老冰粉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公司里 接待两人的事 罗雪兰的秘书董杰 云墨和谢霞来过公司好几次 董杰对他的态度非常熟络 云小姐 这边请 罗副总事先已经交代好了 说等您来了 直接带您去研发部 您需要什么院材料 尽管取用 麻烦你了 董秘书 云小姐客气 对了 您刚高考结束吧 提前祝贺您金榜提名 谢谢 荣华是食品公司 研发部也不像普通的商务公司 都是办公桌和文件资料 反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甜点后厨 占得超过500平方米的研发实验室 整体密封且采用无菌无尘操作 所有研发人员出入都要经过杀菌消毒 并穿戴无菌工作服 佩戴头套 脚套以及口罩 董杰有自己的工作忙 便找了一个刚进研发部不久的新员工 给云莫当助手 新员工是个年轻的女人 颇有些自食清高的优越感 对云莫大费周章的进到这来 却只是为了做一碗冰粉而吃之以鼻 研发室是整个公司的核心 我们每个研发人员的工作任务都非常重 你们这些小女生想玩回自己家里玩好了 真不知道来这添什么乱 曾芳什么脾气 直接就对了回去 你工作任务重不重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嫌我们影响了你的工作 刚才董秘书在这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柿子挑软的捏是吧 我告诉你 你打错了算盘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我身边这位是跟你们荣华合作的甜品师 今年火爆全国的雪花酥 就是他的创意 你是荣华的研发人员 请问你又有哪些了不起的成果和产品 因为戴着头套和口罩的缘故 以方只能看到半张额头和眼睛 但从眼神中可以看出 年轻女人对云墨是雪花酥的研发者 是感到震惊的 你 你真的是雪花酥的研发者 云墨弯眸一笑 不才 正是我 我不需要助手 你只需要告诉我在哪里领用材料和工具就可以了 得知云墨的身份后 年轻女人收起了轻视 带云墨去找了一张空闲的工作台 又帮忙把云墨需要的材料和工具一一取来 东西备齐后 年轻女人并未离开 而是站在一边 显然是想旁观云墨做食品 云墨也没管他 直接拿出从一个卖冰粉的商贩那儿买来的冰粉籽 准备先搓冰粉 手搓冰粉的要领就是要有小气泡 这样口感才会Q弹哗呢 5克食用石灰加250克水 搅拌后静置 再将50克已经清洗过的冰粉籽装入纱布袋子中 加入一升矿泉水 然后像搓衣服一样的揉搓纱布里的冰粉籽 几分钟后 水里开始出现白色小泡泡 等到水里的白色小泡泡足够多后 冰粉浆就搓好了 之后 再将静置好的石灰水少量多次的加入到冰粉浆中 一边加要一边搅拌 使其充分和冰粉浆融合 一直到冰粉浆开始凝固才停止 将已经正在凝固的冰粉放入冷藏室 接下来开始制作预言 第524章 你爸好年轻啊 小墨儿 又在做什么好吃的 不知过了多久 罗雪兰穿着全套无军服来到云墨的身边 兰姨 罗副总 云墨 曾芳 以及一边旁观的年轻女职工不约而同喊道 罗雪兰听声音才认出曾芳 笑着将手搭在曾芳肩上 芳芳 好久没见你来家里玩了 曾芳嘿嘿笑道 这不忙着高考吗 现在高考结束了 只要您不嫌烦啊 我天天去 行啊 我背着好吃的等你来 云墨却忽然想到什么 转头问罗雪兰 兰姨 霞姐现在怎么样了 霞儿八号晚上已经顺利到外国了 这两天在忙着学校和住处的事 一会我把她公寓的电话给你们 你们有空可以给她打电话 好 罗雪兰拿起桌上已经搓好的生育圆丸 用手捏了捏 好奇到 你这是做的糯米丸子 云墨笑着摇头 这叫水果芋圆 主要材料木薯粉 加少量的糯米粉和葡萄皮的汁水 芋圆 我好像听朋友说起过 应该是闽南那一带的传统小吃 是的 罗雪兰还有会议要开 只稍微待了一会就走了 不过临走前 再三叮嘱云墨做好了小吃 一定要给她留一份 花费了三个多小时 曾芳终于吃到了手挫老冰粉 啊 好好吃 天哪 这个芋圆怎么能这么香软Q弹 墨墨 你做的这个老冰粉简直绝绝子 难怪你不吃外面买的冰粉 我一会还要再吃一碗 不行 为什么 与孩子不要吃那么多冰 对身体没好处 见曾芳不乐意地撅住嘴巴 云墨只好道 行了 我再给你加点芋圆和钱果脆 曾芳顿时洗上煤烧 好啊好啊 多加点芋圆 还有葡萄钱 还有冬瓜糖 云墨索性把镖子给他 你自己加吧 云墨的冰粉做得多 研发实验室每人一碗都还剩下不少 大夏天 吃上这样一碗冰凉又美味香甜的老冰粉 简直不要太舒服 整个研发室的人都对云墨的手工老冰粉赞不绝口 只有一道听起来不怎么和谐的声音是被董秘书指派 给云墨做助手的那个年轻女职员 这冰粉是比外面的好吃 可做法也太复杂了 冰粉始终是街头小吃 外面一碗冰粉才卖五分到一毛 可这一碗冰粉的成本这么高 谁舍得花这么高的钱就买这么一碗冰粉吃 总归是滑而不实 不贴近实际 这话一出 整个研发室的气氛都变得尴尬起来 白白吃现成的 居然还有脸阴阳怪气 曾方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人之所以只有一张嘴 就是为了让你多吃饭少说话的 成本高怎么了 谁逼住你吃了 你爱吃吃 不吃就滚 云墨也不是泥人 面对对方的再三挑衅 还能有好脾气 入嘴的东西总有高低好坏的差别 风俭尤人 你吃不起的东西 不代表别人也吃不起 研发室的其他人 纷纷你一句我一句的 向着云墨说话 毕竟吃人嘴短 一碗真材实料 味道又好的手工冰粉 就算是卖得贵 偶尔买上一碗来吃也无妨啊 又不是当饭一样的天天吃 反正我每个月的工钱 一半都用在了池上 要是这一碗冰粉卖个五六毛的 我肯定天天买来吃 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 我们还得养家糊口啊 哪能跟你比 不过 偶尔给孩子们买上一碗解解馋 还是不错的 与职员没想到自己随口几句话 反而惹了众愿 一时间休愤难当 但他一个新职员 到底是没胆量 跟整个部门对抗的底气核实 为您提供 大神七女王的八灵新婚夜田 七胶包有空间最快更新 第524章 你爸好年轻啊 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力 只得捏着鼻子向云墨道歉 我并没有说你的冰粉不好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要是要好吃的基础上 能做到降低成本的话 那就更完美了 云墨淡淡一笑 我只是做来吃住姐闷 没想靠她做生意挣钱 所以成本什么的 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与职员勉强地笑道 原来是这样 那是我想差了 我刚才那些话是无心的 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云墨不置可否 转身找了几个前进的打包盒 把所有的材料都装饰一些 装备晚上给家里面的人 做冰粉吃 从研发实验室出来后 云墨静止去了总经理办公室 谢里南和罗雪兰都在开会 云墨将做好的两碗老冰粉 分别放到两人的办公桌上 又留了张字条 就跟曾芳离开了荣华公司 回到四合院 云墨从书房里 找出相册给曾芳看 啊 墨墨 你爸好年轻啊 长得还帅 他真的有四十多岁了吗 我怎么感觉 他最多三十出头 云墨好笑 他人又不在这 你在恭维他 他也是听不见的 才不是恭维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好不好 兴致勃勃地 看过少林的照片后 曾芳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墨墨 你爸这么有钱 长得又这么帅 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那你不是喜提后妈 据他自己说 他没结婚 而且 就算真有后妈 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也是哈 你已经成年了 而且还成了家 别说是后妈 就算是亲妈手 也伸不到这么常来管你的 曾芳刚说完这句话 一转头就发现 黄之秋站在旁边 一时间尴尬极了 邱姨 我不是说你 我就是打个比方 您千万千万不要生气 黄之秋心性宽和 自然不会跟小辈计较这些 他笑着摸摸曾芳的头发 晚上在这吃饭吧 这段时间你和默默都辛苦了 看你都瘦了不少 我炖酸萝卜老鸭汤给你们补补 想到酸萝卜老鸭汤 那酸爽咸鲜的味道 曾芳忍不住吸流了下口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谢谢邱姨 不客气 我去买菜市场买鸭子 你跟默默在家玩 好的 傍晚时分 夕阳已经完全沉入地平线下 晚霞烧红了整个天际 如同一幅瑰丽绚烂的油彩画 少林忙完手头上的工作 来到隔壁院子 想看看下人收拾得怎么样了 结果一迈进院子 就看到几个花匠 正合力将一株老庄茉莉 抬进已经挖好的深坑中 第525章竟然是妇人的孙女 少夫人刺梦完花花草草 从花房出来 看到坐在凉亭里 等着自己开饭的儿子 故意也遇到 哟 希克娜 不是说晚上有应酬 不在家用饭吗 少林忙起身迎上钱 应酬以后有的是机会 出去了这么些天 老妈挂心了 今晚我只陪您好好用饭 少夫人自嘲地轻吃 一颗老庄茉莉 能换你一顿晚饭 倒也值了 妈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就算不肯割爱 我还是会过来陪您用饭的 我听花嫂说 今晚你厨房炖了食鱼汤 我都好久没喝了 过来尝尝先 花嫂笑着接话 汤应该炖得差不多了 我这就去爷城一碗过来 一碗怎么行 怎么也要两碗 我要喝两碗 少夫人称怪看了她一眼 转头吩咐花嫂 直接把锅端上来 让她喝个够 花嫂笑着退下 凉亭的饭桌上 已经提前摆好了饭菜 天热 倒也不怕凉 少林用毛巾擦前进手 亲手给少夫人用荷叶饼 裹了一块烤鸭 你吃你的 我吃我自己会弄 少夫人看了儿子一眼 夹起裹好的烤鸭 咬了一口 饼胚香软弹牙 烤鸭皮脆肉嫩 混着甜面酱 香葱丝和青瓜丝 吃起来咸甜可口 美味至极 妈 怎么样 我手艺没生吧 少夫人看了儿子一眼 尚可 少林笑了笑 用毛巾擦了擦手 拿起筷子 夹了块翡翠豆腐吃 常年在外交集应酬 大鱼大肉的早吃腻了 比起少夫人爱吃烤鸭 她更偏好吃一些家常小菜 这豆腐做得不错 豆香味而很浓 是自己点卤的 少夫人咽下嘴里的烤鸭 用毛巾擦了擦嘴角才开口 前几天大姑婆托人 从乡下给我送了点土黄豆来 今早花扫磨了豆浆 剩下的做了几斤豆腐 给其他几院的送了一大半过去 剩下的都在这桌上了 少林笑 难怪今天晚这饭桌上都是豆腐 吃了没一会 花扫果然将整锅食鱼汤 都端了上来 少林起身先为少夫人盛了一碗 然后才给自己盛 汤事先已经凉过了 这回微微烫 刚好能入口 少夫人尝了长咸淡 示意花扫割点胡椒粉 一边对儿子说道 你也不用这么献殷勤 一棵花树而已 看了十几年我也烦了 挖了我也好重点别的 换一换眼睛 少林放下手里的汤碗 儒雅的脸上难得的透出认真和感激 妈 我还能不了解您吗 您向来重情念旧 这院里的每一颗花花草草 都是您精心栽培的 亲住的感情和心血 无法估量 我要替默默好好感谢您这个奶奶 噗 最后一句奶奶 直接让少夫人刚喝进嘴里的汤 直接喷了出来 少夫人端庄优雅了一辈子 哪里出过这样的囚 妈 怎么了 是汤太烫了吗 花嫂一手接过少夫人碗里的汤 一手地上毛巾给少夫人整理 目光却惊疑不定地往少林看 奶奶 那位默默小姐 竟然是夫人的孙女 哎哟 这乌龙可搞大了 少夫人到底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整理好自身狼狈的同时 也将心情快速地梳理平稳了 她放下毛巾 她也看着儿子 你什么时候又认了的女儿 少林被问得一愣 随即才反应过来 她似乎好像忘了跟自个妈讲女儿的身世 她轻拍了拍脑门 妈 是我高兴糊涂了 忘了跟你说 默默她是我女儿 轻声的 你中午不会是误会了吧 少夫人冷笑了下 你说呢 花嫂忍不住插话 爷 宁性冲冲地拿出一张照片 说要把人领回少家 为您提供大神七女王的 八灵新婚夜田 七胶包有空间 最快更新 第525章 竟然是夫人的孙女 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又不说清楚她的身份 也不怪夫人误会啊 少林的脸色怪异到几乎扭曲 妈 你也把我想得太禽兽了 我在饥渴 也不至于找这么小年纪的 是你自己没把话说清楚 还怪我咯 少林举手投降 怪我 怪我 妈 都是我的错 我 哎 我真的 我没想到您居然会这么想 之后 少林不敢有丝毫隐瞒地 将霍黄之丘的过往 讲述了一遍 少夫人本来就不喜原家 得知原家竟然为了贪图富贵 而涉及蒙骗了所有人 修身养性多年的她 忍不住勃然大怒 信源的简直狗胆包天 竟敢拿这种事耍花招 我饶不了她 比起愤怒 花嫂更为关心的是 少爷安的身份 爷 那一安少爷她 我这辈子只有那么一次糊涂 默默是我女儿 那一安就不可能是我的血缘 以后你别喊一安少爷了 花嫂连忙称事 而少夫人听得又是一顿火 岂有此理 她自己冒名顶替就算了 居然还敢把外面的野种 冒认是我们少家的子孙 岂有此理 在少林和花嫂好一番劝慰下 又喝了一支尽心口福叶 才总算让少夫人的情绪稳定下来 阿玲 你把照片再拿过来 我看看 中午她只顾住生闷气 都没怎么看仔细照片上 孙女的长相 花嫂很快从少林的书房 取来相册 厚厚的一本 里面全是云末的照片 少夫人一张一张地翻看住 越看 心里越是喜欢 原因无她 小姑娘不仅长得好看 还很挂像她和儿子 而且眼神清澈 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中林之气 这样的女孩儿 没哪个长辈不喜欢 阿玲 她今年多大了 一旁跟住 沾光看云末照片的花嫂 笑着接话 夫人这是高兴糊涂了 她更衣 跟袁女士的儿子 同年出生的 自然也是十九岁 少夫人恍然 对 阿玲 你中午说过的 她刚刚高考完 我之所以在那边 逗留这么些天 就是为了陪默默高考 我这个父亲太不称职了 错过了太多 陪伴她成长的机会 少夫人宽慰地拍拍儿子的手 这不是你的错 都怪姓缘的 当初我第一眼看到她 就感觉她虚荣轻浮 心术不正 要是那时 我找人好好调查一下 她的底细 我们也不至于 被她欺蒙二十年之久 少夫人苦笑 妈 您就别把责任 都往您身上揽了 这跟您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我自己犯糊涂 第五百二十六章 搞失业 不搞男人 行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 姓缘的 你打算怎么处置 我丑话说到前头 我可没有替别人养孙子闲心 夜安不是我的 自然不能再留在少家了 至于原家那边 我也有了安排 妈你放心 我不是没有是非 决断的人 少夫人看住儿子 那就好 姓缘的和他背后的原家 这些年没少仗住你的名号 捞取好处 以前看在夜安的份上 我都容忍了 过去的事 我也懒得在追究 但我往后 不想再看到原家的任何一个人 你要是下不了狠手 那就我来 少林哭笑不得 妈 您放心 我会给您 给默默还有知秋一个交代的 少夫人顿了下 语气和缓了些 她叫知秋 姓什么 姓黄 黄知秋 少夫人点了下头 知秋 名字不错 应当是个温良的人吧 也难为她这么多年都没来找你 是 她跟原家不一样 她表面上温柔善良 骨子里却坚韧独立 因为原家这件事 她这些年一直对我有误会 不过我们已经把话说开了 她也放下了 听儿子这么一说 少夫人对黄知秋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这要换作其他女人 得知儿子的身份和家事 早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的贴上来了 难得对方出身贫寒 却有如此心性 听你语气 你们以前关系挺亲密的 少夫人不住痕迹地打探出话 我那会对她有那方面的意思 原本我是想带她回京城来 但她有顾虑 我不想勉强她 就让她好好考虑几天 结果她来找我的那碗 我喝醉了 少夫人没好气地撑了儿子一眼 你自己跟谁睡的都搞不清楚吗 少林满脸懒然 我当晚喝了酒 脑子不是很清醒 第二天醒来看到原家躺在我旁边 招待所的其他员工 也作证那碗进我房间的是原家 我就以为是我弄错了 少夫人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现在事情弄清楚了 你有什么打算 如果她品行真不错 你对她也还有那方面想法 我也不会反对你们的 妈 我现在还顾不上想这些 而且她应该也没这心思 少夫人看住儿子 忽然就笑了一声 惹得少林和花嫂都很茫然 少夫人喝了口茶 见惯了女人对你屈之若鹜的 没想到还有看不上你的 就感觉挺有意思 少林 花嫂忍不住也跟住笑起来 说了半天话 桌上的菜都凉了 花嫂把菜端下去加热 少夫人则领着儿子 去了她鲜少让外人踏足的花房 你不是说默默喜欢花吗 你看看我这花房里的 挑几盆她喜欢的 明天我让花酱搬去你隔壁的院子 少林有些愁愁 不用了吧 妈 这些花都是你的宝贝 默默那边我过两天 有空去花室买一些就行了 让你挑就挑 哪那么多废话 少夫人随手指住 摆放在架子上的一盆小苍蓝花 这个吧 花色秀丽 香味宜人 她们女孩应该喜欢 少林忙不迭点头 妈 您的眼光是真的准 默默还真喜欢这种 有香味儿的花 她现在住的地方 就种了一棵黄绝兰 开得特别好 满院子都是香味儿 黄绝兰 我那正好有一盆 明天让花酱搬过去好了 接下来 少夫人又一口气 点了七八盆的珍稀兰草 全然没有平时的珍稀和不舍 妈 我可算是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说哥被亲了 少夫人回头瞟了儿子一眼 转头又指着一盆君子兰 这盆大胜利也拿过去吧 可以放书房 少林 她没记错的话 前两年 这盆大胜利被搬到院子里晒太阳 被东院一个调皮的小侄子折了 为您提供大神七女王的 八灵新婚夜田 七交包有空间 最快更新第526章搞事业 不搞男人免费阅读 HTTPS 最快更新最新章节 一片叶子 少夫人知道后 拎着那个不满十岁的小侄子 将整个兰居的杂草 都剥了得前进才罢休 等少林在兰居吃过晚饭 回到自己的院子 已经晚上九点半了 不知道他家默默在做什么呢 少林的电话打到四合院的时候 芸墨正在给大家做冰粉吃 晚上不宜吃太凉 芸墨便没有放冰块 全当是当甜品宵夜吃 默默 吃过晚饭了吧 在忙什么呢 吃过了 再做冰粉 冰粉 芸墨你还会做冰粉 嗯 芸墨做的冰粉肯定很好吃 也不知道爸爸有没有这个荣幸 和机会吃到 您喜欢吃 等到了京城 我单独给您做一份 一言为定 我可当真了 芸墨笑了下 嗯 那就这样 芸墨 你早点休息 空了我们再聊 好 您也是 爸 顿了下 芸墨才轻轻地叫了一声 哎 电话那端的少林心满意足地挂断了电话 芸墨放下电话 转过身 发现黄之秋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堂屋 妈 黄之秋将刚切好的一盘西瓜递给他 给 小林让我端来给你吃的 谢谢妈 西瓜切成小块 又剔了紫 可以直接用叉子插住吃 芸墨先插了一块送到黄之秋嘴里 随即才自己吃起来 黄之秋找了张椅子坐下 我这两天还担心你对你爸有心结 不肯叫他 看来是我瞎担心了 芸墨咽下嘴里的西瓜 妈 你受了这么多的罪都没怪他 我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你能这能想最好了 人始终是要往前看的 如果总活在过去的悲惨里 最后苦的还是自己 芸墨点点头 抬眼看着对方 妈 你跟爸的误会已经说开了 这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黄之秋知道女儿问的是什么 轻轻笑道 我呀就想赶紧回厂里 把这次的两万订单做好了 我想过了 竹编厂也不能一直靠住你 我们得自力更生 等回去后 我去安时的各大食品公司跑一跑 看能不能招揽一些业务 对于黄之秋的这个想法 芸墨自然是举双手赞同 同时也听明白了黄之秋的言下之意 搞事业 不搞男人 第527章去见云瑶 挑拨妇女关系 妈 我手上又有了不少设计稿 你到时拿回去 好好研究一下 把样品做出来 带着样品去跑业务 成算高一些 好 默默 你高考结束了 云瑶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也准备回安市了 云墨心里涌起不舍 手里的西瓜也好像不甜了 妈 你什么时候走 我今天去问了下票 明天的座票已经卖完了 我买了后天的 这么快 那我后天送你去车站 嗯 云墨犹豫了下 妈 我明天打算去见云瑶 你要一起吗 黄之秋想了想 瑶头 不了 该说的话都已经说清楚了 她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她咎由自取 怪不了任何人 云小姐 不管是宏达公司还是云家 我都去过了 但是云先生和云太太 都不肯出面见我 律师的话让云瑶脸色十分难看 蒋云恨她入骨 对她的处境袖手旁观 可能理解 可云士贤居然也不管她了 不会 不可能 云士贤还需要靠她 拿下东郊规划新工业园区的项目 那可是足够宏达 吃好几年的大项目 云士贤不可能放弃的 云小姐 你被关了也有好几天了 你父母都没来看过你 也没想办法保释你 甚至连我这个律师都不肯见 显然是不想管你了 我觉得你还是趁早 为自己做打算吧 听了律师的话 云瑶不由气急败坏 你什么意思 范律师扶了扶眼镜 语重心长地劝道 云小姐 你你目前的处境 我觉得你还是认罪比较好 我会尽量帮你争取减刑的 不可能 我死也不会认罪的 你滚 我不需要你这种废物 范律师摇摇头 没再说什么的拎住公文包 准备离开 见律师真的要走 云瑶又慌了 你站住 范律师转过身 镜片后的眼神平静地 让云瑶心慌 云小姐 如果你坚决不肯认罪 那我无能为力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加钱 我有的事情 我再给你加一千 隔着冰冷厚重的铁丝网 云瑶奋力地大叫大吼住 然而范律师依旧摇头 抱歉 云小姐 我能力有限 两千 只要你能保释我出去 多少钱都无所谓 范律师叹着气 走回到铁丝网前 云小姐 公安局那边 已经掌握了人证和物证 你就算不认罪 也不可能逃脱得了制裁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 范律师没有犹豫地转身离开 任凭云瑶如何嘶吼也没再停顿 范律师一走 云瑶当即就被看守员带回了看守所牢房 不行 她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来人 来人 我要见律师 云瑶的拍门声很快引来了看守员 云瑶 你会见律师的次数已经用完了 你老老实实地等住上庭吧 云瑶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你什么意思 云瑶身后和云瑶同一牢房的一个中年女人悠悠解释道 像咱们这样的代审犯 每个人只有三次见律师的机会 你的三次已经用完了 云瑶无法接受的瞪大眼睛 谁规定的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对方没理他 翻了个身继续睡觉 云瑶回过头想找看守员 可看守员已经走了 他只能继续拍门 可这次 他没把看守员找过来 反而惹恼了同一牢房的其他人 经过医生检查 云瑶受的都是皮外伤 消了毒 擦了药 就又被送回了牢房 虽然回到牢房里的云瑶 安静老实了 可那些人因为打他而受罚的人 哪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 排挤 孤立都是轻的 逼他喝厕所水 往他饭里吐口水 晚上故意用地沟水 铺饰他的床铺 监狱里 想要折磨一个人的办法太多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针对中 云瑶的精神濒临崩溃 晚上 云瑶躺在恶臭阵阵的床铺上 心里充满了滔天的怨恨 恨云末 恨云家和皇家 恨每一个害他遭受今日屈辱的人 云瑶 你家属来了 看守员的话仿佛天籁之音 让云瑶欣喜若狂到身体微微发抖 可等他走进会见室 看到那张熟悉又让他厌恶的脸时 整个人像是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为什么是你 你来干什么 云末 你想看我笑话 你做梦 望着云瑶狼狈又癫狂的脸 云末微微一笑 你希望来的是谁 云士贤吗 他不会来了 他已经放弃你了 你想骗我 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 我对云家还有用 我能帮云家赚钱 云士贤凭什么放弃我 不知道是因为脸上有伤 还是情绪过于激动 云瑶的脸扭曲得厉害 眼睛瞪得很大 脸上带着自欺欺人的笑 活脱脱一个精神病 云末懒得废话 直接拿出云士贤给的录音笔 按下播放键 听着录音笔里 自己亲口承认毒杀云欢的内容 云瑶封了一般判命拍打铁丝网 关掉 你把它关掉 啊 云末被吵到耳膜疼 只能先将录音关掉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它为什么在你手上 云瑶摇了摇手里录音笔 你觉得它是怎么落到我手上的呢 不 你想骗我 我不会上你的当的 肯定是你偷来的 你一向诡计多端 云末 你别得意的太早 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我是老天选中的人 有老天保佑我 我这次肯定能逢凶化继 见到了这地步 对方竟然还心存幻想 云末实在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在你被抓的当天 云士贤就找到了我 以录音笔和云欢的死亡鉴定报告 跟我换取省城东郊的新工业园项目 啊 你还不知道吧 云欢的遗体并没有火化 而是被云士贤藏起来了 你猜 他为什么要偷偷保存云欢的遗体 云瑶 虎毒还不食子呢 你不会真认为云士贤对你毒杀云欢这件事无动于衷吧 如果说录音笔只是引起猜忌的导火索 那云欢遗体没火化这事 无疑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不惜出卖身体 尾身王石那个变态老男人 他积极迎宁为云家创造价值 可最后得到的却是被无情的抛弃和踢开 为什么要对他这么残忍和绝情 他明明也是他的亲云啊 看住仿佛失去了主心骨 如一贪婪泥般滑坐到地上的云瑶 云莫知道 他的挑拨成功了 第528章被家人背叛的滋味应该不好受吧 其实云士贤保存云欢的遗体 未必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将云瑶绳之以法为小女儿报仇 而更大的可能性 云士贤是想拿他来控制云瑶 但云瑶这几天的遭遇和经历 已经让他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能力 云莫只稍微挑拨了那么几句 他的心理防线便彻底被击垮了 云瑶 被家人背叛的滋味应该不好受吧 云瑶抬起满是泪水和恨意的双眼 云莫 你身上到底有什么古怪 为什么每一次 每一次你都能逃脱我的精心布局和算计 难道我跟我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云莫诞生打断对方 性谋平静而悲悯 你懦弱无能总是把自己的错归结到别人身上 而从不再自身找原因 一个人的成功从来不是靠阴谋算计 而是靠自身的实力 云瑶 从头到尾你都将心思用错了地方 从而将一副好牌打得稀巴烂 两行类从云瑶的眼眶滚落下来 他错了吗 他没有错 他有什么错 他上辈子本是一世无忧的千金大小姐 可就因为大人们的错误和疏忽 害他遭受了三十多年的苦难和折磨 不到四十岁就身患绝症而死 而占据他人生的云莫 从小娇生惯养 活得就像公主一样奢华 长大的又顶替他嫁进了苏家 甚至后来还找到了有钱有势的亲生父亲 明明是云莫踩着他的肩膀 活成了人生赢家 他怎能不恨 怎能甘心 云莫 你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你之所以能活得这么肆意通透 不过是因为你是胜利者 如果我们的位置进行调换 如果你是我 你说不定比我更阴暗更心狠手辣 不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 你没资格这么说我 云莫审然笑了下 云瑶 我只问你一句话 弄丢你跟我有关系吗 是我指使云太太抱错女儿的吗 其实你不是不懂 我跟你都是受害者 你只是为强欺弱罢了 你没这个实力 也不敢跟云家撕破脸 因为没了云家 你什么也不是 可怎么办呢 受得苦继的怨总得找地方发泄 所以你选中了我 既出了怨气 又能清除我这个妨碍你利益的威胁者 你自欺欺人把你的嫉妒 怨恨 贪婪 统统归结到我这个受害者的头上 云瑶 你不仅可悲还很可怜 你丢的时候已经半岁多了 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 云士贤和蒋鱼真的认不出你这个女儿吗 你信吗 这样的话 原家曾经也说过 但云瑶没勇气找蒋鱼对质 可现在 再从云莫口中听到这样的话 云瑶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她被错换的人生 是她亲妈亲爸一手造成的 如果他们不将错就错将云莫抱回家 如果他们不放弃寻找她 一切都将不会是现在这样 真正害苦她的人 不是黄之秋 也不是云莫 而是她的亲生父母 云瑶 其实你没发现吗 你跟云太太都是同一种人 一样的自私自利 从不反省自身 而只会将问题和错误推到别人身上 至于云士贤 她要是只是一个能为家族牟利的女儿 至于是不是亲生的 又有什么关系呢 想想看 一个漂亮又可爱女儿 和一个貌肉无言的女儿 哪个带来的好处和利益会更高呢 其实从头到尾 他们不在意我是不是亲生的 更不在意你流落在外 有没有吃苦头 说直白点 他们从没期望过你的回归 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闭嘴 你闭嘴 云瑶疯了一般的大声吼叫住 脖子因为用力过猛而凸起条条青筋 眼睛更是瞪得像痴人一般 看住很是吓人 云墨眼睛都没眨一下 现在云瑶只过是一张纸老虎 对她产生不了任何威胁 真相就是这样 残酷的让人难以接受 你不接受不代表她就不存在 云瑶 我今天来就是想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云瑶死死瞪住她 你还想耍什么花招 云墨微微一笑 云士贤人品虽然不行 但经商上面还是挺有头脑的 如今洪达不仅渡过了资金断短的难关 甚至有更上一层楼的势头 这明明都是你云瑶的功劳 可惜你现在身陷淋雨 而她云士贤却能踩着你的肩膀飞黄腾达 你真的甘心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省城东郊新工业园区的项目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它的价值吧 如果云士贤拿到了这个项目 宏达必定能一跃成为 僵士房产行业的领军者 而云家在僵士的声望和地位 也将水涨船高 到那时 云家所有人 包括云士贤的情人白小姐 以及白小姐生的私生子 都将获得巨大利益 而你这个功臣 不仅享受不到丁点好处 还会成为整个云家的耻辱和笑柄 当然 你现在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如果你主动认罪自首 交代你毒杀云欢的犯罪事实 我就不用跟云士贤合作了 你休想 你做梦 云摇隔着铁网 面色猙獰的嘲笑道 云末 你不用白费心机 我不会相信你的 云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 那好吧 我去找云士贤合作好了云摇冷笑 你以为你是谁 东郊的项目 你说给谁就给谁吗 我说了不算 那姚家说了总算吧 你三番几次 想要毁曾方茗玉 曾家怎么可能不记恨你呢 如今 有一劳永逸 让你闭嘴 又不用脏手的法子 曾家会不考虑吗 云摇瞪着他 因为过于激动 而需要张住嘴 忽吃忽吃地喘气 云末继续微笑 就算姚家说了也不算 那你觉得邵家说了算不算 见云摇脸上有一瞬间的茫然 云末故作惊讶 原家没告诉你吗 他冒名顶替的那个男人姓少 哦 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他前几天来找我了 这话令云摇瞳孔俱阵 你 你们都知道了 云末认真的点头 是啊 我都知道了 说起来还要多谢你 是不是你找黄昭 来找我妈打探消息 我也不会知道 原家这个人 更猜不到 他冒名顶替的行径 第529章 相请不如偶遇 知道我为什么 会由你找人偷尸体 意图敲诈勒索 我的照片和录音吗 其实很简单的 我就是花了点钱 找人24小时监视你 你干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自然全都知道 得知自己这些日子的 一言一行 都在云末的监视下 云摇气到想吐血 云末 你无耻卑鄙奸诈 跟你的所作所为比起来 我这算得了什么 说完 云末忽然想到什么 啊 对了 你找人代考的事 我已经向公安局 和教育局检举揭发了 抱歉啊 又坏了你的好事呢 云摇目自欲脸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云末估计已经死了 不下一百次 高考那天 云摇之所以这么有闲心 去围观云末被人碰瓷 是因为他事先就找了替考 云摇 我只等两天 如果两天后 没有你自首的消息 那我就去找云视贤 你好好考虑清楚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 云末将云摇的事 彻底抛在了脑后 带着黄之秋 去江市最大的百货商店 买衣服 之前一直忙住备考 他都没时间逛街 更没买一件下装 云末除了给自己 买了一堆下装外 也给林川和黄之秋 买了不少 云末花起钱来 那是丝毫不手软 不看价格 只凭喜好 看得随行的黄之秋 心惊肉跳 莫莫 这条裙子也太贵了 你家里不是有一条 差不多的吗 还是有差别的 这条是薄荷绿的 那条是苹果绿的 而且这条是圆领 那条是丝领 黄之秋 哪里分得清 薄荷绿和苹果绿 在他看来 都是一样的浅绿色 没什么差别 那你还不如 买另外那条紫色的 紫色的好看吗 你皮肤白 穿什么颜色都好看 那好吧 两条我都要了 黄之秋 看黄之秋一脸 心疼的模样 云末暗暗好笑 转过头 试一售货员 把紫色的那条 拿大一个尺码 等售货员 把两条裙子拿来后 云末将紫色的那条 递给黄之秋 妈 你试试黄之秋连连摆手 我不要 我都这个年纪了 哪里穿得了 这么嫩的颜色 妈 你才三十多岁 怎么就穿不了了 云末不由分说 把裙子塞到黄之秋手里 又把人推进更衣间里 更衣间里 黄之秋看住 被女儿关上的门 又看了看手里的连衣裙 犹豫了一会 抬手开始截 身上衬衫的扣子 几分钟后 黄之秋穿着紫色的 碎花连衣裙 一走出更衣间 立刻就吸引了 服装店内所有的目光 黄之秋虽然生活在农村 但她并没有常年下地前活 所以一身皮肤格外白皙 再加上她身材窈窕 穿上这条紫色碎花的连衣裙 俏立的就像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 这条裙子还挺好看的 还有吗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指着黄之秋身上的连衣裙 问售货员 抱歉 紫色的没有了 这条裙子是今年夏季新款 每种颜色只有一条 目前就还有黑色和黄色 女人很是遗憾 黑色和黄色的裙子 我都有 就是美紫色的 生怕有人抢黄之秋身上的连衣裙 云墨二话不说 让售货员结账 黄之秋拉住女儿 墨墨 你喜欢你自己买 我不用啊 妈 你不喜欢这条裙子 黄之秋欲言又止 小声嘀咕道 我觉得太贵了 还不如扯点步 自己回家做 趁母女俩说话的功夫 那个女人走了过来 你们要是不买 就麻烦脱下来吧 这裙子我要了 黄之秋刚要答应 云墨转头冲对方微笑道 抱歉 这条裙子我们已经买了 你再看看别的吧 可能是云墨的拒绝 让女人觉得没面子 他有些轻蔑的上下 打量母女俩人 我说小姑娘 没这个本事呢 就别打脸充胖子 我买这条裙子 也就是随手而为 但你们嘛 估计买了这条裙子 这一年都得节衣缩食吧 何必呢 云墨将一捆现金 趴地丢到收银台上 你刚才说什么 钱砸在柜台上太小了 我没听清 所有人都被云墨 这财大气粗的架势给震住 唯独那女人 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嘴上却仍不服输 年纪轻轻的 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钱 说不定 说不定什么 罗雪兰不知何时走了进来 笑音音地询问女人 一边将手搭在云墨肩头 亲密书审的就似母女 女人脸色僵硬 视线在云墨和罗雪兰之间来回打转 谢太太 真巧啊 您也在来这买衣服 我是陪我家小莫来的 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晚辈 说着 罗雪兰拍了拍云墨 扔在收银台上的现金 至于她哪来的这么多钱 我可以解答 小莫跟我们荣华公司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每个月都能从荣华 拿到不菲的利润分成 周太太还有疑问吗 周太太连忙摇头 抱歉 是我误会了 没关系 误会吗 解释清楚就好了 周太太 有空一块喝茶 今天就先失陪了 试试试 谢太太您忙 周太太夹着包包 灰溜溜地离开了服装店 而店里原本对云墨的漏腹行为 抱有质疑和揣测的人 也纷纷收起了轻视 云墨并不在意外人的目光 她眉眼弯弯地望住罗雪兰 兰姨 您怎么来这 过来试查一下业务 正好看到你在这就过来看看 罗雪兰还是第一次见到黄之秋真人 态度十分友好热情 你就是小莫妈妈吧 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大美女 也难怪把小陌生的这么漂亮 惹人爱黄之秋被罗雪兰夸得脸都红了 谢太太 您过讲了罗雪兰爽朗一笑 小莫妈 相请不如偶遇 走 今晚我请你们吃饭 看在对方对女儿的照顾上 黄之秋也不能拒绝 离晚饭时间还早 罗雪兰先带母女俩回公司参观 顺便请云墨试吃最新研发的两款小零食 将母女俩安顿在会客室 又端上各种瓜果小吃和甜点后 罗雪兰就回办公室继续忙了 云墨拿出纸盒笔 一边试吃新品 一边写下自己的评价和意见 等女儿忙完了 黄之秋才敢开口 默默 谢太太说的是真的吗 你现在每个月都能从荣华公司拿到分成 我现在就能够在这一边